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阳光灼热刺眼 这一切都更使人感到鼠热的困倦 在城市的晴朗炎热的日子里 对现状的满意和不满都显得更加强烈 在拉图摩夫斯基家的教堂里聚集了莫斯科的名门显贵 有些是罗斯托夫家的老乡识 许多豪富人家通常都会到乡下过夏天 今年大家却都好像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的都留在了莫斯科 娜塔莎挨着母亲跟着一个为他们开路的穿号衣的跟班走过去 她听见一个年轻人用说得太响的耳语说到她 这是罗斯托夫家的小姐 就是那个 她瘦多了 可还是那么漂亮 娜塔莎听见好像有人提到了阿纳托里和安德烈的名字 她常常有这样的感觉 她总是觉得人人都在看她 都在想她的事 娜塔莎身穿像黑色花边的雪青绸连衣裙 若无其事地在人群中走着 她表面上越是装得平静和庄重 内心越是痛苦和羞愧 她知道自己长得很美 但这一点已不像过去那样让她高兴 反而让她痛苦 特别是在城里度过沿下的这段日子 她想起上个星期日她也在这里 又是星期日 又过了一个礼拜 还是那种没有意义的生活 还是那个愉快的生活环境 我漂亮 我年轻 我知道我以前做得不好 但现在我改正了 我变好了 我自己知道 可是我现在就这样 不为任何人白白虚度这最美好的年华 娜塔莎站在母亲身旁和近处的几个熟人打招呼 她像平时一样打量着妇女们的衣着 批评旁边一个女人的仪态 批评她画十字不合规矩 接着她又傲丧地想到 刚才人家批评她 她现在也批评人家 突然 娜塔莎听到了祈祷的声音 不禁惊醒过来 她为自己的卑鄙而惶恐 唯恐又丧失了原来的纯洁 一个仪表堂堂的斯文小老头 虔诚而庄严地念着导文 安抚着做礼拜的人的心灵 教堂的中门关上了 帘子缓缓拉拢 从里面传出轻微的神秘低语声 那塔莎心口涌起 她自己也弄不懂的泪水 一种快乐又烦恼的情绪 使她激动起来 教教我 我该怎么办 怎样才能从此改过自信呢 祝祭走上讲台 插开大拇指 从法衣下面里里长发 她在胸前画了十字 声音洪亮而庄严地念着导词 我们大家向主祷告 我们大家不分等级 没有仇恨 凭博爱联合起来的人们 向主祷告 为了天赐的和平 与灵魂的得救 为了天使 和我们头上的全体神明 为军人祷告时 纳塔莎想到了哥哥和杰尼索夫 为在海上和陆地漂泊的游子祷告时 纳塔莎想到了安德烈公爵 她为安德烈祝福 求上帝饶恕她 对安德烈公爵所做的错事 为爱我们的人祷告时 纳塔莎就为家人祷告 为父亲母亲和索尼亚祷告 她第一次感觉到 她是多么爱他们 可是她对不起他们 当为仇恨我们的人祷告时 纳塔莎想出了几个仇敌 并为他们祷告 她把和她父亲打交道的所有债主 都当作仇人 一想到仇人 纳塔莎又记起了 把她害得好苦的阿纳托里 她把她当作仇人 为她祷告 只有祷告的时候 纳塔莎才能平静而清楚地想起 安德烈公爵和阿纳托里 纳塔莎觉得她对他们的感情 比起她对上帝的敬畏之情来 真是微不足道 当他们为皇室和正教院祷告的时候 纳塔莎特别虔诚地鞠躬和画十字 她对自己说 虽然她不懂正教院 但也不能怀疑她敬爱正教院 并为她祷告 主祭祷告完毕 在胸前圣袋上画了个十字说 把我们自己 把我们整个生命 交给我主基督 把我们自己交给上帝 上帝啊 我把自己交给你安排 我一无所求 一无所需 你教导我该怎么办 该怎样运用自己的意志吧 你收留我 收留我吧 纳塔莎在心里复述着 纳塔莎虔诚而急切地在心里说着 她没有画十字 只是垂下两条细小的手臂 仿佛在等待无形的力量 来把她带走 使她摆脱悔恨 欲望 责备 希望和罪恶 伯爵夫人在祷告时 几次回顾女儿虔诚的脸色 和闪亮的眼睛 祈求上帝保佑她 在礼拜中途 祝祭突然违反那 塔莎熟悉的礼拜程序 拿出来一条板凳 把它放在圣仗的中门前 这个板凳 就是她在圣灵降临节 跪在上面祷告的那条板凳 一个头戴子容法官的神父走出来 她理理头发 费力地跪下了 人们都跟着她跪下 莫名其妙地面面相去 原来刚从主教院送来的岛文 是从敌人的侵略下 拯救俄国的岛文 万能的上帝 我们的救主 神父开始念岛文 他的声音清晰 质朴而温和 只有斯拉夫教士 才用这样的声音祈祷 这声音不可抗拒地感动着 在场的所有俄国人的心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 西窗书院制作 神父开始念刚从主教院送来的 从敌人的侵略下拯救俄国的岛文 万能的上帝 我们的救主 现在求你施恩给你的百姓 仁慈地垂听我们的祈祷 可怜我们 饶恕我们 敌人在蹂躏你的土地 妄想把世界变成废墟 他们在与我们为敌 这些人无法无天 纠集在一起 毁坏你的财富 破坏你的圣城 耶路撒冷 毁灭你所爱的俄罗斯 他们玷污你的圣堂 拆掉你的祭坛 亵渎你的圣物 主啊 这些歹徒将横行到几时 他们将逞胸到几时 主啊 请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增强我们至尊至圣的 亚历山大皇帝的力量 请顾念他的公正和温顺 按其善行 给予奖赏吧 请保全你所宠爱的以色列 保佑他们的智谋 创举和事业 用你万能的手 加强其亡国 使其克敌制胜 犹如你使摩西战胜亚玛利 基殿战胜米殿 大魏战胜格利亚 请保佑他们的军队 把同工赐予以你的名义 武装起来的人 帮助他们战斗吧 主啊 请你拿起刀枪和盾 助战吧 使那些加害我们的恶人 遭到诅咒和羞辱 让他们面对忠勇的战事 就像风中的尘土 愿你强有力的天使 驱逐他们 使他们不知不觉自投罗网 让他们因耍弄阴谋 而自食其果吧 让他们跪倒在你仆人的脚下 听认我们的大军任意践踏吧 主啊 你能拯救强者和弱者 你是上帝 人是不能违抗你的 我们在天上的父 你永远慷慨仁慈 你不要抛弃我们 不要厌恶我们的悲贱 你宽宏大量 仁爱为怀 饶恕我们的错误和罪孽吧 你使我们的心灵纯洁 你唤起我们公正的精神 增强我们对你的信心 坚定我们的希望 唤起我们真诚的护爱 你使我们万众一心 保卫你赐给我们世代相传的土地 不要让恶徒统治你所降福的人民 我们的主耶税 我们的主耶税 我们信仰主 我们依赖主 不要让我们的希望破灭吧 我们期待你的仁慈 请你显现神迹 让那些仇恨我们和仇恨正教的人 蒙受耻辱和灭亡 请让万邦皆知 你是我们的主 我们是你的子民 主啊 求你立刻赐予我们仁慈 使我们得救 让你的仁慈 温暖我们的心 打倒我们的敌人 让他们在你忠实仆人的脚下 毁灭吧 你是信徒们的保护者 救主和胜利 一切荣耀归于你 归于圣父 圣子 圣灵 世世代代 直到永远 阿们 那塔莎现在敞开了心灵 这祷告使她特别感动 她一字不漏地认真听着 导文中所说的 摩西战胜亚玛利 基电战胜米典 大卫战胜哥利亚 以及耶路撒冷 遭到破坏等事件 满腔热情地向上帝祷告 虽然她并不清楚 她在向上帝祈求什么 她全心全意参加祷告 祈求伸张正义 增强信心和希望 用爱来鼓舞人心 但她不能祈求将敌人踩在脚下 因为几分钟前 她还希望有更多的敌人让她爱 让她为他们祷告 她想到了罪人受到的惩罚 尤其是想到她自己的罪孽 所受的惩罚 她感到惶恐而敬畏 她求上帝饶恕所有的罪人 也饶恕她 并赐给大家平安和幸福 她觉得上帝听到了她的祷告 自从离开罗斯托夫家 皮埃尔一直回忆着 那塔莎感激的目光 从仰望高选在空中的彗星那天起 皮埃尔就觉得 她的面前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 她不再想到 那个一直使她苦恼的问题 浮生若梦 空虚无聊 为什么 为了什么目的 以前不论做什么事 皮埃尔都会想到这个可怕的问题 如今她不再想这个问题 因为她面前总是出现那塔莎的形象 不论是听到还是参与无聊的谈话 还是读到或听说人们卑劣愚蠢的行为 她都不再像以前那样感到惊讶 她也不再问自己 既然一切都是过眼云烟 人们何必忙忙碌碌 她只记得最后一次看到那塔莎时 她的那副模样 一想到那塔莎 皮埃尔的一切疑虑都消失了 这倒不是说那塔莎解答了她精神上的那些疑问 而是一想到那塔莎 她精神上立刻来到一个光明的世界 那里没有是或非 只有使人眷恋的美和爱 不论皮埃尔面前出现什么尘世的丑恶 她总是对自己说 就让某些人盗窃国家和皇帝的财富 国家和皇帝反而赐给她荣誉吧 哦 对了 她昨天向我微微一笑 还邀请我到她家去 我爱她 我爱能踏上 不过 这件事 我不会让任何人知道 皮埃尔仍旧出入交际场所 仍旧经常酗酒 过着拦散放荡的生活 因为除了在罗斯托夫家消磨的几小时外 他还得打发其余的时间 于是在莫斯科养成的老习惯 和结交的那些朋友 又强烈吸引他去过那种拦散放荡生活 但近来从战地不断传来 越来越让人焦虑的消息 那他傻的健康也在逐渐恢复 不再引起他的联系 皮埃尔的心里 开始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烦躁情绪 他觉得他现在的处境 不会持续很久 一场势必改变 他的全部生活的灾难 即将临头 他焦急地在各方面 找寻大难临头的预兆 共济会一位会友向皮埃尔介绍 圣约翰启示录中一段 与拿破仑有关的预言 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十八节说 在这里有智慧 凡有聪明的 可以计算兽的数目 因为这是人的数目 他的数目是六百六十六 同一章第五节说 又赐给他夸大泄毒化的口 又有权柄赐给他 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 法文字母表 按照希伯来文的数字表现形式 前九个字母表示个位 其余字母表示十位 按照这个字母表 把组成拿破仑皇帝几个字的字母 折成数目 总和是六百六十六 因此拿破仑就是 启示录中所预言的那只野兽 再有 法文四十二几个字母 折成数目 也就是给那只 有说夸大泄毒化的口的 野兽规定的期限 所得的总和也是六百六十六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拿破仑掌权的期限 到1812年就要满了 因为这一年 法国皇帝的年纪是四十二岁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西窗书院制作 第二十五集 这个预言使皮埃尔很震惊 他常常问自己 究竟是什么将结束这野兽拿破仑的权利 他竭力用数目代替字母的方法来寻求答案 皮埃尔写了亚历山大皇帝和俄罗斯民族 然后他折算了这几个字母所代表的数字 但数目的总和不是比六百六十六大的多 就是小的多 有一次在计算时 他写了自己的名字 皮埃尔别作霍夫伯爵 但数目的总和同六百六十六也相差很多 他又改变拼法用Z代替S加一个D 再加上贯词L 但仍然得不到他所希望的结果 后来他又想到 如果他所研究的问题的答案在他自己的名字里 那么他的名字前应当加上国籍 于是他写了俄国人别作霍夫 折算下来的数目是六百七十一 只多了五个数 在那个字母表中 义代表五 虽然不合语法 但只要去掉贯词中的义 皮埃尔就能获得他所求的答案 也就是俄国人别作霍夫等于六百六十六 这个发现使他兴奋 他同启示录里所预言的重大事件 有什么联系他不知道 但他毫不怀疑存在着这种联系 他相信他对纳塔莎的爱情 基督的敌人 拿破仑入侵 惠星六百六十六 拿破仑皇帝和俄国人别作霍夫 这一切都应该酝酿成熟 把他从那个他着了魔的 毫无价值的莫斯科坏习气的圈子里 解放出来 使他建立伟大的功勋 获得巨大的幸福 星期六晚上 皮埃尔答应从老乡时 拉斯托普琴伯爵那里 给罗斯托夫家带去告民众书 和最新战事消息 星期天早晨 皮埃尔就去访问 拉斯托普琴伯爵 在那里 他遇见一位刚从部队回来的信使 这位信使也是莫斯科舞会的常客 皮埃尔认识他 信使对皮埃尔说 看在上帝的份上 您能不能帮帮我忙 我有满满一口袋加信 皮埃尔看到有一封 尼古拉给父亲的信 他就拿了那封信 拉斯托普琴伯爵 给了皮埃尔刚印好的 告莫斯科民众书 还有最新几项军事命令 和他自己签发的公告 皮埃尔看了看军事命令 在一份伤亡和受奖人员名单中 他发现了尼古拉 受嘉奖的喜讯告诉他们 让他们高兴高兴 于是他就派人先把那个命令和信 送到罗斯托夫家 而把告民众书 公告和其他命令留下来 准备吃饭时 亲自带去 和拉斯托普琴伯爵的谈话 又使皮埃尔激动起来 拉斯托普琴焦躁不安的语气 与若无其事地谈着战士失利的 信使的见面 还有莫斯科发现间谍的留言 有关拿破仑预定在秋季之前 攻入俄国新旧两个京城的传单 有关皇帝明天将到达莫斯科的谈话 这一切都让皮埃尔充满期待的心情 自从彗星出现 特别是开战以来 皮埃尔就一直有这样的心情 皮埃尔早就想进入军队服务 他早就有这样的愿望 但有两件事妨碍他这样做 第一 他加入了共济会 并立誓宣传永久和平消灭战争 第二 看到许许多多莫斯科人穿着军装宣传爱国主义 不知怎的 皮埃尔感到羞于这样做 但皮埃尔没有入伍的最主要的原因 是他有一个朦胧的意念 他 俄国人别作活服 符合那个666的野兽的树木 命中注定 他要参加限制这头野兽权力的伟大事业 因此他不能做别的事 只能等待必然的事情发生 那个礼拜天也像每个星期日那样 有几个至亲好友在罗斯托夫家吃饭 皮埃尔来得早些 他想单独同罗斯托夫家人见面 近一年来 皮埃尔胖了许多 要不是他身材高大 四肢发达 体格强壮 行动敏捷 他就会显得畸形了 他气喘吁吁 难难的说着什么 走上楼去 车夫也没问要不要等候 他知道 伯爵到罗斯托夫家 不到十一点是不会回去的 罗斯托夫家的仆人 高兴的跑上来 替他脱掉外套 接过手杖和帽子 皮埃尔总是按照俱乐部习惯 把手杖和帽子留在前厅 皮埃尔在罗斯托夫家 看见的第一个人就是纳塔莎 皮埃尔在前厅脱外套时 就听见了纳塔莎的声音 纳塔莎正在大厅里练习试唱 皮埃尔知道 纳塔莎得病后还没有唱过歌 因此她的歌声 使皮埃尔又惊又喜 皮埃尔悄悄地推开门 看见纳塔莎正穿着祷告时穿的雪青色连衣裙 在屋里边走边唱 皮埃尔开门进去 纳塔莎正背对着她 但纳塔莎突然转过身 看见了皮埃尔那惊讶的胖脸 纳塔莎的脸刷得红了 快步向皮埃尔走来 我想再唱唱多少找点事做 太好了 您来我真高兴 我今天真快乐 告诉您 尼古拉获得了圣桥之勋章 我真为他骄傲 纳塔莎说话的时候 现出了皮埃尔好久没在她身上看见的活泼模样 可不是 命令就是我派人送来的 好了 我不打架您了 皮埃尔说着就要往客厅走 但纳塔莎拦住了她 伯爵 怎么了 您是嫌我唱得不好吗 纳塔莎张红了脸 但没有垂下眼睛 而是用询问的目光望着皮埃尔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 西窗书院制作 第26集 那塔莎拦住了要往客厅去的皮埃尔 张红了脸 用询问的目光望着皮埃尔 伯爵 怎么了 您是嫌我唱得不好吗 不不不不 为什么这样说 正好相反 您为什么这样问 我自己也不知道 但我不愿做您不喜欢我做的事 我完全信任您 您不知道您对我是多么重要 您为我做了那么多事 那塔莎急急地说着 他没有注意到听到这句话时皮埃尔脸红了 我看见命令里有他 就是安德雷公局的名字 他在俄国又服役了 又到军队里去了 您看会怎么样 他会原谅我吗 他不会一直恨我吧 您以为怎么样呢 那塔莎说得很急 显然想尽快把这些话说出来 唯恐再没有勇气说了 我想 他没有什么要原谅您的 我要是处在他的地位 皮埃尔立刻想起那天的情景 想起那天 他安慰那塔莎说的那些话 一切都完了吗 不 您听着 如果我不是现在的情况 如果我是世界上最漂亮 最聪明 最出色的男人 如果 我是自由的 我会立刻跪下来 向您求婚的 此刻 皮埃尔的心里 又充满怜悯 柔情和爱恋 这些话又来到他的嘴边 但那塔莎不给他 说出这些话的时间 是的 您 您 您可是另一回事了 我不知道有谁比您更善良 更厚道 更好 是的 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人的 当时要是没有您 现在要是没有您 那塔莎十分兴奋地对皮埃尔说出您这个字来 泪水突然从他的眼眶里涌出来 他转过身去 拿乐谱遮住眼睛唱起来 在大厅里来回躲着布 这时 B甲从客厅里跑出来 B甲如今已是个相貌俊美 脸色红润的十四五岁少年 嘴唇又厚又红 模样很像那塔莎 他在准备考大学 但最近他跟同学奥布勒斯基秘密决定去当票骑兵 B甲冲到他的同名人面前 同他商量这事 因为B甲是彼得的小名 而皮埃尔是彼得的法语称谓 所以说他们两个人是同名人 皮埃尔你问了吗 他们会不会说我当票骑兵 皮埃尔 皮埃尔 你听我说 皮埃尔正在客厅里踱步 没有听B甲说话 皮甲就摇着他的手臂 要皮埃尔听自己说话 我的事怎么样了 皮埃尔 看在上帝份上 您是我唯一的希望 你的事 要当票骑兵吗 我去说 我去说 我今天就去说 好朋友 怎么样 宣言弄到了 伯爵夫人在蜡烛摩夫斯基家里做礼拜 听见了新的导文 她说呢 导文好极了 弄到了 皇上明天就到 要举行一次非常贵族会议 据说壮丁将签名抽食 是的 我恭喜您 是啊 是啊 参美上帝 那么 军队有什么消息吗 我们又后退了 据说 已退到了斯姆朗斯克 天呐 天呐 那么 宣言在哪里 告民众书吗 哦 有的 比埃尔伸手往口袋里摸文件 但没有摸到 她一面继续往口袋里掏 一面吻走进来的伯爵夫人的手 同时不安地环顾着 显然在等纳塔莎 这时纳塔莎已不再唱歌 但是也没有来客厅 哪儿去了 哎 我不知道把她放到哪儿去了 哈 比埃尔啊 你总是丢三拉四的 纳塔莎走进来坐下 脸色温和而兴奋 她默默地瞧着比埃尔 一看到纳塔莎 比埃尔阴沉的脸色 顿时容光焕发起来 她一面继续找寻文件 一面忍不住朝纳塔莎 看了几眼 哦 真的 真不巧 我可能 把她忘在家里了 我回去一趟吧 哦 可这样 您就来不及吃饭了 哎 对了 车夫也走了 比埃尔挠挠头 索尼亚走到前厅去 她在比埃尔的帽子里 找到了文件 原来比埃尔不小心地 把文件放在了帽子里 自己却忘记了 现在我来念一下宣言吧 哦 不不不不 先别念 先吃饭 吃过饭再念 洛斯托夫伯爵 显然想从读文件里 得到更大的乐趣 吃饭时 大家喝着香槟 祝贺新近获得 圣乔治勋章的英雄 尼古拉 身体健康 这时 身性讲起城里的新闻了 年老的格鲁吉亚公爵夫人病了 你们知道吗 还有梅里维埃在莫斯科失踪了 就那么消失了 谁也不知道他去哪了 还有个德国人被压到了 拉斯托普金伯爵那里 说他是间谍 这是是拉斯托普金伯爵自己说的 拉斯托普金伯爵下命令把他放了 他说这个德国人不是间谍 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德国糟老头子 再抓人了 抓了不少人了 所以我对伯爵夫人说 少讲法国话 现在不是讲法国话的时候 你们听说了没有 高丽岑公爵 请了位俄国教师学俄语 在街上讲法国话可危险了 那么皮埃尔伯爵 要是争民兵 您是不是也得上马呀 皮埃尔吃饭时 一直默不作声想着心事 他望望老伯爵 仿佛没听懂他的话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 西窗书院制作 听到洛斯托夫伯爵的问话 皮埃尔才回过神来 是啊 是啊 我要去打仗 唉 我算什么军人 不过 现在一切都很奇怪 都很奇怪 我自己也不明白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 我对军事毫无兴趣 但现在这种时候 谁也不能替自己担保 饭后 伯爵舒舒服服的 在安乐椅上坐下来 神态庄严的 要朗诵的最好的索尼亚 来宣读文件 我们的古都莫斯科 敌人用庞大军队入侵俄国 他们正在蹂躏我们亲爱的祖国 索尼亚用他奸细的声音 认真地读着 伯爵闭上眼睛 听到有些地方 不时发出叹息 纳塔莎挺直身子坐在那里 试探似的 时而望望父亲 时而望望皮埃尔 皮埃尔能感到 纳塔莎射来的目光 他竭力不回头看 伯爵夫人听到 告明著书中那些庄严的话 总是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因为他只从这些字句里听出 威胁他儿子的危险 不会很快过去 身形铁着嘴 脸上挂着嘲弄的微笑 像是准备一有机会就笑出声来 嘲笑索尼亚的朗诵 嘲笑伯爵说的话 如果没有其他可以嘲笑的借口 那就嘲笑这个文件 索尼亚念叨威胁俄国的危险 皇上对莫斯科的期望 特别是对莫斯科贵族的期望时 他的声音发抖了 这主要是因为大家都听得那么全神贯注 索尼亚念完了最后一段话 我们要立即到京城和我国其他各地的民众中间去 以便和民团协商和加以指挥 因为民团现在正阻击敌人的进犯 在他们所到之处予以打击 敌人妄图给我们以毁灭性打击 就让这样的打击落到他们自己头上 从奴役中获得解放的欧洲 将送扬俄罗斯的英名 哼 说得对 只要是皇上一声令下 我们愿意牺牲一切毫不吝惜 老伯爵叫出声来 他睁开湿润的眼睛 几次停止打酣 仿佛有人把一瓶香醋放在他的鼻子底下 身性还没来得及说出准备好的 嘲弄老伯爵爱国心的话 那他啥就突然跳起来 跑到父亲跟前 我们的爸爸真好 那他啥吻着父亲又不自觉地瞟了皮埃尔一眼 带着他刚刚恢复不久的自然的妩媚和活泼的神态 好一个爱国女英雄 根本不是什么爱国女英雄 只是您总是觉得什么都好笑 可这事绝不是什么玩笑 这不是什么玩笑啊 只要他一声令下 我们就全体出动 嘿 我们可不是德国佬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上面说要同民团协商 不管那上面说了些什么 我们都应该 爸爸 现在我要对您明说了 对妈妈也要明说 不论怎样 你们要让我去参军 因为我不能 这就是我要告诉你们的 这时 一直不受注意的B家走到父亲面前 脸红耳赤 用忽高忽低 尚未完全变阴的嗓子 说话了 伯爵夫人吃了一惊 眼睛往上一翻 双手一拍 怒气冲冲的对丈夫说 哎哟 你看看 这下子谈出事情来了 这时 伯爵从慷慨激昂中震静了下来 得了得了 又跑出了一个战士 B家 别再胡闹了 你得好好读书 这可不是胡闹爸爸 奥布伦四季年纪比我还小 他也要去 主要是我现在什么书也读不尽 现在 现在祖国处在危急之中 B家中间停了一下 脸红的冒汗 最后还是把话说完了 够了够了 净说傻话 您自己不是说愿意牺牲一切吗 B家 我对你说 闭嘴 伯爵回头望望 只见伯爵夫人脸色发白 直勾勾地盯着小儿子 我对您说 现在皮埃尔伯爵也要对您说 我告诉你 荒唐 乳秀未干 也想参军 哼 哼 我告诉你 伯爵说着拿起文件 走出屋子 大概想到书房里 午睡前再看看 哦 皮埃尔伯爵 我们去抽口烟吧 皮埃尔犹豫不决 心神不定 那他傻那双 生气勃勃 异常明亮的眼睛 热情地盯住他 使他心慌意乱 不 不 我想 我该回家了 哦 您怎么要回家呀 您不是要在我们这儿待到晚上吗 嘿嘿 您进来难得来了 我那个丫头呢 哦 只有您来 那她傻她才高兴 是的 我忘记了 我 我一定得回家 我 我有事 啊 好吧 那么 再见了 伯爵说着走出了屋子 那他傻却急急追问皮埃尔 挑战似的望着皮埃尔的眼睛 您为什么要走 您为什么不高兴 您为什么心神不安 您 因为我爱你 皮埃尔想说这句话 但他没有说出口 他只是垂下眼睛 脸红的几乎流泪 因为 我还是少到您这里来为好 因为 哦 不 不是 我是真的有事 为什么 不 告诉我 您要告诉我 那他傻本来语气坚决地说着 但突然停住了 他们两个心慌意乱地对视着 他试图笑笑 但笑不出来 他的笑容显得很痛苦 皮埃尔默默地吻了吻那他傻的手 走了 皮埃尔暗自决定 再也不去罗斯托夫家了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 西窗书院制作 第二十八集 逼甲参军的要求遭到父母断然拒绝后 走到自己屋里 锁上门 伤心地哭了一场 他喝茶时也闷闷不乐 眼睛红肿 但大家都装作没有看见 第二天 皇帝驾离莫斯科 洛斯托夫家几个仆人要求去一睹皇帝的御荣 这天早晨 逼甲打扮了很久 穿戴 梳头 像大人一样把应领拉直 他对着镜子皱紧眉头 做做首饰 耸耸肩膀 最后没和家里任何人打招呼 就戴上帽子 尽量不引人注意地从后门跑出去了 逼甲决定直接到皇帝所在的地方 坦率地对宫廷侍从说 他洛斯托夫伯爵年纪虽小 却愿意为国效劳 年幼不能妨碍他效忠皇上 逼甲在出门前打扮的准备时间里 想好了很多对宫廷侍从说的动听的话 逼甲认为正因为他是个孩子 他有可能见到皇上 他相信大家都会为他是个孩子而感到惊讶 但同时 逼甲又整整领子梳好头发 尽量让自己的步伐庄重而从容 竭力把自己装得像个大人 逼甲越往前走 他的注意力就越被涌向克里姆林宫的人群所吸引 渐渐就忘记了走路要像成年人那样稳重缓慢有派头 当逼甲走进克里姆林宫时开始担心自己会被人击倒 他就雄啾啾地撑开双肘 到了三一门不管他态度多么坚决 人群也并不知道他是抱着满腔爱国热情去克里姆林宫的 毫不客气地把他挤到了墙边 逼甲不得不停下脚步让隆隆的车队先从拱门下经过 逼甲旁边站着一个农妇一个跟班两个商人和一名退伍兵 逼甲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没等车辆走完就想抢先往前走 他拼命用自己的肘臂开路 但站在他旁边的农妇受当其冲 愤怒地冲他大叫大嚷起来 记什么呀小少爷 你看大家都站着不动 你记什么呀 大家都在记 跟班说着也用壁肘开路 把逼甲挤到发臭的大门角落里 逼甲擦擦冒汗的脸 拉起他那像大人一样笔挺的汗湿的应领 逼甲现在觉得他的外表一定很不体面 唯恐宫廷侍从看见他的模样 不让他见皇帝 但周围太挤 他无法把自己修饰一番 也无法换个地方 路过的将军中 有一个是罗斯托夫家的熟人 逼甲想请这位将军帮忙 但又觉得这样有失男子汉的体面 等所有车辆都过去了 人群就裹挟着逼甲涌向挤满人的广场 不仅广场上挤满人 斜坡上和屋顶上也都是人 逼甲刚来到广场上就听见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和欢乐的人语声 广场上一度比较空旷 但突然大家都摘下帽子向一个地方冲去 逼甲被挤得喘不过气 每个人都在呼喊 逼甲踮起脚尖 他被人推推挤挤挤 除了周围的人群 什么也看不见 人们脸上都现出虔诚和狂欢的神色 站在逼甲旁边的一个女商贩 放声大哭 泪水躺个不停 他一边用一只手指擦着眼泪 一边激动地喊着 父亲 天使 老爷 四面八方都是人们的高声呼喊 人群在一个地方停了一会儿 然后又向前冲去 乌拉 乌拉 让我过去 逼甲不顾一切咬咬牙 像野兽一样转动眼睛 用壁肘开路往前冲 嘴里叫着乌拉 仿佛此刻要把自己和所有人通通杀死 而在他旁边是一张张同样的野兽般的脸 嘴里同样高呼着 乌拉 哦 原来皇帝是这样的 不行 我不能直接向他请愿 这太冒失了 虽然如此 他还是拼命向前挤 从前面人群的背后 他望见一块空地 上面铺着一长条红地毯 但这时人群向后退了 前面的警察正在推开靠近卫队的人群 皇帝正从皇宫走向圣母升天大教堂 毕甲的肋骨上被猛撞了一下 又被挤得那么厉害 他突然两眼发黑 失去了知觉 当他醒过来的时候 看见一个身穿蓝色旧法衣的教室模样的人 一柳花白的头发往后梳着 大概是个筑记 筑记一手搂住毕甲的腰 一手挡住拥挤的人群 哎呀 别急了 别急了 看把小少爷挤坏了 这样不行啊 哎呀 你们轻一点 把小少爷挤坏了 哎呀 挤死人了 皇帝走进了圣母升天大教堂 人群又疏散开来 筑记把脸色苍白 呼吸急促的逼甲 扶到克里姆林宫的炮王那里 有几个人怜惜地看看毕甲 突然人群向他们拥来 毕甲的周围又是一片拥挤 在毕甲旁边的几个人照顾他 替他解开军斧钮扣 把他放在炮台上 并责备挤他的人 这样会把人挤死的 真不可怜的 脸色白得像白布 毕甲很快就清醒过来了 他的脸上又恢复了血色 疼痛也消失了 这暂时不愉快的昏倒 让毕甲在炮台上获得了一个位置 他希望在这里能看到 从这里回去时的皇帝 毕甲已不再想到请愿 只求看到皇帝的豫荣 这样他就觉得很幸福了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西窗书院制作 第二十九集 圣母升天大教堂里在座礼拜 庆祝皇帝驾临 庆祝和土耳其人缔结合约 人群散开了 小贩在叫卖克瓦斯 蜜糖饼和毕甲特别喜欢的 英素糖饼 人们在随便交谈 一个女商贩给大家看 他那条撕破的披金 说这是他花了大价钱买来的 另一个女商贩说 如今丝绸都涨价了 那个救了毕甲的筑记 正在跟一个官员谈话 说今天是某某司祭同主教一起主持礼拜 祝祭几次说会同主祭 毕甲不懂这个词的意思 两个青年小市民 正在和一些吃核桃的农奴姑娘调笑 这些谈话和调笑 对毕甲这样年纪的男孩 本是很有吸引力的 现在却引不起他的兴致 他高高地坐在炮台上 只想到皇帝和他对皇帝的爱戴 心里充满了激动 被几时感到的疼痛和恐惧 和马上要见到皇帝的狂喜 混合在一起 让毕甲觉得这个时刻意义特别重大 突然从河滨传来 庆祝同土耳其人讲和的龙龙礼炮声 人群又迅速地涌向河滨 去看放炮 毕甲也想往那里跑 但保护他的筑记不让他去 炮声继续想着 这时从圣母升天大教堂里 跑出一些军官将军和宫廷侍从 接着又走出一些步履从容的人 人们又摘下了帽子 那些跑去看放炮的人 又都往回跑 最后从圣母升天大教堂里 走出四个穿军服配受戴的男人 人群又欢呼起来 哪一个 哪一个是皇上 忽然忽然忽然 毕甲哭泣着问周围的人 但没有人回答他 毕甲认定了四个人中的一个 他泪眼模糊 看不清那人是谁 但他仍然把全部热情 倾注在这个人身上 其实这个人并不是皇帝 毕甲高声狂叫着乌拉 这一刻他大定如意 不管得付出多大代价 明天他一定要去参军 人群跟着皇帝跑着 一直把他送到皇宫 这才散去 天色已经晚了 毕甲还没吃过东西 身上大汗淋漓 但他不想回家 他和虽然在逐渐减少 但为数还相当多的人 站在皇宫前 在皇帝进餐时 他们向皇宫的窗子张望着 等待着什么 毕甲非常羡慕那些 走上台阶去 和皇帝共进午餐的达官显贵 也羡慕那些在窗口闪动 伺候皇帝进餐的御前侍从 在皇帝进餐时 侍从华洛耶夫望了望窗外说 民众还是希望见见陛下 进餐完毕 皇帝站起身来 一面吃完最后一块饼干 一面走到阳台上 毕甲随着人群向阳台奔去 人们叫喊着 有几个女人和心肠软的男子 包括毕甲在内都幸福地哭起来 皇帝手里一块相当大的饼干碎了 落到阳台栏杆上 又从栏杆落到地上 那个站得最近 穿紧身短袄的车夫 向这块碎饼干奔去 把他抓在了手里 立刻就有几个人向车夫扑去了 皇帝看到这种景象 吩咐拿一盘饼干来 接着他就在阳台上向下洒饼干 毕甲两眼冲血 被挤坏的危险让他格外紧张 但他还是向饼干扑去 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但觉得一定要得到皇帝亲手赐给的饼干 他奔过去 撞到一个抢饼干的老婆子 老婆子抢饼干没有抢到 反而被毕甲撞倒在地上 但他并不认输 毕甲用膝盖推开他的手 一把抓住饼干 仿佛怕落后似的慌忙叫起乌拉来 毕甲的声音已经嘶哑了 皇帝终于离开了阳台 人群也大部分逐渐散去 四面八方传来快乐的人声 我看到了皇上 圣明的皇上 终于看到了 是啊 是啊 我说还要再等一等 果然等着了 毕甲虽然感到很幸福 但他还是觉得扫兴 因为现在得回家去了 这一天的欢乐已经结束了 离开克里姆林宫后 毕甲也没有回家 而是去找他的朋友奥布伦斯基 奥布伦斯基才十五岁 但也想参军 毕甲回到家里 斩钉截铁地宣布 要是不让他去 他就逃跑 第二天 罗斯托夫伯爵 虽然还没完全答应毕甲 但自己出去打听了 看能不能给毕甲 谋一个危险较小的职务 第三天 十五号早晨 斯洛伯达宫前 停着无数辆马车 皇宫里几个大厅都挤满了人 第一个厅里是穿制服的贵族 第二个厅里是穿蓝长衣 留大胡子配奖章的商人 贵族议会厅里 人声喧闹 活动频繁 在皇帝预像下的大桌子旁 高被椅上坐着最显要的贵族 但大多数贵族都在大厅里来回走动 这些贵族 皮埃尔几乎天天在俱乐部里 或者他们家里见到 此刻都穿着制服 有的穿着叶卡吉林纳朝的制服 有的穿着保罗朝的制服 有的穿着亚历山大朝的新制服 有的穿着普通的贵族制服 这些五花八门的制服 使得这些互相熟识的老老少少显得有些怪蛋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老头子们 他们一个个都老眼昏花 牙齿脱落 头顶光秃 脸色黄肿 皮肤打皱 憔悴消瘦 他们多半沉默寡言的 坐在原地不动 如果走动或说话 他们也是去找年纪较轻的人 这些人的脸也像逼甲在广场上见到的那些人一样 表情十分矛盾 一方面在等待什么庄严重大的事情 另一方面心里想着日常的生活 打波斯顿牌 厨子比德鲁士卡烧的菜 其那一大的健康等等 皮埃尔穿着宅小不适的贵族制服 一早来到宫里 他心情激动 因为即将举行的这次非常会议 不仅贵族参加 商人也参加 是一次三级会议 这勾起他一连串搁置已久 但深藏心底的 关于民约论和法国革命的思想 他在《告民众书》中看到说 皇帝将到京城来和民众协商 更加强了他这个想法 他认为在这方面 他期待已久的重大事件正在逼近 他走来走去观察动静 倾听人们的谈话 但却没有听到任何人提起 他所关心的那种观点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 西窗书院制作 第三十集 在宣读皇帝的《告民众书》时 引起一片欢腾 然后大家一边谈论一边散去 皮埃尔听到他们在谈论 皇帝驾临时 首席贵族应站在什么地方 什么时候为皇帝举行舞会 他们应当按县分组 还是按省分组等等 但当他们一谈到战争 和召开贵族会议的目的时 谈话就变得犹豫不决 闪烁其词 多数人都情愿听 而不愿发表意见 一个身穿退伍海军服 相貌英俊 体格魁梅的中年男子 正在一个厅里发表议论 他的四周围了一群人 皮埃尔也走到他的旁边 听他说话 罗斯托夫伯爵 身穿叶卡吉林纳朝的长军服 带着愉快的笑容 在人群中走来走去 这里所有的人他都认识 这会儿 罗斯托夫伯爵走到他们中间 照例和颜悦色地听着 不住地点头表示赞成 退伍海军军官 讲话很大胆 这从听众脸上的表情 可以看出来 从皮埃尔认识的那些 胆小安分的人 不以为然地走开去 或者表示反对的反应 也可以看出来 皮埃尔挤进人群 留神细听 确信讲话的人是个自由主义者 但他的自由主义 同皮埃尔的思想截然不同 海军军官的声音 是嘹亮的南中音 像唱歌一般好听 喉音很重 听得出他惯于发号施令 指使人家 就像吩咐跟班那样 喂 拿茶来 拿烟斗来 斯莫朗斯克人建议皇上办民团 那又怎么样 难道我们要试试听从斯莫朗斯克人吗 莫斯科省的高尚贵族 如果认为有必要 我们可以采取其他方式向皇上效忠 难道我们忘记1807年办民团的事了吗 结果只是让吃教会饭的人 和小偷强盗发了财 罗斯托夫伯爵还是甜滋滋的微笑着 赞同的点点头 演讲的人越来越兴奋 请问 我们的民团对国家有什么用 什么用也没有 只能糟蹋我们的庄稼 还是征兵好啊 不然回来时兵不像兵 庄稼汉不像庄稼汉 只能成为浪荡鬼 贵族并不吝息生命 我们人人都可以参军 可以招募更多的新兵 只要圣上一声令下 我们就可以为他赴汤蹈火 罗斯托夫伯爵高兴得直咽口水 他推了推皮埃尔 皮埃尔也想说话 于是便挺身而出挤上前去 皮埃尔觉得十分兴奋 但却不知道为什么兴奋要说什么 皮埃尔刚要开口 站在演讲人旁边的一个参议员 抢在了他的前面 这个参议员牙齿已全部脱落 生着一张聪明的面孔 但怒容满面 他显然惯于主持辩论 能抓住问题 他说话声音很低 虽然没有牙齿 但说得很清楚 我认为阁下 我们奉赵来到这里 并不是来讨论 目前是征兵 还是组织民团 对国家更有利 我们奉赵来到这里 是为了响应圣上的号召 至于征兵和组织民团 哪一样更好 还是让最高当局去裁决吧 皮埃尔突然发觉 有机会抒发他的满腔热情了 在当务之急下 这个参议员竟提出 这种迂腐而狭隘的观点 皮埃尔觉得 一定要狠狠地加以批捕 皮埃尔走上前去 打断参议员的话 虽然他自己也不知道 要说些什么 但他说得很激动 时尔用文周周的俄语 有时还夹杂着法语 对不起 阁下 虽然我不同意先生 皮埃尔开始发言 他早就知道这位参议员 皮埃尔觉得 在此时此地 应该对他打官枪 称之为我尊敬的对手 但又迟疑了一下 虽然我不同意这位 我还无缘认识的先生 但我认为 贵族阶级凤赵来到这里 除了表示同情和高兴外 还应该讨论我们的救国大计 我认为 如果圣上看到我们 只不过是一些 只能向他贡献 农奴的农奴主 我们自己只能充当炮灰 而听不到我们的意见 他一定会不高兴的 皮埃尔说得越来越兴奋 许多人看到参议员的轻蔑笑容 和皮埃尔的自由化言论 纷纷离开了这个圈子 只有罗斯托夫伯爵 对皮埃尔的话很满意 老伯爵对海军军官 参议员和他听到的任何言论 都一样满意 我认为 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 我们应该请求圣上 恭恭敬敬地请求圣上 告诉我们 我们有多少军队 军队的情况怎样 然后 但皮埃尔还没把话说完 就突然受到三方面的攻击 攻击最凶的是他的老乡时 带他很好的波斯顿牌友 阿普拉科信 阿普拉科信身穿制服 不知是由于他身穿制服 还是别的原因 皮埃尔觉得 他完全变了一个人 阿普拉科信脸上 突然献出老年人的胸像 对皮埃尔呵斥道 第一 我要告诉你 我们无权向圣上提问题 第二 即使俄国贵族有这样的权利 圣上也不能回答我们 军人 根据敌人的行动而行动 人数有增有减 此时 另一个人的声音 又打断了阿普拉科信的话 此人中等身材 四十岁光景 皮埃尔以前在吉普赛人那里 见过他 知道他是个别角的牌手 他今天也因为换上制服 而变了样 他向皮埃尔迈进一步 现在可不是发议论的时候 现在需要行动 战火已经烧到俄国了 我们的敌人正在侵犯俄国 要糟蹋我们的祖坟 要抢走我们的妻子儿女 我们都要奋起 人人都要勇往直前 大家要为了沙皇圣上战斗 这个贵族垂着胸脯 他转动冲血的眼睛 大声嚷嚷 人群中立刻有几个人表示赞许 为了保卫信仰 皇位和祖国 我们俄国人不惜流血牺牲 既然我们是祖国的子孙 就不该光说空话 我们要让欧洲看看 俄国人怎样保卫俄国 皮埃尔想反驳 但说不出一句话 他觉得不论他说什么话 表达什么思想 总不及那个兴奋的贵族的话 说得动听 罗斯托夫伯爵站在人群后面 点头表示赞成 有几个人在每句话结束时 都大胆地向发言者转过身来说 对了对了 就是这样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 西窗书院制作 第三十一集 皮埃尔想说 他并非不肯捐献金钱农奴和牺牲自己 但是要想解决计 但是要想解决问题就得知道情况 但他此刻却张口结舌 说不出话来 许多人同时说话 同时叫嚷 让罗斯托夫伯爵来不及一一点头表示同意 人群聚拢来又散开去 然后又聚拢来 吵吵嚷嚷嚷地向大厅里一张大桌子走去 皮埃尔一直没有机会把话说完 他一开口就会被人粗暴地打断 人们推开他 纷纷避开他 就像对待共同的敌人那样 出现这样的情况 并不是大家对皮埃尔的发言有不同意见 大家听了那么多发言 早已忘了皮埃尔说过什么了 但是要鼓动人们的情绪 就需要一个具体的爱的对象 和一个具体的恨的对象 皮埃尔现在就成了后一种 大家恨的对象 在那个慷慨激昂的贵族之后 许多人发了言 他们都是一个调子 许多人都说得很动听 有独到的见解 俄国信使报发行人 格林卡被人们认出来 人群里发出一片 作家作家的呼声 格林卡说 地狱应该用地狱来反击 他曾看见一个孩子 在打雷闪电时还在微笑 但我们不能像那个孩子那样 是啊是啊 现在雷声隆隆 人群走到大桌子旁边 那里坐着一些身穿制服 胸配兽戴 白发秃顶的七十来岁的老贵族 这些老头在家里和小丑斗乐 或在俱乐部里打波斯顿牌时 皮埃尔都曾见过 人们闹嚷嚷地走到桌旁 讲话的人一个接一个 有时两人同事说 站在后面的人觉得 发言的人漏了什么 就马上来补充 还有些人拼命搜索枯肠 想在这种热烈的场合里 说些别人没说过的话 那几个上了年纪的达官贵人 坐在那里左顾右盼 大部分人似乎感到很热 皮埃尔也很激动 人们那种不惜牺牲一切的情绪 感染了皮埃尔 不是他们的言辞 而是他们的声音 他们的面部表情感染着皮埃尔 皮埃尔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 但觉得自己有点疏漏 很想再说明一下 我只是说 要是知道国家需要什么 我们就能做出更恰当的奉献 皮埃尔用了很大的声音 竭力想压倒别人的声音 旁边一个小老头回头看了他一下 但立刻就被桌子 另一端的叫声吸引过去了 是呀 莫斯科要放弃了 莫斯科将成为赎罪的牺牲品 他是人类公敌 让我说 数位 你们要把我挤坏了 这时候 下巴突出 眼睛机灵的 拉斯托普京伯爵 身穿将军服 监挂寿袋 排开聚集的人群 快步走进来 皇帝陛下马上驾到 我认为我们不必就目前的处境 多发议论 皇上开恩 把我们和商人着急拢来 商人们 他们会捐献几百万卢布 而我们的责任 就是提供民团 不惜牺牲 这一点 我们至少能办到 坐在桌旁的达官显贵 开始讨论 会开得非常平静 老头们异口同声地说着同意 我也是这个意思 等等 经过刚才的一片喧闹 他们的声音 听起来有点沉闷 书记奉命记下 莫斯科贵族的决议 莫斯科贵族 同斯莫森斯科贵族一样 每千名农奴中 抽十名壮丁 并负责全副装备 贵族老爷们 协商完毕 都如释重负 站起身来 推开椅子 开始在厅里 来回走动 活动腿脚 有时随便挽住一个人闲聊 皇上 皇上 快看 是皇上 各个大厅 传出一片喊声 人们都向门口拥去 皇帝穿过家道欢迎的贵族 沿着宽阔的通道走进大厅 人们脸上都现出恭敬 惶恐和好奇的神色 皮埃尔站得比较远 听不清皇帝在说什么 只听见皇帝谈到国家处境危险 他对莫斯科贵族寄予厚望 随后有人向皇帝报告刚通过的贵族决议 诸位 皇帝的声音颤抖着 人群骚动了一下 又安静下来 于是皮埃尔听清了皇帝富有人情味的悦耳声音 我从不怀疑俄国贵族的忠心 但今天你们的忠心超过我的预料 我以祖国的名义感谢你们 诸位 让我们行动起来 时间最宝贵 皇帝的话说完了 人群在他周围拥挤着 四面八方传出狂热的欢呼声 是的 时间最宝贵 皇上尽口欲言 洛斯托夫伯爵激动地吊着眼泪 虽然他站在后面 什么也听不清 皇帝离开贵族大厅 去了商人大厅 在那里待了十分钟光景 皇帝从商人大厅里走出来时 眼睛里含着感动的泪水 后来他们才知道 皇帝一开始向商人讲话 就热泪盈眶 他声音颤抖着 才把话讲完 皮埃尔看见皇帝 有两个商人护送着走出来 一个是胖胖的酒类专卖商 另一个是销瘦憔悴 胡子狭长的商会会长 这两人皮埃尔都认识 两人都在哭泣 瘦子双眼饱含泪水 胖子则哭得像个孩子 嘴里反复嘟囔着 陛下 请接受我们的生命和财产吧 皮埃尔当时唯一的愿望 是想向皇上表示 他什么都不在乎 一切都可以牺牲 此刻皮埃尔觉得 他那番有力线倾向的演说 是错误的 他要找机会加以纠正 皮埃尔得知 马姆诺夫伯爵要提供一个团 他就立刻向拉斯托普金伯爵表示 他愿出一千个人连同他们的给养 洛斯托普老伯爵回到家 把经过情况讲给妻子听 他忍不住老泪横流 当场答应了B家的参军要求 并亲自替他去报了名 第二天皇帝走了 所有被召集来的贵族都脱下制服 又各自在家里和俱乐部里消磨时光 他们哀声叹气 但还是吩咐管家们征集民团上报 同时又对自己所做的事情 感到很惊奇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 西窗书院制作 第一集 拿破仑之所以发动对峨战争 是因为他不能不去德雷斯顿 不能不被荣耀冲昏头脑 不能不穿上波兰军服 不能不受六月早晨的鼓舞 而野心勃勃 不能不先在库拉基面前 后在巴拉歇夫面前大发雷霆 亚历山大之所以拒绝一切谈判 是因为他觉得受了侮辱 巴克莱德托里 之所以力求用最高明的方法指挥军队 是因为他要克尽职守 并驳取伟大战略家的名声 尼古拉之所以越马向法军冲锋 是因为他无法克制在旷野上 极持的欲望 同样 无数参战的人也都各凭自己的性格 习惯条件和目的而行动 他们又恐惧又虚荣又快乐又愤怒 他们议论纷纷 他们自以为了解自己的行为 自以为是在为自己行动 其实他们都是身不由己的历史工具 做着他们自己并不明白 而后人才了解的是 这就是一切实际活动家的必然命运 他们观作得越大 就越不自由 现在1812年的活动家 早已退出历史舞台 他们的个人作用 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留下的只有历史的结果 这些追求个人目的的人 注定要造成重大后果 但这样的后果 当时的拿破仑没有料到 亚历山大也没有料到 参加战争的其他人 更没有料到 现在大家都明白 1812年法军溃败的原因 不会再有人为此争论 拿破仑的法军之所以溃败 一是由于他们深入俄国腹地 却没有做好过冬准备 二是由于法军焚烧俄国城市 激起俄国人民同仇敌凯 因而决定了战争的性质 但是一支由最优秀的统帅 所指挥的世界上最精锐的八十万大军 大败于一支 由经验不足的统帅 所指挥的 人数只及一半 而又缺乏作战经验的俄军之手 只是由于这个原因 这在当时谁也没有预见到 而现在却是十分清楚了 当时不仅没有一个人预见到 俄国方面还始终竭力制止 唯一能拯救俄国的办法 法国方面 虽有拿破仑的作战经验和所谓天才 却千方百计要在夏末推进到莫斯科 也就是一心一意的自取灭亡 在有关1812年战争的历史著作中 法国作者喜欢津津乐道 拿破仑当时如何感觉到拉长战线的危险 他如何寻求决战机会 他的元帅们如何劝他在斯莫勒斯科停止进攻 并援引许多其他论据 以证明法国人当时已经看到了战争的危险 俄国作者则喜欢谈论 什么战争一开始就有引诱拿破仑 深入俄国腹地的苦战计划 有人说这计划的制定者是普法尔 有人说是一名法国人 有人说是托里 有人说是亚历山大皇帝本人 并援引一些作战方法的笔记方案和书信 从中找到一些所谓暗示 不过不论是法国方面的还是俄国方面的 现在重提所有这些暗示 都只不过因为事件的结果与它们相合 任何事件只要有了结果 总会有人说我早就说过会有这样的结果 而全然忘记了还有很多完全相反的推测或暗示 说拿破仑早就意识到拉长战线的危险 说俄国人早就想右敌深入 这显然都是史学家的牵强附会 他们把这种推测强加到拿破仑和他的元帅们头上 又把那种作战计划强加到俄国将领头上 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在整个战争期间 俄国方面不仅从无引诱法军深入俄国腹地的企图 而且从法军一侵犯俄国起就竭力阻止他们前进 拿破仑不仅从来没有害怕过拉长战线 而且把自己每推进一步都看作胜利 也不像以往作战那样要求速战速决 而是缓慢地进行战斗 战争一开始 我们的军队就被切断了 当时我们追求的唯一目标就是使他们汇合起来 而如果我们存心后退和右敌深入 那么让军队汇师就没有好处 亚历山大皇帝御驾亲征也是为了鼓舞士气 保卫每一寸俄国土地可不是为了后退 根据普法尔计划建设的规模巨大的德里萨阵地 也不是打算继续后退 事实上军队每后退一步 皇帝都要责怪总司令 皇帝没有设想过火烧莫斯科城 更没有设想过让敌人占领斯莫勒斯科 我军会合的时候 皇帝气愤的是没有在城外打一次大仗 就让斯莫勒斯科沦陷和焚毁掉 不仅皇帝这样想 俄国将领和俄国民众也是一想到俄军撤到腹地 就更加气愤 拿破仑切断俄军后 深入到俄国腹地 他放弃了几次会战的机会 八月间拿破仑在斯莫勒斯科一心考虑着 怎样继续前进 我们现在明白 正是法军的继续前进导致了他的灭亡 事实很清楚 拿破仑并未预见到向莫斯科进军的危险 亚历山大和俄国将领也没有想到 要引诱拿破仑深入 当时他们所考虑的正好都是与此相反的事 是拿破仑深入俄国腹地的原因 不是谁制定了诱敌深入的计划 而是俄军参战人员勾心斗角 争权夺利的结果 皇帝御驾亲征 原想鼓舞士气 但他的在场和犹豫不决 再加上大量顾问和计划 反而破坏了第一军的战斗力 这使军队不得不后退 俄军原想坚守德利萨战地 但一心想当总司令的暴露器 竭力影响亚历山大 于是普法尔的整个计划被取消 指挥大权落到巴克莱德托利手里 但巴克莱德托利也权力有限 不服众望 军队四分五裂 没有统一指挥 巴克莱德托利不得人心 但这种混乱分裂和德国人总司令的不得人心 一方面是军队产生了犹豫不决 和避免会战的情况 另一方面 人们对德国人越来越愤恨 爱国热情则越来越高涨 最后皇帝离开了军队 唯一合适的借口是 他必须去鼓舞新旧两个京城 民众的热情 以发动全民战争 卡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西窗书院制作 第二集 皇帝的驾临莫斯科 使俄军的力量增强了两倍 当时皇帝离开军队是为了不妨碍总司令的统一指挥 以便他能采取更加果断的措施 但是不料皇帝走后 军队的领导却更加混乱和削弱 别逆省 亲王和一群侍从武官留在了军队里 监视总司令的行动 同时鼓舞他的斗志 但巴克莱德托里 在这些皇帝耳目的监视下 觉得自己更不自由 在制定重大行动计划时 更加小心翼翼 竭力避免会战 巴克莱德托里主张谨慎行事 皇太子则暗示 这是一种不忠行为 要求发动大会战 刘伯米尔斯基 布拉尼斯基 弗洛斯基之流大肆鼓噪 于是巴克莱德托里 就以给皇上帝奏章为借口 把这些波兰士从武官 打发到彼得堡 然后同别逆省和亲王 进行一场公开的斗争 最后 不管巴克拉基昂怎样不乐意 俄军还是在斯莫朗斯克会失了 巴克拉基昂乘车来到 巴克莱德托里的行员 巴克莱德托里配上武装袋 出来迎接 向官阶比他高的巴克拉基昂报告 官阶更高的巴克拉基昂 虽然为了表示豁达大度 而服从巴克莱德托里 但他同巴克莱德分歧却更大了 按照皇帝的旨意 巴克拉基昂有事可直接奏文皇上 于是他就写信给阿拉克基耶夫 尊奉圣上御旨 但我实在无法跟大臣巴克莱奉事 看在上帝份上派我到别处去吧 即使去指挥一个团也行 我再也无法在这里待下去 总司令部里是德国人的天下 俄国人无法立足一筹莫展 我想结成为圣上和祖国效劳 但结果表明 我只是在为巴克莱服务 说实话 我不愿意 布拉尼茨基 温森·海洛德之流 更是在两位总司令之间胡乱搅和 结果就让意见更难统一 当俄军准备在斯莫朗斯克城下 向法军发动进攻时 一位将军奉命视察阵地 这位将军仇恨巴克莱 他并未去视察阵地 而去找一个任军长的朋友 在那里坐了一天 然后回到巴克莱那里 对他并未亲眼看过的阵地 横加指摘百般挑剔 正当俄军将领 在就未来战场进行争论和策划军事行动时 当俄军还在找寻行踪不明的法军时 法军已遇上涅威洛夫斯基师 兵临斯莫勒斯克城下 为了保全交通线 必须在斯莫勒斯克展开一场毫无准备的战斗 会战发生了 双方都伤亡数千人 斯莫勒斯克失守了 这违反了皇帝和全民的意愿 但斯莫勒斯克城 是居民受总督的欺骗 自己焚毁了 这些遭难的居民念念不忘自己的损失 对敌人燃起冲天怒火和仇恨 他们逃难到莫斯克去 给俄国其他城市居民做出榜样 拿破仑继续前进 俄军节节败退 然而最后 这些却成了俄军战胜拿破仑的条件 鲍尔康斯基公爵 在儿子走后第二天 把玛利亚公爵小姐换到跟前 喂玛利亚 怎么样 现在你满意了吧 你让我与安德烈吵了一架 你满意了吧 我知道你就希望这样 你满意了 这使我痛心痛心 我老了 身体虚弱了 你就希望这样 好 你高兴吧 高兴吧 那天以后 玛利亚公爵小姐 有一星期没见到父亲 老公爵病了 没有出书房一步 使玛利亚小姐感到惊讶的是 患病期间 老公爵也不让布林小姐进去了 只有鸡鸿一人侍候她 一星期后 老公爵走出书房 恢复了原来的生活方式 又格外起劲地建造房屋和管理花园 完全断绝了 同布林小姐的关系 她表情冷漠 对玛利亚公爵小姐说话 语气冷淡 仿佛表示 你瞧 你无中生有 向安德烈公爵捏造 我同这个法国女人的关系 让我同儿子争吵 你瞧 我不需要你 也不需要法国女人 玛利亚公爵小姐 每天把半天时间 花在小尼古拉身上 督促她复习功课 亲自给她上俄语课和音乐课 并和德萨尔谈话 另外半天时间 玛利亚就坐在屋里看书 和老保姆 或是和有时从后门进来的神亲们 一起度过 玛利亚公爵小姐 对战争的想法 也同一般女人差不多 她为战场上的哥哥提心吊胆 不能理解人们互相屠杀的残酷行为 她不理解这场战争的意义 觉得她和历次战争没有什么区别 尽管经常同她谈话的德萨尔 十分关心战争的进展 竭力把她的想法讲给她听 尽管来看她的神亲 都怯生生地告诉她 基督的敌人入侵俄国了 玛利亚仍然不理解这场战争的意义 如今已成为鲍利斯公爵夫人的丘利 也从莫斯科给玛利亚写来了 洋溢着爱国热情的信 我用俄语给你写信 我亲爱的朋友 因为我恨一切法国人 同样也恨法语 我听不得人家说法语 我们在莫斯科怀着满腔热忱 爱戴我们的皇帝 我可怜的丈夫在犹太老的客栈里 忍饥受苦 但我所得到的消息 却使我更加振奋 拉耶夫斯基的英雄事迹 你一定听到了 他搂着两个儿子说 我要跟敌人同归于尽 但绝不动摇 不错 虽然敌人比我们强一倍 但我们绝不动摇 我们尽量合理地安排时间 打仗毕竟是打仗 阿琳娜公爵小姐和沙费 整天同卧在一起 我们这些受活寡的可怜女人 坐着拆裹伤纱布 谈得很愉快 就可惜您我的朋友不在这里 玛丽娜公爵小姐不理解这场战争 因为老公爵从来不谈战争 不承认现在有战争 吃饭时 德萨尔一谈到战争 老公爵就取笑他 老公爵的语气是那么平静和自信 玛丽娜公爵小姐对他深信不疑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 西窗书院制作 第三集 整个七月老公爵都非常活跃 简直可以说是生气勃勃 他又新披了一座花园 新盖了一座下房 有一件事让玛丽娜公爵小姐很不安 那就是老公爵的休息方式 老公爵睡得很少 也不再在书房里睡 每天都更换过夜的地方 有时吩咐仆人把行军床搭在游廊里 有时睡在客厅沙发或高备安乐椅上 他常穿着衣服打瞌睡 有时他叫同仆比德鲁什卡给他念书 却不叫不恋小姐 有时他就在餐厅过夜 8月1号 家里收到安德烈公爵的第二封信 在安德烈公爵离家不久寄来的第一封信里 他恭顺地请求父亲宽恕他的顶状 并请求父亲对他像以前一样慈爱 老公爵写了一封亲切的回信给安德烈 之后就疏远了法国女人 安德烈公爵的第二封信 是在法军占领维切布斯克后在城郊写的 他在信里简单叙述战役的经过 并在纸上画了一张草图 写了对未来战局的推测 在这封信里 安德烈公爵提醒父亲 铜山离战场不远 是军队必经之地 劝父亲迁居莫斯科 那天吃饭时 德萨尔谈起 他听说法军已占领维切布斯克 这时老公爵想起了安德烈公爵的来信 他对玛利亚公爵小姐说 我今天收到安德烈公爵的信 你没看过吗 没有爸爸 公爵小姐惶恐地回答 他不可能看到信 他甚至不知道有信来 他信里写到当前的战争 老公爵脸上习惯成自然地带着嘲弄的微笑 最近他谈到这次战争时 总是带着这样的微笑 一定挺有意思 公爵能知道 这挺有意思 布林恩小姐 你去给我拿来 您知道吗 在小桌子上 吸墨器底下 布林恩小姐快乐地跳起来 但老公爵忽然皱起了眉头嚷道 不 不要您去 你去拿 米哈伊尔伊凡内奇 米哈伊尔伊凡内奇就站起来往书房走去 但米哈伊尔伊凡内奇刚走 老公爵就不安地环顾了一下 扔下餐巾 自己走出去 亲自取信去了 他们什么都不会 总是弄错 他一走开 玛利亚公爵小姐 德萨尔布林恩小姐 甚至小尼古拉都默默地交换了一下眼色 很快 老公爵在米哈伊尔伊凡内奇的陪同下 拿着信和建筑蓝图匆匆回来 他把信和蓝图放在手边 不让人在吃饭时读信 饭后 他来到客厅 把信交给玛利亚公爵小姐 然后摊开新的建筑蓝图 眼睛盯住那图 吩咐玛利亚公爵小姐读信 玛利亚公爵小姐一面读信 一面用询问的目光看着父亲 老公爵望着蓝图 似乎在聚精会神地思考 您看怎么样 公爵 我 得萨尔尔大着胆子问话 老公爵的眼睛没有离开蓝图 也仿佛不愿意被人唤醒 战场很可能移到我们这里来 战场 我一向说 现在还是这样说 战场在波兰 敌人绝不可能越过涅曼河 敌人已到了地涅薄河 可老公爵还在说到涅曼河 德萨尔惊奇地对他旺旺 不过玛利亚公爵小姐 不记得涅曼河的地理位置 还是认为父亲没有说错 等到玉蓉雪 他们准会淹死在波兰的沼泽里 他们就是不懂得这个道理 毕丽省 要是早一点进入普鲁士 情况就不同了 老公爵自顾自地说着 他想的是1807年的战争 仿佛那是不久以前的事 可是公爵 信里说到了唯切不思客啊 哦 信里写的 是的 是的 对 是的 他写了 法国人被击败了 是在什么河上呀 安德烈公爵没写到这事 德萨尔说完 垂下眼睛 老公爵的脸色突然变得阴郁了 他停了一会儿 难道他没写吗 哼 那也不是我想出来的 大家都沉默了 过了好一阵 老公爵忽然抬起头 直指蓝图说 是的 喂 米哈伊尔伊凡内奇 你说说 你打算怎么修改这张图啊 米哈伊尔伊凡内奇 走到蓝图前 老公爵和他谈了谈 新建筑的设计图 又怒气冲冲的瞧了瞧 玛利亚公爵小姐和德萨尔 回自己屋里去了 玛利亚公爵小姐看见 德萨尔凝视他父亲的眼神 是那么困惑而惊讶 他一言不发 玛利亚看到 爸爸把安德里的信 忘记在客厅桌子上 也感到吃惊 不过玛利亚不敢问德萨尔的困惑 和沉默的原因 他害怕想到这件事 晚上米哈伊尔伊凡内奇奉公爵之命 来向玛利亚公爵小姐索取安德里公爵的信 玛利亚公爵小姐虽然很不高兴 但还是把信交给了米哈伊尔伊凡内奇 玛利亚又大着胆子问 米哈伊尔伊凡内奇 爸爸 他在做什么 他总是忙得很 米哈伊尔伊凡内奇带着恭敬和嘲弄的微笑说 这笑容使玛利亚公爵小姐脸色发白 他对新造房子很不放心 他读了一会儿书 但现在他 大概在写字台上写遗嘱 说到最后一句 米哈伊尔伊凡内奇压低生意 近来老公爵爱做的一件事 就是写准备死后留下的文稿 他把这文稿称为遗嘱 他要派尔巴端奇到斯莫朗斯克去吗 可不是 他已经等了好久了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西窗书院制作 第四集 米哈伊尔伊凡内奇拿着信回到书房 老公爵戴着眼镜和遮阳帽 坐在打开的写字台旁 台上放着一盏有灯罩的灯 老公爵伸出一只手远远的拿着文稿 有点洋洋自得的读着自己写的意见书 他希望在他死后把这份意见书承交皇上 米哈伊尔伊凡内奇进去时 老公爵正眼镜里含着泪水 回忆着他写这篇文稿时的情景 他从米哈伊尔伊凡内奇手里 接过信放进口袋 摆开文稿 召唤等了好久的阿尔巴端奇进去 老公爵在一张纸上 开列了要在斯莫勒斯克办的事 就在门口站着的阿尔巴端奇的身边 来回踱步 交代着一项项该办的事 第一 信纸 八道 听见吗 这样大小的 要有金鞭 一定要照样子 疯了 我欺 赵米哈伊尔伊凡内奇的单子买 他在屋里来回踱步 又看了看他寄的条子 然后 你把这封关于郑书的信 当面交给省长 交给省长 当面交给他 就这样 哦 还有 新房子用的门栓 一定要我和你说的那一种 就要这种 别的不行 嗯 就要这种 然后 你再买一只讲究的木匣 用来存放遗嘱 老公爵向阿尔巴端奇交代代办事物 花了两个多小时 还没有放阿尔巴端奇走 他坐下来 继续考虑着 但不一会儿就闭上眼睛 打起瞌睡来 阿尔巴端奇轻轻动了一下 好 好 去吧 去吧 如果还有事 我会叫你的 阿尔巴端奇走了 老公爵 从心走到写字台旁 看了看 摸摸文稿 又把它锁起来 坐在桌前 给省长写信 写完信 老公爵封好信站起来 时间已很晚了 他想睡觉 但他知道他睡不着 一到床上 头脑里就会涌起 种种讨厌的念头 他把鸡虹换来 陪他走过几个房间 告诉鸡虹 今晚把床铺在哪里 他一边走 一边打量着每个角落 老公爵觉得 没有一个地方好 平时书房里睡惯的沙发 尤其不好 他觉得这张沙发可怕 大概是因为躺在上面 最容易胡思乱想 没有一个地方好 但起居室里的钢琴后面 那个角落也许还可以 因为他还从未在那里睡过 鸡虹和一个男仆 搬来一张床搭在那里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公爵叫道 亲自把床推得离角落半尺远 然后又拉近一点 脱上衣和裤子很费劲 公爵恼恨的皱起眉头 让鸡虹给自己脱衣服 好 总算都解决了 现在我要休息了 他脱下衣服 沉重的坐到床上 轻蔑的望着自己枯黄的两腿 仿佛在沉思 其实他并不是在沉思 只是因为要把两腿抬到床上很吃力 因此在抬腿前停了一下 哎 真吃力 哎 但愿快一点 快一点结束 这种苦事 老天 您就放过我吧 老公爵 咬紧嘴唇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躺下 但他刚躺下 就感觉身下的床突然均匀的前后波动起来 仿佛在沉重的喘着气晃动着 几乎天天晚上都是这样 他睁开刚刚闭上的眼睛 不得安宁 该死的 是的 是的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 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我留到床上考虑吧 是门栓吗 不是 门栓我已经说过了 嗯 不是 是客厅里用的东西 马里亚公爵小姐 纯粹是胡扯 德萨尔这个傻瓜 说什么着 哎 我口袋里有样什么东西 哎 想不起来了 几乎 吃饭的时候 大家谈到什么 谈到安德烈公爵 别说了 别说了 我想起来了 对 对 我知道了 是安德烈公爵的信 马里亚公爵小姐念了一遍 德萨尔 德萨尔说什么 威杰波斯克 把信拿过来 现在我要念一念 老公爵一只手拍了拍桌子 他吩咐激哄把口袋里的信拿出来 把放有柠檬水和罗行竹的茶几推到床前 然后戴上眼镜 然后戴上眼镜开始读信 直到现在 在夜晚的寂静中 在绿灯照的微弱烛光下 他才第一次看懂信里的意思 法军已在威杰波斯克 再过四天 他们可能抵达斯莫勒斯克 说不定 他们已到了那里 鸡哄 鸡哄跳起来 去吧 没事 没事 老公爵把信放到竹台下 闭上眼睛 他想起了多闹河 晴朗的中午 芦苇 俄国军营 想起了他自己 当时他还是一个年轻的将军 脸上没有一丝皱纹 朝气蓬勃 心情愉快 脸色红润 当他走进不将近华丽的行园时 对这个朝廷宠臣的强烈嫉妒心 是那么强烈 此刻 这种感觉又像当时那样 使他激动起来 他还想起和不将近初次见面时 说过的话 他又想起那个脸色发黄的矮胖女人 皇太后 他的笑容 他第一次刺见她时的笑脸 和说过的话 他还想起了皇太后躺在灵鹫台上的仪容 以及为了吻她的手 而同苏波夫发生的冲突 但愿快一点 快一点回到那个时代 但愿我现在的局面赶快结束 好让我安宁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 西窗书院制作 保尔康斯基公爵的铜山庄园 坐落在斯莫勒斯克以东六十额里 离莫斯科大道三额里 老公爵吩咐阿尔巴端奇去办事的那个晚上 德萨尔求见了玛利亚公爵小姐 告诉她老公爵身体欠安 但却没采取任何措施来保障自己的安全 而从安德烈公爵来信中可以看出 留在铜山是不安全的 因此德萨尔劝玛利亚写一封信 由阿尔巴端奇交送斯莫勒斯克省长 请省长把当前的形势 以及铜山处境的危险程度告诉自己 德萨尔为玛利亚公爵小姐代笔 写了给省长的信 由玛利亚签上名 又交给了阿尔巴端奇 命阿尔巴端奇赶快送交省长 如果遇到危险就尽快回来 阿尔巴端奇接受了各项吩咐 戴上公爵赠送的白绒帽 像公爵一样拿着一根手杖 在家人护送下 坐上一辆有三匹黑宗黄鹤骏马拉的 皮鹏马车 马车上的大铃被裹起来了 小铃里面也塞了纸 老公爵不许任何人在铜山 乘有铃铛的马车 但阿尔巴端奇走远路 喜欢车上有铃铛 阿尔巴端奇的士仆 秘书 账房 厨娘和下手 两个老婆子 士童 车夫和其他家奴 都来给他送行 他的女儿把印花布羽绒垫子放在他的背后和座位上 他的老嫂子偷偷塞给他一包东西 车夫把他扶上车 阿尔巴端奇像公爵一样 一面喘气 一面急急地说着 坐上马车 他向秘书交代了最近要做的工作 不再模仿公爵 从秃头上摘下帽子 画了三个十字 万一有什么事 阿尔巴端奇 您立刻回来啊 看在基督份上 您可怜可怜我们吧 妻子请求他道 他指的是战争和敌人的危险 这些婆娘真啰嗦 婆婆妈妈的 阿尔巴端奇喃喃地说着 吩咐车夫上路 阿尔巴端奇坐在马车上 环顾着四周的田野 望着发黄的黑麦 稠密的绿燕麦 和刚开始复耕的黑土地 阿尔巴端奇 一边欣赏着 今年春麦的好展示 一边思索着 公爵交半的事情 他眺望着一条条黑麦地 有一部分以开帘收割 考虑着播种和收割 在路上喂过两次马 八月四号傍晚 阿尔巴端奇来到城里 阿尔巴端奇在路上 不断遇到和赶上 资中车与军队 快到斯姆勒斯克时 他听到了远方的枪声 但这些声音 并没使他感到惊慌 而最使他惊讶的是 接近斯姆勒斯克时 他看见士兵们 正在一片 掌势极好的燕麦地里 一哥 显然是拿去做饲料 地里还扎着营帐 这种景象 让阿尔巴端奇感到吃惊 但他很快也就把他忘记 一心只想着自己的事 三十多年来 阿尔巴端奇活着 就是为了服从公爵的意志 从不敢越雷池一步 凡是同公爵命令无关的事 阿尔巴端奇不感兴趣 也认为与自己无关 八月四号傍晚 阿尔巴端奇来到斯姆勒斯克 投诉蒂涅伯河畔 加清纳郊区 菲勒邦托夫旅店 三十年来 他一直在这个旅店住宿 十二年前 菲勒邦托夫 托阿尔巴端奇的福 买下了公爵的一小片树林 开始做买卖 如今在省城里 已有了一所房子 一家旅店和一家面粉铺 菲勒邦托夫 是个身体肥胖 肤色有黑 脸色红润的浓民 四十岁上下 嘴唇很厚 鼻子上长着一个大瘤子 皱起的黑眉毛上 也生着瘤子 还挺着一个大肚子 菲勒邦托夫身穿印花布衬衫 上面套着一件背心 站在临街的铺子前 他一看见阿尔巴端奇 就向他走来 欢迎欢迎 阿尔巴端奇先生 人家都出城去 你却进城来了 出城去 这是为什么 我说嘛 人真傻 老是害怕法国人 娘们的见识 娘们的见识 我也这么想 阿尔巴端奇先生 我说 有命令不让敌人进来 看来是有这么回事 可是农民要收 三个卢布的车费 哼 没良心 他们不是基督徒 身上不带十字架 阿尔巴端奇 阿尔巴端奇漫不经心的听着 他要了茶炊和喂马的草料 喝过茶就躺下睡觉 旅店外的车费 有军队有军队有军队开过 第二天早晨阳光灿烂 八点钟已相当热了 阿尔巴端奇穿上出客川的坎间 出去办事 多好的天气啊 这可是一个书客庄家的好天气 城外一早就传来枪声 从八十起 枪声之外又加上炮声 街上人很多 都匆匆赶着路 兵也很多 但也像平时一样 街上车水马龙 铺子门前站着商人 教堂里坐着礼拜 阿尔巴端奇去了铺子 官厅邮局 去了省长家 在官厅铺子和邮局里 人们都在谈论军队 说敌人已经在攻城了 大家都相互询问 该怎么办 极力相互安慰着 在省长家门前 阿尔巴端奇看见许多人 许多哥萨克和省长的旅行马车 阿尔巴端奇在台阶上 遇见两个贵族 其中一个贵族他认识 这个人当过警察局局长 前警察局局长 正在怒气冲冲地说话 哼 这样不是开玩笑 一个人好办 一人遭殃一人当 可是一家十三口 还有全部家产 怎么会弄到这一步田地 简直要家破人亡了 这种长官是怎么当的 哼 真该把那些强盗通通吊死 够了 别说了 我不在乎 让他听见好了 我们又不是狗 前警察局局长一回头 看见了 阿尔巴端奇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 列夫托尔斯泰 西窗书院制作 第六集 前警察局局长一回头 看见了阿尔巴端奇 阿尔巴端奇 你来干什么 奉老爷之命来看省长先生 他派我来打听局势 阿尔巴端奇回答 傲然昂起头 一只手插进怀里 他提到公爵时总是这样 哼 你去打听吧 现在 弄得连辆车子都没有 什么也没有 弄 听见吗 弄得大家都完蛋 强大 一个地主一边嚷着 一边指着枪炮声传来的方向 愤愤地走下台阶 阿尔巴端奇摇摇头 走上楼去 接待室里坐着商人 妇女和官吏 他们都默默地对视着 办公室门开了 大家站起来向前移动 门里跑出来一名官员 和商人说了几句话 就叫一个脖子上挂十字架的 胖官员进去 他自己又回到门里 躲避着人们向他投来的目光 和向他提出的问题 阿尔巴端奇把身子向前挪了挪 等那官员第二次出来时 阿尔巴端奇就把手插进扣着的外衣胸口 招呼官员把自己带来的两封信交给他 陆军元帅 欧尔康斯基公爵 指阿淑南爵大人信 阿尔巴端奇郑重其事 告诉那官员 官员连忙向他转过身 接了他的信 几分钟后 省长接见了阿尔巴端奇 匆匆地对他说 你回禀公爵和公爵小姐 我什么也不知道 我只是照上级命令办事 你瞧 省长说着 递给了阿尔巴端奇一个文件 不过既然公爵身体欠安 我奉劝他们还是去莫斯科吧 我现在也要走了 你去回禀公爵 省长还没有把话说完 一个满身灰尘 满脸出汗的军官跑进门来 用法语对省长说着什么 省长脸上显出恐惧的神色 你快走吧 省长对阿尔巴端奇点点头 然后向那个军官询问着什么 当阿尔巴端奇 从省长办公室走出来的时候 一道道贪婪 惊慌和怯弱的目光向他投来 阿尔巴端奇不由自主地听见了 那越来越近 越来越响的枪炮声 他连忙赶回旅店 省长交给阿尔巴端奇的文件 是巴克莱写给省长的信 我向您保证 斯莫勒斯克是绝无威胁 以后也不会受到任何威胁 我从这方面 巴格拉基昂公爵 从另一方面 我们正向斯莫勒斯克城下会合 会师将在二十二日实行 两军将协力保卫 贵省乡亲 直到击退祖国的敌人 或者直到最后一名勇士 壮烈牺牲 由此可知 您有充分权力安慰斯莫勒斯克居民 因为受着两支英勇军队保护的居民 可以相信他们必胜 巴克莱德托里 至斯莫勒斯克省长 阿蜀南爵训令 1812年 但是在大街上 市民却惊慌地来回奔走着 满载着家用杂物 椅子和柜子的大车 不断从居民家里出来 在街上穿行 菲拉邦托夫的邻居家门前 停着几辆马车 女人们一边哭着说话 一边告别 一条看门狗叫着 再套上车的马匹周围 转来转去 阿尔巴端器 比平时更快地走进院子 一直走到停马和车的板棚下 车夫正在睡觉 阿尔巴端器把他唤醒 吩咐他套车 然后走进门厅 从店主家的正房里 传来孩子的提哭声 女人伤心的哭声 和菲拉邦托夫嘶哑的叫嚷声 阿尔巴端器一进去 厨娘就像一只受惊的母鸡那样 在门厅里慌乱起来 哦 东家他 他把老板娘打得死去活来 又是打 又是拖 为什么 哦 是这样的 老板娘要求逃难 付到人家嘛 老板娘说 你带我走 别让我和孩子遭殃 他说人家都走了 我们不走可怎么办 老板就动手打老板娘 哎呀 又是打 又是拖 阿尔巴端器听了这话 点点头 不愿再听下去 就走到店主正房的门口 他买的东西都放在那屋里 你这恶怪 凶手 这时 一个脸色苍白的 手抱婴儿的兽女人 从房里冲出来 她的头巾被扯落了 她跑下台阶来到院子里 菲拉邦托夫追了出来 她一看见阿尔巴端器 就拉拉背心 捋捋头发 打了个哈欠 跟着阿尔巴端器 走进正房 你要走了 阿尔巴端器没有回答 也没有回顾主人 静字整理行李 又问该付主人多少钱 那好算 怎么 没见到省长了 长官们有什么决定吗 哎 省长也没有明确说什么 你怎么打算 干我们这一哈 怎么走得了呢 到多罗戈布日 一车得付七卢布 所以我说 他们不是基督徒 身上没有十字架 谢利凡多夫 星期四走了运 面粉卖给了军队 九卢布一袋 哦怎么样 你要喝茶吗 当车夫们套车的时候 阿尔巴端器 同费拉帮托夫 喝着茶 谈着粮价 谈着收成 和收获的好天气 费拉帮托夫 喝完了三杯茶 站起来 这会儿静起来了 看来我军得手了 命令说不让敌人过来 这是说 我们有力量 前天他们说 普拉托夫 把敌人赶到了 玛利纳河里 一天就淹死 一万八千人 阿尔巴端器 收拾好买来的东西 交给走进来的车夫 和店主结了账 于是 他们的这辆马车 就驶出大门 随之传来 车轮 马蹄 和铃铛声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 列夫托尔斯泰 西窗书院制作 第七集 这时已经傍晚 街道一半是阴影 一半被阳光照得很亮 阿尔巴端器向窗外看了看 往门口走去 突然听到远处 有呼啸声和爆炸声 紧接着传来 隆隆的炮声 震得玻璃窗 琅琅作响 阿尔巴端器来到大街上 有两个人 正向桥那边跑去 四面八方 响起了炮弹的呼啸声 落地声和流弹的爆炸声 原来 拿破仑在四点多钟 下令炮击城市 动用了一百三十尊大炮 城里的百姓 起初还不明白 这炮击是怎么一回事 流弹和炮弹的落地声 只引起人们的好奇 菲拉邦托夫的妻子 一直在棚子里啼哭 这时也住了口 抱着孩子 走到大门口 默默地打量着行人 听着炮声 厨娘和一个店员 也走到大门口 大家都充满好奇 兴致勃勃地 竭力想看清 头上飞过的炮弹 街角上 有几个人走过来 兴奋地谈着话 真厉害啊 把屋顶和天花板 都炸得粉碎 就像猪拱弟一样 真了不起 真带劲 你亏得跳开了 要不他会把你爆销的 人群都向这几个人围过来 他们于是停住脚步 讲起有一颗炮弹 就落在他们旁边的屋子里 这时炮弹不断从他们头上飞过 石心弹发出沉重的闷响 流弹则发出尖锐的呼啸 但没有一颗落在附近都飞过去了 二把端起坐上了马车 旅店主人站在大门口 有什么可看的 旅店老板费了帮托付对厨娘嚷着 厨娘穿着红裙子卷起衣袖 摆动两条光胳膊走到角落里听他们说话 哇 真是怪事 厨娘听见主人的呵斥 就放下掖在腰上的裙子往回走 这时又是一声呼啸离得很近 就像一只飞鸟俯冲下来 只见街心火光一闪 砰的炸响了 街上随即冒气浓烟 混蛋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主人惊叫一声向厨娘跑去 就在这一瞬间 从四面八方传来妇女的嚎哭声 一个孩子也吓得哭起来 脸色苍白的人群 默默地站在厨娘周围 人群中哭得最响的就是厨娘 哦 呦呦 好人呐 我的好人呐 别让我死呦 我的好人呐 五分钟后 街上一个人也没有了 被榴弹片炸伤大腿的厨娘被抬到厨房里 尔巴端起 他的车夫 费勒邦托夫的妻子 孩子和看门人都坐在地窖里 留心听着外面的动静 大炮的龙龙声 炮弹的呼啸声 和厨娘压倒一切的嚎叫声 一刻也没有停止 女主人一会儿抖抖孩子 哄哄她 一会儿伤心的低声问 走到地窖里来的人 有没有看到她留在街上的丈夫 一个店员走到地窖里 告诉老板娘 老板和别人一起到大教堂去了 那里正在生斯莫勒斯克 创造奇迹的圣像 黄昏时分 炮声静止了 阿尔巴端起走出地窖 站在门口 明亮的晚空硝烟弥漫 在一片硝烟中 一钩新月高悬空中 发出奇异的光芒 惊心动魄的炮声停止后 一片沉寂笼罩着全城 只有脚步声 声吟声 远方的叫声 和大火的爆裂声 又是打破寂静 有两处火场 吐出团团黑烟扩散开来 大街上 穿着不同军服的士兵 像以学背毁的蚂蚁那样 不成行列的东奔西跑 阿尔巴端起 看见有几个兵 闯进菲拉邦托夫的院子 阿尔巴端起走到大门口 又看见一团兵 互相拥挤着 慌慌张张的向后跑 把街道也堵住了 一个军官看见阿尔巴端起 冲他喊 本城要放弃了 快走 快走 阿尔巴端起回到屋里 叫来车夫 吩咐他动身 菲拉邦托夫一家老少 也紧跟着阿尔巴端起 和车夫出来了 一直默不作声的婆娘们 看见满天硝烟 和在暮色中出现的大火 顿时嚎哭起来 就像在与他们呼应似的 街上其他角落 也传出一阵阵哭声 阿尔巴端起和车夫 在棚子里双手哆嗦着 立着缠结的缰绳和婉拒 阿尔巴端起乘车走出大门 看见菲拉邦托夫的店门大开 有十来个士兵大声说着话 把面粉和葵花籽 装进袋子和杯囊里 这时菲拉邦托夫从街上回来了 走进自己家的铺子 菲拉邦托夫看见士兵在搬东西 正要叫嚷 却又突然住了嘴 他双手抓住头发笑起来 笑声里又带着哭腔 全都拿去吧 弟兄们 不要留给魔鬼 菲拉邦托夫叫着 亲自搬了几个口袋 扔到街上 有几个兵害怕跑了出来 有几个继续装口袋 菲拉邦托夫看见了阿尔巴端起 阿尔巴端起 完了 恶空完了 阿尔巴端起 完了 让我自己来放火 完了 大街上 川流不息的士兵 把整条街都堵住了 阿尔巴端起的马车 无法过去 只能等待 菲拉邦托夫的妻子 带着孩子 也坐在车上 一起等着街上 恢复交通 已经入夜了 天空中群星灿烂 一钩放射着光明的新月 在硝烟中时隐时现 在蒂涅伯河边的斜坡上 阿尔巴端起和店主妻子的车子 驾在士兵和其他车辆中间 缓缓行进 这时又被迫停下来 在离停着许多大车的十字路口不远的巷子里 一座住房和几家铺子正在燃烧 大火快灭了 但火焰一会儿熄灭 消失在浓烟中 一会儿又迸发出来 把聚集在巷子里的人们的脸照得清清楚楚 大火前晃动着人的影子 火焰的琵琶声中夹杂着说话声和叫嚷声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西窗书院制作 第八集 阿尔巴端起跳下马车 看到他的车还不能马上通过 就拐到巷子里去看大火 士兵们不停地在火场前后奔走 阿尔巴端起看见两个兵和一个穿粗泥军大衣的人 把一根着火的梁木拖到对街的院子里 另一些士兵抱着一捆捆甘草 阿尔巴端起向一群人走去 这群人正站在熊熊燃烧的高大仓库前面 仓库的墙壁全部着火 后墙倒了 屋顶塌了 柱子在燃烧 显然人群在等整座房子倒下来 阿尔巴端起也在等他倒下来 突然阿尔巴端起听见有个熟悉的声音在喊他 阿尔巴端起 大少爷 大人 阿尔巴端起立刻听出是小公爵安德烈的声音 安德烈公爵身披斗篷骑着一匹黑马 正站在人群后面望着阿尔巴端起 你怎么在这儿 大 大人 大人 我们 是不是完了 大少爷 你怎么在这儿 安德烈公爵又问了一遍 这时火焰突然窜起来 让阿尔巴端起看清了少爷苍白憔悴的脸 阿尔巴端起告诉安德烈公爵 他怎么被派到这地方 现在要离开有多么困难 那么 大少爷 我们 是不是完了 安德烈公爵没回答 他掏出笔记本 抬起膝盖 用铅笔在私下的一页纸上写起来 安德烈是写信给妹妹 斯莫朗茨克即将放弃 铜山一周后将落入敌手 你们立刻去莫斯科 何时动身 派专人送信至乌斯维亚日 速复 安德烈将写好的条子交给阿尔巴端起 同时向他交代怎样帮助老公爵 公爵小姐 儿子和教师动身 怎样立即给他回信 回信送到哪里 安德烈还没交代完毕 就有一个参谋官带着随从向他跑来 您是上校吗 有人当着您的面烧房子 可您还站着不动 这算什么呀 您要负责 参谋官带着安德烈公爵熟识的德国枪 却原来是比尔格 比尔格现在是第一军步兵左路副参谋长 他自己觉得这个职位很重要 很体面 安德烈公爵望望比尔格 没有理他 继续对阿尔巴端起说 你就这样对他们说 我将等到十号 如果十号还得不到全家离开的消息 那我就只好抛下一切 亲自到铜山跑一趟 哦 是您 公爵 我所以这样说 因为我得执行命令 我总是严格执行 请您不要见怪 比尔格认出了安德烈公爵 辩解着 大火发出一阵琵琶声 火暂时熄了 一团团黑烟从屋顶下冒出来 火中又发出一阵惊心动魄的断裂声 接着有个庞然大雾塌下来 人群随着仓库塌顶的声音乱哄哄地叫着 仓库里烧着的粮食发出了面饼的香气 火焰又升起来 照亮了周围人群兴奋惊喜又疲惫不堪的脸 那个穿粗泥军大衣的人举起一只手嚷道 好啊 烧起来了 弟兄们 好啊 好吧好吧 把我的话全部告诉他们 安德里公爵最后对阿尔巴端奇这样说 他始终没对默默地站在旁边的别尔格说一个字 便策马向巷子里跑去 军队继续从斯莫勒斯克后撤 敌人紧追不舍 八月十日 安德里公爵所指挥的团沿大道行军 经过通往铜山的路口 炎热干燥的天气已经持续了三个多星期 每天都是白云飘飘 偶尔遮遮太阳 到傍晚又万里无云 落日坠入红褐色的木崖中 只有夜间的重路使地面变得滋润些 尚未收割的庄稼的古力晒干了掉落下来 沼泽也晒干了 牲畜们在晒浇的草地上找不到饲料 饥饿让他们不停地嚎叫着 只有夜间 在露水未干的树林里才有一点点凉意 但在大道上 在军队行进的大道上 即使沿着森林的路上也一点不凉快 路面上沙土厚打几寸 不会有露水的痕迹 每天天蒙蒙亮就开始行军 自重车和炮声的轮毂 在沙土里无声地滚动 步兵则在过了一夜 也没冷却地伸及脚踝的沙土里行走 一部分炒热的沙土被脚和车轮揉压着 另一部分则升腾起来像云雾一般高悬在军队上空 钻进行人和牲畜的眼睛 头发 耳朵 鼻孔 钻进人们的肺里 太阳升得越高 沉雾也升得越高 透过这火热的沉雾 肉眼也能直视那没有被云朵遮住的太阳 太阳就像一个红色的大球 没有风 人们在这一丝不动的热空气中喘息着 他们用手帕包着鼻子和嘴 一到村庄 大家就往水井奔去 他们争先恐后地喝水 直到把水井喝得见底 安德烈公爵指挥着一个团 他管理着这一团人 关心他们的福利 接受命令和发布命令 把他的全部精力都投入进来 斯莫勒斯克的大火和对这座城市的放弃 对安德烈公爵来说是件划时代的大事 对敌人的辛仇旧恨使他忘了个人的悲哀 他全心全意领导他的团 关心士兵和军官带他们体贴入微 在团里大家都叫他我们的公爵 大家爱戴他并以他自豪 不过安德烈的待人温和善良 只限于对团里的人 限于对寂寞心等人 限于对那些不了解他往事的 不同阶层的陌生人 但只要一接触到旧参谋部里的人员 他又立刻浑身是刺变得凶狠和尖刻了 因此凡是使他回忆起往事的一切 他都尽量回避 对待原来圈子里的人和事 他只求做到尽职即可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 西窗书院制作 第九集 的确在安德烈公爵看来 一切都是令人沮丧的 安德烈公爵认为 斯莫勒斯克这个城市可以防守 也应当防守 但在八月六号 斯莫勒斯克还是被放弃了 他的父亲不得不拖着年老多病的身体 被迫逃往莫斯科 不得不放弃祖传的苦心经营多年的 心爱的庄园 铜山听任敌人去蹂躏他 这让安德烈公爵内心更觉得黯淡悲惨 不过虽然如此 亏得有了这个团 安德烈公爵才得以摆脱其他问题 把思想集中在团里的事物上 八月十号 他的团所在的纵队到达铜山附近 两天前 安德烈公爵接到消息 直到父亲儿子和妹妹都到莫斯科去了 这样安德烈公爵在铜山没有什么事要办 但他生性喜欢怀旧 还是决定回铜山一次 安德烈公爵吩咐背马 然后离开行军的部队 骑马驰向父亲的庄园 那是他出生和度过童年的地方 经过池塘时 他发现那里原来总有几十个村妇 在谈话倒一洗涤 现在则连一个人影也没有 一块断裂的跳板 一半浸在水里 挟伏在池塘里 安德烈公爵 骑马来到看门人的小屋前 入口处一个人也没有 门敞开着 花园的涌道上杂草丛生 牛马在英国式的花园里游荡 安德烈公爵来到花园的暖房前 看到暖房的玻璃破碎了 盆花有些倾倒了 有些干枯了 他呼唤花匠塔拉斯 但没有人答应 他绕过暖房来到花圃 只见雕花的围栏全被破坏 礼数连枝被折断了 这时安德烈公爵看到 自己小时候常在大门口 见到的一个老农 正坐在一把绿色长椅上 打树皮鞋 老农是个笼子 他没听见安德烈公爵骑马跑来 他坐在老公爵爱坐的长椅上 旁边一株断裂的玉兰枯枝上 挂着一条条树皮 安德烈公爵骑马来到屋子前 老花园里的几株菩提树被砍倒了 一匹马带着鞠子 在屋前玫瑰花丛里夺来夺去 房子的百叶窗都钉死了 只有楼下有一个窗子敞开着 一个仆人的孩子 一看见安德烈公爵就跑进屋里去 二把端起把家眷送走后 独自留在了铜山 此刻他正坐在屋里读圣徒传 他听说安德烈公爵来了 没顾上摘下眼镜 就边扣衣服边走出屋子 急忙奔到公爵面前 一句话没说 就稳着安德烈公爵的膝盖哭起来 然后他镇定下来 转过脸去 对自己的软弱感到恼恨 开始向公爵禀报家里的情况 家里的贵重物品都已运往 我父亲和玛利亚公爵小姐 他们是什么时候走的 哦 七号 我亲自送他们上了马车 安德烈指的是去莫斯科 二把端起却以为 是问他们什么时候 去保护查洛夫 接着他又絮絮叨叨地 说起庄园里的事 请求安德烈公爵给他指示 少爷 您能不能让咱们的军队 打个收条把燕外拿走 我们还有六百弹呢 叫我怎么回答他呢 安德烈公爵望着老头 在阳光下发亮的秃顶 从二把端起脸上的表情 可以看出 二把端起自己也知道 问这种事是不合时宜的 他之所以这样问 只是为了排遣自己的忧伤 好 让他们拿去吧 大人 您也许看到花园里 乱七八糟的光景 那是无法避免的 有三个团在这里过夜 多半是龙骑兵 我记下了他们指挥官的 官阶和名字 以后好控告他们 那么 二把端起 你自己准备怎么办 要是敌人占领这个地方 你还留在这儿吗 二把端起向安德烈公爵 转过脸来 对他望了望 接着突然庄严地 举起一只手 上帝会庇护我的 一切听从上帝的旨意 一群农民和家奴穿过草地 都脱下帽子 向安德烈公爵走来 那么再见了 刺了刺马 就沿着林荫道 飞驰而去 坐在花圃里的那个老头 依旧茫然坐着 就像苍蝇盯住喜爱的尸体那样 敲打着树皮鞋的楦头 两个女孩子用裙子 兜着从暖房里采下来的里子 跑出来 正好遇上安德烈公爵 年纪大些的女孩子 一看见小冬家 脸上现出金黄的神色 拉住妹妹的手 和她一起藏到了画树后面 来不及捡起撒在地上的青李子 安德烈公爵慌忙避开他们 唯恐他们发觉自己看到了他们 他很可怜这个受惊的 好看的小姑娘 安德烈不敢看 却又忍不住想看看这个小姑娘 望着这两个女孩子 她突然领悟到 世界上还有一些和她截然不同的人 他们有着自己的生活乐趣 安德烈的心里 不禁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快乐暖流 这两个女孩子显然只有一个心思 就是带走和吃掉这些青李子 而不被人抓住 此刻 安德烈公爵也和他们一样 希望他们的冒险成功 他又忍不住看了他们一眼 两个女孩子确实认为自己已经没有危险了 就从躲藏的地方跳出来 用他们的尖嗓子 激里扎拉的说着话 快乐的提着裙子 跃动他们晒黑的小小的光脚 飞快的在草地上跑开了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西窗书院制作 离开军队所走的尘土飞扬的大道 安德烈公爵觉得头脑爽快些 但离开铜山不久 他就又回到了行军大道上 赶上他那团在池塘边歇息的人马 午后一点多钟 太阳好像尘土中的一个红球 阳光晒透黑制服 热拉拉的靠着他们的脊背 在停下休息的人声嘈杂的军队上空 依旧纹丝不动地高悬着浓重的尘埃 空中没有风 安德烈公爵骑马从坝上走过时 闻到池塘里淤泥的气息 他感到了一阵凉意 他真想跳进水里 不管这水有多脏 安德烈环顾了一下 传来阵阵叫声和笑声的池塘 这个浑浊的长满绿色水草的小池塘 现在水面长高了一尺 漫过了水坝 因为塘里挤满了身体白净 手臂脸庞和脖子 呈红棕色的士兵 士兵们滑动着手脚吸着水 这些赤裸裸的白净的人体 又笑又叫 在肮脏的水塘里扑腾着 好像网兜里的寄予 他们的扑腾嬉闹 看上去那么欢乐 也因此显得格外凄凉 安德烈公爵认识的三连 一个浅色头发的年轻士兵 正后退几步准备跳水 他小腿上系着一条皮带 画了个十字 接着扑通一声跳进水里 另外一个黑发蓬乱的士官 站在其腰身的水里 扭动肌肉发达的身体 快乐的哼哼着 用一双晒得离黑的手 捧水淋头 他们互相泼水 呼喊尖叫 在岸上 在坝上 在池塘里 到处都是白净的强壮的肌肉 红鼻子军官寂寞心 在坝上擦着身体 一看见公爵有点害臊 但还是大着胆子和公爵说话了 真舒服 大人 您下来试试吗 太脏了 我们马上给您把池塘腾出来 鸡木心还没穿衣服 就跑去赶池塘里的人 快出来 快出来 公爵要洗澡了 哪一个公爵 我们的公爵吗 是谁 好 我们的公爵 没问题 有几个人一边问着 一边慌忙往岸上爬 安德烈公爵好容易 才把他们都叫住 你们继续玩吧 我到棚子里去冲凉 在棚子里 安德烈公爵 瞧着自己赤裸的身子 浑身有些哆嗦 与其说这是因为冷 不如说是因为刚才看到 那么多肉体 在脏水里扑腾 而产生的莫名其妙的 憎恶和恐惧 肉 一堆肉 充当跑灰的肉 8月7号 巴格拉奖公爵 在斯莫勒斯克大道上的 米海洛夫卡驻地 写了下面的信 虽然只是写给阿拉克切耶夫 但巴格拉奖知道 皇上会看到他的信 因此 尽力自贞俱拙 阿拉克切耶夫 大人 我想 斯莫勒斯克市 细说一事 大臣一定 已向您做了报告 这件事 令人痛心悲伤 全军 也为轻易放弃 这座重要的城市 而深感失望 我曾亲自恳求 巴格拉德托里 还写过信给他 但都被他坚决拒绝 我以我的名誉 向您启示 拿破仑 本来已经陷入空前的困境 拿破仑很可能 损失一半人马 但也攻不下斯莫勒斯克 我们的部队打得空前出色 现在仍打得很英勇 我曾用一万五千人 坚守达三十五个小时以上 但巴格拉他却连十四小时 也不愿坚持 这种行为 简直是我军的耻辱污点 至于他本人 我认为他没有权利 再活在世上 如果他报告说损失惨重 那不是真实的 伤亡也许有四千人 但不会更多 可能还不到四千 就算损失一万吧 那也没有办法 战争嘛 要知道敌人的伤亡 难以计数 他再坚守两天 又有什么困难呢 至少可以让敌人 自动退去 因为敌人的人马 已经无水可饮 他曾向我保证过 不后退 但又忽然送来指令 说他要夜间撤退 照他这样打下去 不久 我们就能把敌人 引到莫斯科 传说 您在考虑讲和 千万不要讲和 上帝保佑 在做出种种牺牲 疯狂地撤退后讲和 您会使全体俄国人 起来反对您的 我们穿军服者 也将无地自容 但即便如此 只要俄国还有人活着 还能打 就要打下去 军队只能由一个人指挥 不能由两个人指挥 您那位大臣 也许是位好大臣 但当将军不行 简直是无能 可现在整个国家的命运 却交在他手里 我实在气疯了 请恕我无力 显而易见 那个主张地劫合约 并把军队交给 那位大臣指挥的人 他不爱戴皇上 他要使我们全体灭亡 因此 我向阁下直言 接下来 只好动用民团了 因为您那位大臣 正用最巧妙的方式 把客人领到首都 我们全军 对侍从武官 或者佐根先生 都深表怀疑 大家认为 与其说 他是我们的人 不如说 他是拿破仑的人 因为他总是 世事为那位大臣 出点子 我待他不情 客客气气 还像军事那样 无从他 虽然我的地位比他高 这令人痛苦 但我爱戴恩主和皇上 只好服从他 我惋惜的 只是皇上 把这样出色的军队 交给这一组人 试想 国军因退却 劳累和富商住院的 超过一万五千人 但要是进宫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看在上帝份上 告诉我 我们的俄罗斯母亲 看到我们这样 惊慌失措 看到我们把勤劳 善良的祖国 交给费徒 使每个臣民 狠狠受辱 他又会怎么说 我们为什么胆怯 我们害怕什么人 那位大臣 忧容寡断 胆怯糊涂 行动迟缓 具有一切不可饶恕的贫致 全军都在吃生痛苦 都骂他 罪该万死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 列夫托尔斯泰 西窗书院制作 第十一集 生活现象可以分成无数类 有些以内容取胜 有些以形式取胜 彼得堡的生活 特别是彼得堡贵族的沙龙生活 就是以形式取胜 他同乡村的市镇的外省的 甚至莫斯科的生活截然相反 这里的生活是不变的 从1805年起 俄国同拿破仑合了又战 战了又合 俄国多次制定宪法 又多次废除宪法 可安娜帕弗洛夫纳的沙龙和 海伦的沙龙依然如故 没有什么变化 前者七年如一日 后者五年如一日 在安娜帕弗洛夫纳的沙龙里 大家困惑地谈着拿破仑的胜利 并且从他的胜利和欧洲各国君主 对他的姑息中看出一个恶毒的阴谋 而这阴谋的唯一目的就是使以 安娜帕弗洛夫纳为代表的宫廷社会 不快和烦恼 龙面财富常常光临 海伦的沙龙 并把他看作一个绝顶聪明的女人 在海伦的沙龙里 1812年同1808年一样 大家狂热地谈到 那个伟大的民族和那个伟大的人物 对俄国和法国分裂感到惋惜 并且认为应该通过讲和来结束这样的局面 自从皇帝从军队中回来后 这两个队立的沙龙之间发生了一些风波 彼此相互攻击 但各自的倾向不变 在安娜帕弗洛夫纳的圈子里 来的法国人只有顽固不化的保皇派 有些人表达了一种爱国思想 主张不上法国剧院看戏 认为供养一个法国剧团的费用 相当于维持一个军 他们密切关注战局 散布最有利于俄军的传闻 而在嗨伦的圈子里 也就是路面财富的侵法派圈子里 他们批驳那些 说敌人和战争残酷的言论 大谈拿破仑有议和意图 他们还反对某些人 急于把皇家学校和女子学校 搬到喀山去的建议 尽管这些学校是受太后庇护的 总之在嗨伦的沙龙里 整个战争被看作只是一种 虚有其名的示威 不久双方就会言归于好 凡是聪明人都应该成为嗨伦家的坐上客 现在待在彼得堡并成为嗨伦家常客的比利宾说 决定问题的不是火药 而是发明火药的人 他这个意见流传得很广 在这个圈子里 人们谨慎而尖刻地嘲笑莫斯科人的狂热 而有关莫斯科人狂热的消息 是随着皇帝回到彼得堡而传出来的 在安娜帕弗洛夫那的圈子里 情况正好相反 他们受到这种狂热的感染 并像普鲁塔克谈论古代圣贤那样谈论着 瓦西里公爵依旧穿梭在两个圈子之间 成为担负着重要使命的两个圈子的联系人 他常去我敬爱的朋友安娜帕弗洛夫那家里 也常去女儿嗨伦的外交沙龙 他不停地奔走于两个阵营之间 有时他糊涂了 会把应该在嗨伦家说的话 拿到安娜帕弗洛夫那家去说 或者正好相反 皇帝回来后不久 瓦西里公爵在安娜帕弗洛夫那沙龙里 谈论战事时 严厉谴责巴克莱德脱里 但又说不出让谁当司令好 一位以品德高尚文明的客人 说他今天看见新任彼得堡民团司令 库托托夫在税务局主持新兵登记 他谨慎地推测说 库托托夫倒是个合适的人选 你说库托托夫 库托托夫除了惹皇上生气之外 没有一点用处 是啊 我在贵族会议上再三说了 可是大家不听我的话 我说 远台当民团司令 皇上是不会喜欢的 他们不听我的话 他们完全是一种逆反心理 反对谁呢 我们有些人就是喜欢盲目模仿愚蠢的莫斯科人的狂热 瓦西里公爵一时糊涂 忘记了在海伦家才要嘲笑 莫斯科人的狂热 而在安娜帕弗洛夫那家应加以赞扬 不过他立刻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叫俄国年纪最大的将军 库托托夫伯爵主持成兵工作 这合适吗 他会白辛苦一场的 怎么能叫一个 马也不能骑 还会就打盹 脾气坏透了的人当总司令呢 他在布加勒斯特表现得太殊色了 且不说他到底有没有作为将军的才能 难道在这样一个紧急贯头 非要任用一个老朽的瞎子不可吗 一个真正的瞎子 任用一个瞎眼将军 真是太滑稽了 他什么也看不见 打仗就好像是在捉迷藏 他什么也看不见 没有人反驳瓦西里公爵 瓦西里公爵的这番话 在7月24号是完全正确的 但到7月29号 库托作夫就获得了公爵封号 瓦西里公爵认为 封库托作夫为公爵 可能意味着皇上要摆脱他 虽然他现在并不急于说出来 但认为自己的意见仍旧是正确的 但到8月8号 萨尔蒂科夫 阿拉克切耶夫 威亚紫密基诺夫 罗普辛和克楚别义等大元帅组成的委员会 开会讨论战局 认为军事失利是由于指挥部统一 尽管几位委员都知道皇帝不喜欢库托作夫 但经过简短磋商 还是建议任命库托作夫为总司令 1812年8月8日这天 库托作夫就被任命为 全权统帅全军管辖各军区的全军总司令 8月9号 瓦西里公爵又在安娜帕弗洛夫那家 遇见那位品德高尚的人 这位品德高尚的人正竭力巴结 安娜帕弗洛夫那 希望谋得皇家女子学校都学一职 瓦西里公爵以胜利者的姿态 得意洋洋地走进屋里 你们知道吗 重大新闻 库托作夫当上总司令了 一切分歧都消除了 我真高兴 真高兴 我们总算找到合适的人选了 瓦西里公爵说着 意味深长 而又郑重其事地 扫了在场的人一眼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 西窗书院制作 瓦西里公爵带来库托作夫 被任命为总司令的消息 说完 意味深长而又郑重其事地 扫了在场的人一眼 啊 不是有人说 库托作夫是个瞎子吗 一个真正的瞎子 公爵 那个品德高尚的人 虽然很想弄到都学一职 但还是忍不住 接接瓦西里公爵的老底 他也顾不上这么做 对来安娜帕弗洛夫娜客厅的 瓦西里公爵有什么失礼 对高兴听到这一消息的 安娜帕弗洛夫娜 有什么失礼 他实在是忍不住 他虽然引用了瓦西里公爵说过的话 但这却对瓦西里公爵毫无撼动 哼 胡说 虎托作夫 他看得很清楚 真的 瓦西里公爵干咳几声 声音低沉地迅速说着 他总是用这种方式来摆脱困境 他又得意洋洋的含笑 做着总结性的发言 仿佛这一切都有他的功劳 哼哼 一派胡言 葡萄作夫看得很清楚 我为他感到很高兴 因为皇帝赐给他统帅全军 管辖各军区的大权 从来没有一个总司令 有过这样大的权力 他是第二个君主 哦 但愿如此 但愿如此 品德高尚的人在宫廷圈子里 还是个新手 他很想巴结安娜帕弗洛夫娜 就顺着安娜原来的意见说 据说皇帝把这个权力 交给库图作夫有点勉强 据说当人家对他说 皇上和祖国赏给您这个荣誉时 他的脸红的就像是一个姑娘 听到有人给他读约康的 也许这件事不完全合他的心意吧 哦 不不不不不不不 这不可能 因为皇上很早就很赏识他了 瓦西里公爵热烈的辩护 仿佛他对此非常了解 如今他再也不能把库图作夫 放在任何人之下了 照瓦西里公爵今天看来 库图作夫不仅本身是个好人 而且得到了大家的崇拜 哦 但愿上帝保佑库图作夫 能真正掌握实权 不要有任何人跟他捣乱 瓦西里公爵立刻明白 这捣乱的人指的是谁 我确切知道 库图作夫提出一个绝对条件 就是不要皇太子留在军队里 你知道他是怎样对皇上说的吗 他对皇帝说 要是他做得不好 我不能惩罚他 要是他做得好 我又不能奖赏他 哦 库图作夫公爵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 他多没有担实啊 哦 我早就认识他了 哦 我听说 库图作夫公爵还提出一个绝对条件 就是叫皇上也不要到军队里去 这个品德高尚的人的话刚出口 瓦西里公爵和安娜帕弗洛夫呢 就立刻背过身去 不高兴地交换了个眼色 为他的天真无知 叹了一口气 彼得堡发生这些事件时 法军已越过斯莫伦斯克 步步进逼莫斯克 拿破仑的历史学家提也尔 也像拿破仑的其他史学家一样 竭力为他的英雄辩解 说拿破仑是不得已被吸引到莫斯克城下的 在占领斯莫伦斯克后 拿破仑先要在威亚兹马 然后在查料府扎伊米歇一带 寻找夺取多布格布日的战机 但由于情况错综复杂 俄军在到达莫斯科120额里的 包罗金诺之前无法应战 拿破仑便下令从威亚兹马 直接向莫斯科进军 莫斯科是这个大帝国的亚洲部分的首都 是亚历山大臣民的圣城 莫斯科有无数中国宝塔式教堂 这个莫斯科是拿破仑浮想联篇 从威亚兹马到查料府扎伊米歇的行军中 拿破仑骑着他那匹淡黄色结尾溜体马 由禁卫军卫兵士同和副官护卫着 因为审问一个被骑兵捉到的俄国俘虏 而落在后面的参谋长贝典 带着议员雷罗恩·蒂特威尔飞马追上了拿破仑 拿破仑笑嘻嘻地乐住马 啊 什么事啊 我刚审问了普拉托夫部下的一名哥萨克兵 他说普拉托夫军正在与大部队会合 葡萨佐夫已被任命为总司令 这个家伙很聪明 但话有点多 拿破仑笑笑吩咐牵一匹马去 把这名哥萨克兵带过来 他要亲自和这个俘虏谈谈 几个副官应命骑马跑去 一小时后 原来伺候杰尼索夫 后来让给尼古拉的农奴 拉弗卢士卡被带了过来 他身穿勤务兵制服 骑着一匹法国骑兵的马 脸上露出狡猾高兴和喝醉的神色 跑到拿破仑跟前 被拿破仑命令他在旁边并马而行 开始向他问话 你是哥萨克吗 是 大人 是哥萨克 史学家提尔在描写这段插曲时 这样说 这名哥萨克 不知道同他谈话的是什么人 因为拿破仑十分朴素 这个东方头脑 怎么也不会想到 皇帝就在他的身边 便异常轻易地 谈着当前的战局 拉弗卢士卡前一天 确实喝醉了 弄得主人没有饭吃 他挨了一顿鞭子 奉命到乡下找鸡 到了村子里 他又想趁活打劫 结果被法军俘虏了 拉弗卢士卡是那种粗也无理 胆子很大的跟班 见过些世面 觉得干狡猾卑劣的勾当 就是他们的分内的事 为了主人 他什么都干得出来 主人身上的缺点 他都摸得很透 特别是那些虚荣和猥琐的小心思 拉弗卢士卡一落到拿破仑手里 马上就认出了他 拉弗卢士卡一点也不慌张 只想千方百计讨好新主子 拉弗卢士卡很明白 这就是拿破仑本人 不过他觉得 在拿破仑面前并不比在尼古兰面前 或手拿竖条的私物掌面前 更可怕 因为私物掌也好 拿破仑也好 都不能使他在失去什么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 西窗书院制作 拉弗卢士卡信口对拿破仑 说了一些勤务兵之间流传的消息 其中有许多是真实的 但当拿破仑问他 俄国人是不是认为 他们能战胜拿破仑时 拉弗卢士卡眯缝起眼睛 沉思起来 拉弗卢士卡看出 这是一个微妙的诡计 像拉弗卢士卡这样的人 惯于在任何事情中看出诡秘的计量 他皱起眉头沉默了一下 显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我看哪 如果开火 很快开火 那就对头了 如果三天以后过了期限 那么我看战事就会拖下去 李劳恩·蒂特维尔含笑翻译给拿破仑听 如果三天之内发生会战 那么法国人就会胜利 如果过了三天 那么结果怎样 就只有天知道了 拿破仑听了没有笑 虽然他心情极好 他命令议员把这句话再说一遍 拉弗卢士卡也看出这一点 为了使拿破仑高兴 就假装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接着说起来 我知道你们有个拿破仑 他打败了天下 可是要对付我们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拉弗卢士卡自己也不知道 怎么会冒出最后那句 充满爱国热情的大话来 议员翻译这段话 把最后这一句吃掉了 拿破仑听完微微一笑 使学家Tier对此这样描写 年轻的哥萨克 逗得伟大的交谈者 忍俊不禁 我想试试这个顿和孩子 看看他如果知道 和他交谈的人就是我本人 就是在金字塔上 写下长盛不败英明的 拿破仑皇帝 他会有什么反应 拿破仑默默默地走了几步 忽然饶有兴致地 想做这样一个游戏 翻译很快照办了 把这段话告诉了拉弗卢士卡 拉弗卢士卡明白 拿破仑这样做 是要让他尴尬难堪 拿破仑以为 他一定会大吃一惊 为了讨好拿破仑 拉弗卢士卡立刻装成 吓得木灯口呆的样子 脸上也露出他在挨打时 惯有的表情 是学家提尔这样描写这一幕 拿破仑的一员话音一录 那格萨克就呆若木鸡 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他继续前进 眼睛盯住这位威名越过草原的征服者 他顿时闭上爱饶蛇的嘴 显出一副天真无邪的狂喜 拿破仑赐给这个格萨克自由 让他像鸟儿一样飞回田野 拿破仑放走了拉弗卢士卡 继续骑马前进 他幻想着他梦寐以求的莫斯科 拉弗卢士卡则向俄军前哨飞驰 一路编造着荒诞不惊的故事 以便回去向自己人吹嘘 他不想说出真实的经历 他认为不值得说 拉弗卢士卡起码向格萨克跑去 打听他那属于 普拉托弗部队的团在哪里 傍晚他找到了主人尼古拉洛斯托弗 尼古拉洛斯托弗住在杨克府 刚上马要同伊林一起去郊外兜风 他让拉弗卢士卡换一匹马一起去 玛利亚公爵小姐 并没有像安德烈公爵所设想的那样 到莫斯科去 尔巴端起从斯莫勒斯克回来后 老公爵才仿佛如梦初醒 他下令召集民团 把他们武装起来 并给总司令写信 表明他决定死守同山 至于总司令是否准备保卫同山 是否听任俄国一位老将军 被俘或被杀 请总司令裁夺 老公爵同时向家人宣布 他要留在同山 不过老公爵虽然决定自己留在同山 但却吩咐把公爵小姐 德萨尔和小公爵送到鲍古查洛夫 让他们再从那里去莫斯科 玛利亚公爵小姐看到 父亲不再像原来那样冷漠颓丧 变得兴奋狂热 通宵失眠 他感到害怕 他觉得不能把父亲单独留下 他生平第一次违抗了父亲的意愿 不肯离开同山 这让老公爵勃然大怒 把玛利亚又痛骂了一顿 老公爵把过去责骂女儿的话 又重复了一遍 说玛利亚是在折磨她 挑拨她同儿子的关系 无耻地猜疑她 说玛利亚活着 就是要毁掉她的生活 最后老公爵把玛利亚赶出书房 哼 你走不走 我可不在乎 我只是不想知道 有你这么个人存在 但你不要让我再看到你 不要让我在这里 看见你 玛利亚公爵小姐很担忧父亲 还好父亲并没有硬赶她走 这使玛利亚公爵小姐略感宽慰 玛利亚明白 自己留下来 老公爵心里是高兴的 在小尼古拉走后的第二天一大早 老公爵就穿戴整齐全套军装 去见总司令 马车一停在门前 玛利亚公爵小姐看见父亲穿着军装 身上挂着所有的勋章从房子里出来了 老头要先到花园里 检阅武装农奴和家奴 玛利亚公爵小姐就坐在窗口 倾听着从花园里传来的父亲的声音 突然玛利亚公爵小姐看见几个人神色慌张的 从花园的林荫道跑过来 玛利亚公爵小姐急忙跑到台阶上穿过花镜跑上林荫道 迎面走来的是一大群民团和家奴 其中几个拖着那个穿军服配勋章的小老头 玛利亚公爵小姐跑到老公爵跟前 在菩提树枝叶中露下的星星点点的阳光下 她看不清父亲脸上有什么变化 但父亲脸上原来那种严厉果断的神色不见了 只剩下怯弱温顺的表情 老公爵一看见女儿就吸动软弱的嘴唇 嘴里发出沙哑的声音 但是听不清她说什么 人们把她抬到书房 放在她进来很怕睡的那个沙发上 当天夜里就请来了医生 医生替她放了血 宣布公爵中了风 又半身瘫痪了 留在铜山越来越危险了 公爵中风后第二天就被送到包固查洛府 医生也跟着他们去了 德萨尔则带了小公爵去莫斯科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 西窗书院制作 第十四集 老公爵中风后 在包固查洛夫安德烈公爵新盖的住宅里 躺了三星期 情况没有什么变化 既不见好 也不见坏 她多半神志不清 像一具变形的尸体那样躺着 有时她抽动眉毛和嘴唇 不停地嘟囔着 但无法知道她神志是否清楚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她很痛苦 有话要说 但她究竟要说什么 是一个神经错乱的病人 要发脾气 还是对国家大事或家庭琐事 有话要说 谁也无法了解 公爵这种烦躁 并没有什么特殊原因 完全是一种病态 对 就是病态 不 我知道 她是有话要对我说 因为只要我在场 她就会更加烦躁 我让她生气 一直都是这样 仁慈的上帝 请宽恕她吧 不要让她承受肉体上 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 医生说她已经没有了康复的希望 我又不能把她带走 万一 万一她死在路上怎么办 是不是 彻底完结了的好 一了百了 玛丽亚公爵小姐 日以继夜地守护着父亲 几乎不睡觉 玛丽亚这样想着 忽然觉得可怕 她发现自己注意父亲时 常常不是希望在父亲身上 看到好转的真相 而是希望看到父亲 接近末日的真后 不论公爵小姐觉得多么别扭 她知道自己心里 确实有这样的念头 更可怕的是 玛丽亚公爵小姐还发现 从父亲得病以来 甚至可能还要早些 每当她和父亲相处时 就有所期待的 那些长期潜伏在心中 被压抑忘却的 个人心愿和希望 在她身上也觉醒了 这些多少年 没有进入她头脑的念头 现在像魔鬼的诱惑一样 在她脑子里作祟 不论她怎样 想排除这些念头 她还是不断想到 办完父亲后事以后 她该怎样安排生活 玛丽亚公爵小姐知道 这就是魔鬼的诱惑 而抵制这魔鬼 唯一的武器是祈祷 于是她就祈祷 但玛丽亚虽然做出 祈祷的姿势 眼睛望着圣像 嘴里念着祷文 可是她祈祷不下去 玛丽亚觉得 她现在处在 另一个世界里 这里既有操劳 又有自由 完全不同于 她以前那个 被禁锢的只有祈祷 是唯一安慰的精神世界 现在她无法祈祷 欲哭无泪 完全掉进 尘世生活的烦恼中 留在鲍古查罗夫 也有危险了 四面八方都传来 法军逼近的消息 在离鲍古查罗夫 十五额里的村庄里 法国兵 抢劫了一座地主庄园 医生坚持 必须要把公爵搬得远一些 首席贵族派一名官员 来看望玛丽亚公爵小姐 劝她赶快离开 鲍古查罗夫 县警察局局长 也来到鲍古查罗夫 提出同样的主张 她说 法军离这里 只有四十额里了 到处散发传单 如果公爵小姐 到十五号 还不带父亲离开这里 后果她实在难以负责 公爵小姐决定 十五号动身 她准备行装 向仆人发指示 忙了一整天 十四号晚上 玛丽亚照例在公爵卧室 隔壁屋里 合一而卧 夜里她醒了好几次 听见父亲的呻吟和异语 听见床的咯吱声 以及帮父亲翻身的鸡哄 和医生的脚步声 她几次走到门口倾听 觉得父亲今晚的身影 比平时响 翻身的次数 也比平时多 玛丽亚睡不着 几次走到门边 想进去 却又不敢进去 虽然父亲没有说出来 但玛丽亚公爵小姐看得出 任何为父亲担忧的表示 都会使她不快 玛丽亚还发现 每次她情不自禁地 盯着父亲时 父亲就会厌恶地 避开她的目光 我如果进去 这样进去 一定会惹她生气 可是 我真的想去看看她 我真的害怕 玛丽亚从来没有像这样 可怜过父亲 也从来没有像这样 怕失去父亲 此刻 玛丽亚回忆 同父亲相处的日子 从父亲的一言一行中 都能发现 她对自己的慈爱 在这样的回忆中 魔鬼偶尔 仍会闯入玛丽亚的心里 使她想到 父亲死后的情景 她将怎样安排她 自由自在的新生活 但玛丽亚厌恶地 驱除了这种念头 天快亮的时候 父亲安静了 玛丽亚也睡着了 玛丽亚很晚才醒来 她刚苏醒时 心地纯净 她意识到 父亲的病 占据着她的整个内心 但当她醒来后 听到门里的动静 听到父亲的呻吟 她就不禁发出 叹息的自语 唉 还是那个样子 当玛丽亚意识到 自己这种可怕的想法 她又痛恨自己 天哪 我究竟要怎么样 我到底要什么 我竟然 想要她死 哦 哦 少爹 玛丽亚穿好衣服 梳洗完毕 念了道文 就走到台阶上 台阶旁 停着几辆 还没有套马的车 仆人们正在往车上 装东西 早晨 温暖 而阴暗 玛丽亚公爵小姐 站在台阶上 为自己心灵的卑劣 感到震惊 在走进父亲屋里之前 她竭力想理顺自己的思路 医生下了楼 走到她面前 嗯 她今天好些了 我刚才找过您了 她今天说的话 多少可以听懂一点 甚至也清楚些了 您进去吧 她在叫您 听到这话 玛丽亚公爵小姐的心 砰砰直跳 她脸色发白 身子靠在门上 才免得倒下 在她心里 正充满可怕的 罪恶念头的时候 去见父亲 同父亲说话 看到父亲的眼神 玛丽亚觉得 这是既高兴又痛苦 还让她心惊胆战的事 走吧 玛丽亚公爵小姐 走进父亲房里 来到父亲的床前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 列夫托尔斯泰 西窗书院制作 第十五集 玛丽亚公爵小姐 走进父亲房里 来到父亲的床前 老公爵高高地 仰卧在床上 瘦骨临寻 青筋毕露 满是疙瘩的双手 放在被子上 她左眼直瞪着 右眼斜视着 眉毛和嘴唇 一动不动 她的整个身体 瘦小得可怕 让人觉得她很可怜 她的脸干瘪 消瘦 脸变小了许多 玛丽亚公爵小姐 走过去 吻了吻父亲的手 老公爵用左手 握住她的手 显然等她好久了 她拉了女儿的手 眉毛和嘴唇 突然像生气似的 抽动起来 玛丽亚公爵小姐 恐惧地看着父亲 竭力猜测 父亲想要自己做什么 玛丽亚换了个姿势 凑近父亲一些 让父亲的左眼 能看见她的脸 老公爵安静了下来 有几秒钟 她的眼睛 没有离开过玛丽亚 接着 老公爵的嘴唇和舌头 都动起来 发出模糊的声音 她的脸上 现出恳求的神色 胆怯地瞧着玛丽亚 她要说话 显然又怕玛丽亚 听不懂她的话 玛丽亚公爵小姐 聚精会神地望着父亲 见她费力地转动舌头 那样子很可笑 玛丽亚公爵小姐 垂下眼睛 好容易才压住 涌上喉咙的乌液 老公爵说了句什么 重复了好几次 但玛丽亚公爵小姐 听不懂 她竭力猜想 她在说什么 并重复这些话 问她是不是这个意思 大家都听不懂这些话 医生以为自己猜着了 就学着公爵的声音问 您是说公爵小姐害怕 是吗 鲍尔康斯基老公爵摇摇头 又发出同样的声音 是 你 来 我 爸爸 您是说 心里 心里难过 老公爵 老公爵发出一种 含糊的声音 表示肯定 他拉住玛丽亚的手 把她按在自己胸口上 不同的地方 仿佛在找寻一个 最适当的位置 我 一直在 一直在 想你 这一次 鲍尔康斯基老公爵 说的比原来清楚多了 大家都能听懂他的意思 玛丽亚公爵小姐 把头贴在父亲的手上 竭力掩饰自己的 污液和眼泪 老公爵用一只手 摸摸他的头发 我空跳 一直在叫你 我 我 又是知道 爸爸 可我 可我不敢进来 老公爵握住女儿的手 你没有睡吗 没有 爸爸 我没有睡 妈 玛丽亚公爵小姐摇着头 她情不自禁地模仿父亲 竭力用手势来表达意思 仿佛她的舌头也不听使唤 虽然玛丽亚公爵小姐听不清父亲的话 但从父亲的眼神中可以看出 她说的是一句从没说过的亲切而温柔的话 可我还希望 竟然希望她死呢 玛丽亚公爵小姐悔恨地想着 谢谢你 女儿 亲爱的 玛丽亚 谢谢你 你做的一切 原谅我 谢谢 原谅我 谢谢 鲍尔康斯基老公爵说着说着 泪水也夺旷而出 哦 去叫安德烈来 老公爵说叫安德烈来时 她脸上突然现出一种天真胆怯和疑虑的神态 似乎她自己也知道 她的要求是没有道理的 玛丽亚公爵小姐有这样的感觉 哦 我接到安德烈的信了 老公爵又惊奇又胆怯地望着玛丽亚 儿子 她在哪里啊 她在部队里 爸爸 在四目冷四刻 老公爵闭上了眼睛 沉默了 然后她点点头 仿佛 自己的疑虑已经得到了解答 现在 她懂得了一切 也记起了一切 接着 她又睁开眼睛 是啊 我完了 他们把汤给毁了 鲍尔康斯基老公爵又乌液起来 泪水又夺矿而出 玛丽亚公爵小姐再也忍不住 望着父亲的脸也哭了起来 老公爵又闭上眼睛 她的污液也停止了 她直指眼睛 几哄懂得她的意思 替她擦去了眼泪 老公爵又睁开了眼睛 说了好一阵 谁也不懂的话 玛丽亚公爵小姐努力猜测 却怎么也猜不透父亲的意思 她不明白父亲说的是俄国 是安德烈公爵 是他 还是小尼古拉公爵 或者是他自己的死 玛丽亚公爵小姐听懂了这句话 她哭得更厉害了 医生挽住她的手臂 把她拉到露台上 要她震惊 让她准备动身的事 玛丽亚公爵小姐出去后 老公爵又谈到儿子 谈到战争 谈到皇帝 她愤慨地扬起眉毛 提高嘶哑的嗓子 接着她又一次中风了 这也是她最后一次中风 玛丽亚公爵小姐 走之的菩提树林音路 往池塘跑去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 列夫托尔斯泰 西窗书院制作 玛丽亚公爵小姐 在花园里急急地跑着 自言自语着 她把双手按住胸口 放声大哭 是的 我竟然希望她死 是的 我希望她快点死 我想要安宁自由 可是 她会怎么样呢 如果她不在了 我要安宁做什么 我要安宁做什么 妈里亚在花园里转了一圈后 又回到房子前 看见留在包固查罗夫 没有走的布林小姐 和一个陌生男人 向她迎面走来 这是县首席贵族 亲自来找公爵小姐 劝她必须尽快离开这地方 玛丽亚公爵小姐听着 却像是听不懂她的意思 她把首席贵族领到屋里 请她用早点陪着她坐下 然后她向首席贵族道歉 向老公爵的房门走去 但医生神色惊慌地出来了 说不能进去 您走吧公爵小姐 走吧走吧 玛丽亚公爵小姐又走到花园里 在山下池塘边 谁也看不见的草坡上坐下 她不知道在那里坐了多久 一个女人在小路上 跑过来的脚步声 把她惊醒 玛丽亚站起来 看见石女杜尼亚沙跑过来 杜尼亚沙一看见公爵小姐 仿佛吓了一跳 她收住脚步 断断续续地对公爵小姐说 快来公爵小姐 公爵 公爵她 就来 我就来 公爵小姐急急地回答着 没有让杜尼亚沙把话说完 她竭力不去看杜尼亚沙 起身就向屋里跑去 在门口遇见了首席贵族 公爵小姐 上帝的意志实现了 你要做好 一切准备 让我进去 这不是真的 玛丽亚公爵小姐恶狠狠地喊着 医生想拦住她 但她推开医生向门口跑去 这些人神色惊慌 他们为什么要拦住我 我 我谁也不需要 他们在这里干什么呀 玛丽亚推开门 一道强烈的阳光 射进这个阴暗的屋子 她自己也吃了一惊 屋子里有几个女人和保姆 他们从床边给她让开一条路 鲍尔康斯基公爵 仍旧那样躺在床上 她那沉静的脸上 是一副严厉的表情 吓得玛丽亚公爵小姐 在门口站住 不 她没有死 这不可能 玛丽亚公爵小姐 自言自语着 走到父亲跟前 她努力克服内心的恐惧 把嘴唇压在父亲的脸颊上 又立刻离开了父亲 她觉得对父亲的柔情突然消失了 只剩下对当前景象的恐惧 上帝啊 没有了 她没有了 她不在了 可是 在这儿 在她身前呆过的地方 有一种陌生的 敌对的东西 有一个令人毛骨悚然 难以理解的谜 玛丽亚公爵小姐 双手掩住脸 倒在扶住她的医生的怀里 妇女们当着鸡哄和医生的面 洗了公爵的遗体 用手巾扎住她的头 以免她张开的嘴变硬 另外用一条手巾 绑住她插开的腿 然后她们给她穿上挂满勋章的军服 最后她们把她干缩的遗体 放在桌上 一切都做得有条有理 入夜 棺材四角点起了蜡烛 棺材里铺上一块布 地上撒了次百只 在死人干缩的脑袋下 放了一张印刷的导文 筑记坐在角落里 诵读诗篇 在客厅里 外人和家人都拥挤在棺材周围 首席贵族 村长和妇女们 全都惊慌地瞪着眼睛 画着十字 鞠着弓 吻着公爵冰凉僵硬的手 这情景就好像一群马 围着一匹死马 惊跳着 拥挤着 喷着鼻子 在安德烈公爵没来以前 鲍古查罗夫是个主人很少来的庄园 鲍古查罗夫的农民和铜山的农民在气质上完全不同 语言服装和风俗也不一样 鲍古查罗夫农民被称为草原农民 他们常来铜山帮助收获 挖堂开钩 老公爵欣赏他们干活勤劳 但不喜欢他们生性粗野 安德烈公爵移居 鲍古查罗夫以后 实行了一些新措施 盖医院 办学校 减轻易租 但这并没有使他们的性情变得温和些 反而加强了一些粗野的习性 他们经常传布莫名其妙的留言 时而说要把他们都编入哥萨克 时而说他们要改信新教 时而说皇上要发出新诏书 时而说保罗皇帝在1797年就宣誓 让农奴自由 但被地主老爷扣下了 时而又说彼得三世将在七年内复位 到那时大家都可以自由自在 不会再受任何束缚 他们的头脑里有的是模糊不清的观念 关于战争和拿破仑入侵的传闻和基督的仇敌 世界末日和绝对自由等统统混在一起 鲍古查罗夫四周都是官府直下的村庄 和实行代义租的地主村庄 居住在这一带的地主很少 加奴和实资的农奴也很少 俄国的农民生活 具有一种神秘的潜流 这种潜流在鲍古查罗夫这一带的农民身上 比其他地方更明显 更强烈 这种潜流的原因和意义 现代人难以理解 二十年前 当地农民发生过一次 像温暖的江河流域的大迁移 就是这种潜流的一种表现 几百个农民 包括包括查罗夫的农民 突然卖掉牲口 扶老邪幼向东南方移动 就像鸟儿飞向海洋那样 农民们带着老婆孩子 奔向他们谁也没有去过的东南方 他们成群结队地出发 有的单独赎了身 有的逃跑 他们或骑马或步行 朝着那温暖的江河流域而去 许多人因此受到惩罚 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许多人在路上冻死饿死 许多人最后又回到原地 于是这场运动 像他无缘无故发起一样 自然而然地消亡了 但是这种潜流 在他们中间不停地流动 并且不断积聚新的力量 以便有朝一日 同样奇怪强烈 而又自然地再度出现 现在在1812年 凡是接近农民的人都会发觉 这种潜流 来势汹汹 一触即发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 西窗书院制作 阿尔巴端奇在老公爵去世前不久 来到鲍古查洛夫 他很快发现了此地农民情绪的动荡不安 这里跟铜山不同 铜山的农民已经撤离了家乡 听任戈萨克糟蹋他们的村庄 而在这里据说鲍古查洛夫农民已经和法国人有勾结 他们接受了法国人散发的传单 因此留在本地不走 阿尔巴端奇从心腹加奴那里听到 前几天 在村舍里很有势力的为公家赶运输车的农民 卡尔普带回消息说 戈萨克们会洗劫居民逃亡后的村庄 但法国人却秋毫无犯 阿尔巴端奇还知道 昨天另一个农民从已被法军占领的威斯罗乌火沃 带来一张法国将军的公告 公告说他们不会侵犯居民 只要居民们留下来不走 法国人拿走的东西都将坐驾赔偿 这个农民拿出一百卢布钞票 说是预付给他的干草款 当然他不知道那些钞票是假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阿尔巴端奇还知道 就在他吩咐村长派车 把公爵小姐送礼 包括查罗夫的那天早晨 村子里举行过一次村民大会 大家都决定不走 留在村里等待 可是阿尔巴端奇明白 对于玛利亚公爵小姐来说 已经时间紧迫 不能再等了 在8月15号 公爵去世那天 首席贵族就坚决要求 玛利亚公爵小姐当天离开 因为局势已经非常危急 首席贵族说 16号以后 不论发生什么事 他都该不负责 在公爵去世的那天傍晚 首席贵族就走了 他虽然答应 第二天来参加老公爵的葬礼 但却没有来 因为他得知了法军 在向前突进的消息 忙着把自己的金银财宝 从家里运出来 带上自己的家眷 离开了 三十年来 鲍鲍查罗夫 由村长德隆治理 老公爵生前叫他 德鲁努什卡 德隆是一个体格强壮 个性刚毅的农民 成年后 他续起了大胡子 直到六七十岁 都是这样 他没有一根白头发 不掉一颗牙 六十岁还腰杆笔挺 精力充沛的 像三十岁一样 德隆也曾参加过 向温暖的江河流域的大迁移 以后就当上 鲍鲍查罗夫的村长 和庄园管理员 二十三年来 他担任此职 可以说是无懈可击 农民们怕他 胜过怕主人 而老公爵 安德烈公爵和总管 都很尊敬他 戏称他为家务大臣 在任职期间 德隆没喝醉过一次 没生过一回病 夜里不睡觉 或者干了累的重活 他都不觉得疲劳 他不识字 却从没忘记过一笔账 没忘记过出售的许多车 面粉的重量 也没忘记过 包括查罗夫 任何一块田地里的 易捆庄稼 阿尔巴端起 在公爵落葬那天 换来了德隆 德隆 带易租的 但阿尔巴端起觉得 背几辆大车 不会有什么困难 因为包括查罗夫 有两百三十个农户 他们的家境 都很殷实 没想到 德隆村长 听了阿尔巴端起的命令 却垂下眼睛 一声不吭 阿尔巴端起 又说了几个 他认识的农民 叫德隆 去向他们要车 我没办法 让他们出车 他们的马 都已经拉车去了 阿尔巴端起 又说了几个农民的名字 老爷 他们也没有马 是的 有两个 替公家拉车去了 还有一些人 他们的马 已经不中用了 有些马 因为缺乏鸡料 饿死了 老爷 现在没有马车 按照德隆的说法 不仅运送行李的马 找不到 连拉轿车的马 都没有 阿尔巴端起 宁神瞧着德隆 皱起眉头 德隆是个模范村长 同样 阿尔巴端起 也是个模范总管 阿尔巴端起 管理公爵的庄园 二十年 也不是无功之臣 他是个出色的总管 他凭感觉 就能看透 他属下农民的 要求和本能 他看了一眼德隆 马上就明白了 德隆的回答 不只是出于 他个人的意思 而是表达了 他所管理的 包括查罗夫 全体农民的情绪 但阿尔巴端起也知道 这些年 德隆当村长发了财 农民们都很恨他 此刻 他的想法 一定摇摆于 地主和农民之间 从德隆的目光中 阿尔巴端起 就能看出这种摇摆 他皱起眉头 向德隆 迈了一步 你啊 德隆诺斯卡 听好 你少给我说这些废话 安德烈公爵大人 亲自吩咐我 要全村的人都离开 不能留给敌人 再说 皇上也有圣旨 留下不走 就是背叛皇上 听见吗 听见了 德隆虽然回答了 但却连眼睛都没有抬一抬 二把端起摇摇头 对这个回答也很不满意 诶 德隆 你这样不行 林有权 您做主吧 喂 德隆 住口 我算把你看透了 把你这人 里里外外都看透了 二把端起从怀里抽出手 庄重地直指 德隆脚下的地板 德隆慌了 他偷偷地瞧了一眼 二把端起又垂下眼睛 别说废话了 你去告诉老百姓 准备去莫斯科 明天早晨给公爵小姐备好车 你自己不用去参加聚会 听见了吗 但德隆却突然跪了下来 二把端起老爷 您撤了我的职吧 我干不了了 你把我这里的钥匙拿去 砍在基督份上 把我撤职吧 住口 德隆 路士卡 我把你这人 里里外外都看透了 二把端起反复说着同一句话 他知道自己善于养风 懂得什么时候播种燕麦 二十年来 善于逃取老公爵的欢心 早就享有巫师的称号 因为只有巫师 才能把人 里里外外都看透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 西窗书院制作 第十八集 德龙站起来想说什么 二把端起却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你们这是安的什么心 你们在想什么呀 我能拿老百姓怎么办 他们却疯了 我对他们也说过 对对 我说的就是这件事 他们还在灌老酒吗 是的 二把端起老爷 他们又弄了一桶酒 你听我说 我去找警察局局长 你去说服老百姓 叫他们别这样 然后把车子准备好 是老爷 二把端起不再说什么 他长期管理农民 知道要是这些农民服从 就绝不能让他们发觉 你有怀疑他们不服从的想法 所以二把端起听到德龙说 是老爷 他就满足了 虽然他不仅怀疑 甚至确信没有军队的帮助 是弄不到车辆的 果然到傍晚还没有车辆 村民又在酒店旁集会了 会上决定把马匹赶到树林里 不出大车 二把端起没把这事告诉公爵小姐 而是吩咐仆人把他的行李 从铜山来的车上卸下 把这几匹马套到公爵小姐的车上 自己去找长官 父亲安葬后 玛丽亚公爵小姐闭门谢客 使女来到她的门口 小姐 阿尔巴端起老爷来向您请示动身的事 告诉阿尔巴端起 我哪儿也不去 请不要来打扰我 玛丽亚公爵小姐 从躺着的沙发上欠起身 隔着门回答了一句 卧室的窗户是潮汐的 玛丽亚公爵小姐面朝墙壁 躺在沙发上 摸弄着皮靠枕上的扣子 她的眼睛盯着这个靠枕 思想却模模糊糊地 集中在另一件事上 父亲去世的伤痛是无法挽回的 但在父亲患病期间 她觉察到了自己心灵的卑劣 这更让她不安 她想祷告 但又不敢祷告 她不敢怀着这样的心情 祷告上帝 她已经这样躺了好久 太阳已经移到房子另一边 斜阳从敞开的窗子照进来 照到玛丽亚公爵小姐 望着的皮靠枕上 她的思路突然中断了 她茫然地起身 抚平了头发 站起来走到窗前 深深地吸着晴朗天气里 阵阵微风吹来的 黄昏的清新空气 是啊 现在你可以尽情欣赏黄昏的美景了 她已经不在了 谁也不会来妨碍你了 她自言自语 颓然坐在椅子上 头扶在窗件上 有人从花园里揉声换她的名字 接着在她头上吻了吻 她抬头一看 原来是布里恩小姐 布里恩小姐穿着黑衣服 戴着黑纱 悄悄走到玛丽亚公爵小姐跟前 叹了口气 吻了吻她 哭起来 玛丽亚公爵小姐 回头望了布里恩小姐一眼 想起同她的几次冲突 想起对她的猜疑 又想起老公爵 最后改变了 对布里恩小姐的态度 甚至不再见她 这时玛丽亚公爵小姐觉得 自己对布里恩小姐的责怪 多少有点不公平 我竟然盼望爸爸死 我 我有什么资格责怪别人呢 玛丽亚公爵小姐 想着布里恩小姐的处境 近来布里恩同他们一家人疏远 但他还得寄人篱下 依靠他们生活 玛丽亚公爵小姐开始可怜她 并带着温和询问的目光 看向她 向她伸出手去 布里恩小姐哭着 吻着玛丽亚公爵小姐的手 亲爱的公爵小姐 我很悲伤 我和您一样悲伤 我愿意分担您的忧伤 亲爱的玛丽亚 请您准许我分担您的忧伤 这是我唯一的安慰 请您准许我 布里恩小姐还说 面对这深重的哀伤 过去的一切误会都应该消除 她对谁都问心无愧 老公爵在那个世界也会感受到她的爱心和感激之情 玛丽亚公爵小姐听着 却听不懂她的意思 只偶尔望望她听着她说话的声音 您的处境格外困难 亲爱的公爵小姐 我了解 您这人一向不为自己考虑 但我爱您 尔巴丹琪来过您这儿吗 他和您谈过动身的事吗 玛丽亚公爵小姐没有回答 她不明白谁要动身 要去哪儿 难道现在还能计划什么 考虑什么吗 还不是都一样 你要知道 亲爱的玛丽亚 你要知道我们处境危险 我们被法军包围了 现在出去很危险 我们要是出去 准会被当成俘虏 天知道 玛丽亚公爵小姐 望望不怜小姐 仍然没有回答她 因为玛丽亚还是不明白 她在说些什么 我现在什么都不在乎 当然 我说什么也不愿意离开她 阿尔巴丹琪 是对我说道动身 您去跟她说说吧 我毫无办法 我现在 什么也不想 我和阿尔巴丹琪说过了 她希望我们明天就走 但我想 现在还是留在这里的好 您一定也同意 亲爱的玛丽亚 路上露在士兵 或暴动农民的手里 那该有多么可怕 哦 上帝啊 布林恩小姐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张法国拉莫将军的文告 文告不是印在普通的俄国纸上 内容是叫居民不要离家出走 说法国当局会给他们应有的保护 布林恩小姐把文告递给公爵小姐 我想最好去找找那位将军 我相信您会得到应有的尊敬的 玛丽亚公爵小姐读了文告 她的脸因为无声无泪的抽气而抽动着 您这是从哪里弄到的 有人 有人看到我的名字 知道我是个法国人 布林恩小姐脸红了 玛丽亚公爵小姐的脸色却苍白起来 她手拿文告从窗口站起来 走出屋子 走进了安德烈公爵的书房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西窗书院制作 第十九集 玛丽亚公爵小姐拿着文告 从窗口站起来 走进了安德烈公爵的书房 杜尼亚莎 你把尔巴端起 杜罗诺斯卡 或者别的人叫来 告诉布林恩小姐 叫她不要到我这里来 杜尼亚莎 快去 快去啊 我们不能落在法国人手里 玛丽亚公爵小姐一想到自己可能落在法国人手里 就感到不寒而栗 如果安德烈公爵知道我落到法国人手里 那还了得 如果鲍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竟要求拉摩将军的庇护 祈求他的恩惠 那想什么话 这个想法使玛丽亚浑身哆嗦 满脸通红 心里生起空前的仇恨和自尊 他生动地想象着他的处境将会多么困难 特别是多么屈辱 如果法国人住到这房子里来 拉摩将军将使用安德烈公爵的书房 他会翻译安德烈的书信和文件作为消遣 布林恩小姐一定会在包括查洛夫隆重接待他们 法国人会给我一个小房间寸作恩典 士兵们会破坏父亲的新坟 拆下坟上的十字架核心章 他们将向我讲述他们怎样战胜俄军 还将装作同情我的不幸 玛丽亚公爵小姐突然觉得 此刻她应该按照父亲和哥哥的思想来考虑问题 就她个人来说留在哪里都可以 不论发生什么事都不在乎 一切她都无所谓 但玛丽亚觉得 她还代表着死去的父亲和安德烈公爵 她应该用他们的思想来考虑问题 用他们的感情来感受一切 父亲和哥哥想说什么 他就应该说什么 父亲和哥哥想做什么 他就应该做什么 她走进安德烈公爵的书房 竭力领会着哥哥的思想 再来考虑自己的处境 玛丽亚原以为随着父亲的去世 生活的要求也消失了 如今这种要求竟突然空前强烈地出现在她面前 并且控制了她的心灵 玛丽亚情绪激动 脸色因激动而涨得通红 她在屋子里来回踱步 一会儿要见阿尔巴端奇 一会儿叫米哈伊尔伊凡内奇和鸡鸿 一会儿又要召来德龙 东尼亚沙保姆和几个使女都不能断定 布莲恩小姐的话有几分是对的 阿尔巴端奇不在家里 她到警察局去了 建筑师米哈伊尔伊凡内奇被玛丽亚公爵小姐召来 但她睡眼惺忪 什么话也说不出 十五年来 米哈伊尔伊凡内奇对老公爵 总是笑眯眯地表示同意 自己从不发表意见 现在她也用这种方式来回答 玛丽亚公爵小姐的问题 就让人完全不得要力 奉召而来的老侍仆 激哄 面容 消瘦 憔悴 现出难以消除的悲伤神色 玛丽亚公爵小姐不论问她什么 她都是看着她一副忍不住要哭的样子 只是回答 是 公爵小姐 最后 村长德龙走进来 对玛丽亚公爵小姐深深的鞠躬 站在门口 玛丽亚公爵小姐在屋里来回躲了几步 走到德龙面前站住 德罗诺诗卡 德罗诺诗卡 自从我们家遭到不幸以来 玛丽亚公爵小姐把德龙看作一个可靠的朋友 因为德龙每年到维亚兹马去赶集时 总是笑眯眯地给她带来特制的姜饼 但玛丽亚刚开始说就停住了 她没有力气说下去了 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 德罗诺诗卡 阿尔伯端齐出去了 我没有人可以商量 他们说我不能走 不能离开这里 你觉得怎么样 为什么不可以走 公爵小姐 你可以走 他们对我说 路上有敌人 很危险 德罗诺诗卡 我的好朋友 我什么也不能做 什么也不明白 我身边没有一个人 我 是不是今晚 或是明早 一定得走 德龙低下头 好久不作声 没有马 我对阿尔伯端齐先生 也说过了 马怎么会没有 这都是上帝的惩罚 有些马被军队拉走了 有些马倒闭了 这年头别说马 就连人都快饿死了 老百姓三天没吃东西了 什么也没有了 彻底破产了 马里亚公爵小姐 全神贯注地听着 德龙的话 她渐渐感到 有些吃惊 您说什么 农民都破产了 他们没有粮食吃 是啊 大家都要饿死了 谁还顾得上车子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 噢 德龙诺史卡 难道不能帮帮他们吗 我一定会尽一切可能 马里亚公爵小姐 觉得奇怪 在这样共同的 悲伤的时刻 为什么还要分什么 穷人和富人 富人难道就不能 帮助穷人 她听说过 地主家都有储备粮 专门救济农民 玛利亚知道 哥哥和父亲都不会拒绝救济农民 所以他愿意亲自向农民发放粮食 他愿意做这件事情 他别的不怕 只怕说错了话 他为自己找到一件可以操持的事情感到高兴 这样他就能忘记自己的悲伤 他向德龙详细了解农民的困境 以及包括查洛夫存粮的情况 我们不是还有粮食吗 我哥哥名下的 老爷的粮食原封未动 我们公爵没吩咐卖掉 把哥哥的粮食发放给农民 他们要多少就给多少 我代表哥哥答应你发放 德龙什么也没回答 只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德伦详斯卡照我说的做 你把这里的粮食发给他们 只要够发就行 全部发光 我代表哥哥命令你这么做 你对他们说 我们的东西就是他们的东西 我们什么都舍得给他们 你就这样对他们说 玛利亚公爵小姐说话的时候 德龙一直盯着他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西窗书院制作 第二十集 玛利亚公爵小姐说话的时候 德龙一直盯着他 等公爵小姐说完 德龙深深地叹了口气 你把我撤职吧 公爵小姐 看在上帝份上 你把我的钥匙都拿去 我伺候老爷 都伺候了二十三年 没有做过一件错事 你把我撤职吧 看在上帝份上 玛利亚公爵小姐不明白 德龙在要求什么 他为什么要求撤他的职 他回答德龙说 德龙的一片忠心 他从不怀疑 为了德龙和为了农民 他自己什么都愿意做 一小时后 东尼亚莎向公爵小姐通报 德龙回来了 按照公爵小姐的命令 全体农民都聚集在骨仓前 希望同女东家对话 全体农民都来了 可我从没叫过他们呀 我只是叫德龙诺斯卡 发粮食给他们 看在上帝的份上 公爵小姐 您叫人把他们赶走吧 您自己别去 那是个圈套 小姐您别去 等二八端起来 我们就走 您千万别去 什么圈套 我确实知道 看在上帝的份上 您就听我的吧 公爵小姐 不信 您可以问问保姆 听说 他们不肯遵照您的命令 离开村子 不 这不对头 我从来没有命令 他们离开村子呀 你叫德龙诺斯卡来 德龙奉命走来 证实了都尼亚沙的话 农民是奉公爵小姐 之命来的 可我从来没有叫过他们呀 你一定是把我的话 传错了 我只是要你 发粮食给他们 唉 只要你下命令 他们就会走的 哦 不 不 我去见见他们 玛利亚公爵小姐 不顾都尼亚沙和保姆的劝阻 走到台阶上 德龙 都尼亚沙 保姆和米哈伊尔一番内奇 跟着他出去 玛利亚一面在暮色中 向聚集在骨仓旁 牧场上的人群走去 一面想着 他们大概以为 我给他们粮食 是要他们留下来不走 而我自己走掉 撇下他们不管 让法国人摆布 哦不 我要向他们保证 在莫斯科的乡下 会按月发给他们口粮 供给他们住房 我相信 要是安德烈处在我的地位 他一定会做得更多 人们挪动身子 挤在一起 匆匆摘下帽子 玛利亚公爵小姐 吹下眼睛 双腿被裙摆绊着 困难地走到他们面前 那么多双老人和青年的眼睛 盯着他 那么多张不同的脸 出现在他眼前 这让玛利亚公爵小姐 连一张脸也看不清 他觉得 他需要立刻和他们说话 但又不知从何说起 但他想到 他现在是代表 父亲和哥哥办事 身上一下子就增添了力量 他大着胆子说起来 你们来了 我很高兴 玛利亚公爵小姐 说话时 没抬起眼睛 只觉得心在砰砰直跳 德伦诺斯卡告诉我 战争使得你们都破产了 哦 这是我们共同的灾难 我要不惜一切帮助你们 是的 我要走了 因为这里很危险 敌人接近了 但我愿意把一切都送给你们 哦 我的朋友们 我请你们把我们所有的粮食都拿走 这样你们就不会挨饿了 要是有人对你们说 我给你们粮食 是要你们留下来不走 没有那回事 相反 我请你们带上全部家产 到我们莫斯科的庄园去 我会负责你们的生活 你们不会有困难 我会给你们房子住 给你们粮食的 公爵小姐停了停 她听到人群里 只是一片叹息声 我这样做 不只是我个人的意思 我这样做 是代表我去世的父亲 代表我的哥哥和他的儿子 我的父亲 原是你们的好东家呀 玛利亚又停下来 但没有人打破沉默 我们的灾难是共同的 那就让我们来共同分担吧 我的一切都是你们的 玛利亚望着面前的人群 大声说着 一双双眼睛 带着同样的表情望着她 但她无法理解 这是好奇 忠诚感激 还是恐惧和怀疑 但每个人脸上的表情 都是一样的 您的恩典 我们非常感激 但我们不能拿老爷的粮 这是为什么呀 没有人回答玛利亚 玛利亚公爵小姐 玛视着人群 她发现 她所接触到的眼睛 一双双都垂下来 你们到底为什么不要粮食 为什么 玛利亚又大声问了一遍 但没有一个人回答 沉默使玛利亚公爵小姐 觉得难堪 她竭力想捉住 随便那个人的目光 你们为什么不说话 老人家 如果你觉得还需要什么 你就说 我都可以办到 公爵小姐 终于捕捉到面前 一个拄着手杖的老人的目光 但那老人仿佛生气了 垂下了头 喃喃地说 有什么同意不同意的 我们不需要粮食 什么 要我们抛下一切 不 我们不同意 你自己去 不同意 我们说什么也不同意 我们不跟你去 那我们可不走 人群从四面八方发出叫嚷 人人脸上显出同样的表情 但这表情不是好奇和感激 而是愤怒和决心 你们一定没理解我的意思 你们为什么不想走 我答应给你们住 给你们吃 你们留在这里不走 会被敌人糟蹋的 但她的声音 被人群的声音压倒了 我们不同意 让他们来破坏好了 让他们来破坏好了 玛利亚公爵小姐 又想竭力捕捉到 随便哪个人的目光 但没有一个人的目光 愿意对着她 显然大家都避开她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 西窗书院制作 第21集 听着农民们的喊叫声 玛利亚感到奇怪和困惑 他们为什么不要粮食 瞧她说的多好听 其实是要我们去给她当奴隶 毁了家 去当奴隶 可不是 我给你们粮食 说的多好听 玛利亚公爵小姐垂下头 走出人群回家 她再一次吩咐德鲁 明天备好马动身 接着走到自己屋里 独自沉思起来 那天晚上 玛利亚公爵小姐 久久地坐在卧室打开的窗前 听着从村里传来的农民的说话声 但她努力不去想他们 她觉得她怎么也无法理解他们 现在她只想到她自己的悲痛 由于操心农民的事 她把悲痛暂时忘记了 现在她又可以回忆 哭泣 祷告了 太阳落山后 风停了 夜晚宁静而凉爽 紫夜将至 人生沉寂下去 公鸡开始啼叫 一轮满月 从菩提树后冉染上升 凉爽的重物从地上腾起 村庄和宅底里一片宁静 不久前刚刚发生的一切 父亲的病和她迷留的时刻 这是又一幕幕浮现在玛利亚眼前 此刻玛利亚带着苦涩的快感 回忆着当时的情景 又恐惧地回避她临死的一幕 玛利亚觉得 即使在这宁静而神秘的紫夜 她也不愿回想到那一幕 但那一幕的景象 又是那么清楚 那么细致地呈现在她眼前 使她觉得 那一幕像是现实 又像是往事 忽而又觉得 那是未来 玛利亚又清楚地回忆 父亲中风时的情景 父亲被人从铜山的花园里嫁回来 她翻动僵硬的舌头 嘟囔着什么 皱起白眉毛 扭动着 不安地 胆怯地望着她 她当时 就想对我说林中那天说的话 她一直就想说这些话 于是 玛利亚又回想 父亲发病前夜 在铜山的情景 一切都历历在墨 那天晚上 她预感到要出事 就违反父亲的意愿 留下来陪着老公爵 那天 她通宵没有合眼 夜里点着脚尖下楼 来到父亲睡觉的花房门口 倾听父亲的声音 她听到父亲 在同鸡红说话 声音疲乏而痛苦 父亲显然很想找个人说说话 她为什么不叫我 为什么 不让我代替鸡红 待在她那里 玛利亚公爵小姐 当时就这样想 现在还是这样想 是啊 为什么呢 如今她再不能对任何人 说她的心里话了 她原本可以像我 而不是像鸡红 说出她的心里话 我能理解她的 可是这样的时刻 你却不复返了 当时我为什么不走进屋里去呢 玛利亚公爵小姐想 如果自己当时进去了 父亲也许那天就会对她说出那些临终前说的话 她记得父亲当时通鸡红谈话时两次问起女儿 爸爸他两次问到我 他想见我 可我却站在门外 他和鸡红谈话感到又伤心又吃力 因为鸡红不理解她 我记得 她还和鸡红谈到丽莎 仿佛她忘记丽莎已经死了 几乎提醒她 丽莎已经去世了 她就大骂鸡红傻瓜 我听得出 她当时确实很难受 我从门外 听见她躺在床上声音 高声呼喊 我的上帝 可我 当时为什么不进去呢 为什么呢 我如果进去 爸爸他会对我怎么样 我能损失什么呢 可爸爸 他要是当时能说出这些话 他的心里会好受些 心哥 爸爸想告诉我什么 于是 玛利亚公爵小姐 出声地模仿着爸爸临终时 对她的亲切呼唤 她忍不住泪流满面 这是抚慰她心灵的泪水 玛利亚公爵小姐 想起爸爸临终时 对她的亲切呼唤 忍不住泪流满面 玛利亚又看见了父亲的脸 她看见的不是 自她有记忆以来 一向远远地看见的 那张让她畏惧的脸 而是一张虚弱的 怯生生的脸 是她临终那天 她想听清她的话 而俯下身去 第一次在近处看见的 那张皱纹密布的脸 星哥 爸爸这样教我是 在小学是吗 现在 他又在小学是吗 玛利亚的脑海里 忽然产生这样的问题 她的眼前浮现出 父亲躺在棺材里 脸上扎着白金的神色 当时她吻着父亲的手 觉得这不是父亲 而是一个神秘可憎的东西 让她感到毛骨悚然 此刻她的心里 又充满了这种恐惧 她想考虑点别的事 她想祷告 可是都办不到 她睁大眼睛 望着月光和阴影 随时都准备看到父亲 那张死人的面孔 一片神秘的寂静 笼罩着屋子的内外 这让玛利亚感到 难以呼吸 惊恐不安 杜尼亚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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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利亚先是低声唤了声 杜尼亚沙 接着便疯狂地呼喊起来 她的声音打破夜晚的寂静 玛利亚拼命向下方跑去 正好遇见迎面跑来的保姆 和使女们 8月17日 尼古拉和伊林 带着刚被法国人 释放回来的 拉夫鲁什卡 和一名船令票机兵 离开 离保古查洛夫 十五额里的央克夫 他们想出来溜溜 试试伊林新买的马 并打听一下村里有没有干草 这是最后的三天 保古查洛夫处于两支队伍的中间地带 俄军后卫和法军前卫都很容易来到这地方 尼古拉是个精明的骑兵连长 他想抢在法军来到之前 取得保古查洛夫的存粮 尼古拉和伊林心情欢畅 保古查洛夫有个公爵的庄园 他们希望在那里找到大批家奴和漂亮姑娘 一路上 他们有时要拉夫鲁什卡将拿破仑的事取乐 有时互相追逐 试着伊林的马 尼古拉不知道 也没有想到 这个村庄 就是他妹妹曾经的未婚夫 安德烈·鲍尔康斯基的庄园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西窗书院制作 在快抵达保古查洛夫时 尼古拉同伊林撒开他们的马 在斜坡上进行了最后一次赛跑 尼古拉超过伊林 首先来到保古查洛夫街上 你领先了 是的 一直领先 草地上领先 这里也领先 尼古拉回答着 一边抚摸着大汉淋漓的顿河马 拉弗洛斯卡在后面也搭话了 他把那匹拉车的弩马叫做法国马 可我骑的是法国马 大人 我本来可以赶上你们 但我不愿让法国马冒犯你们 他们三个人漫步骑向古仓 古仓前站着一大群农民 看见来了三个骑马的军人 有些农民摘下帽子 有些没有脱帽 他们一起望着来人 两个上了年纪 满脸皱纹 胡子稀疏的高个子农民 含笑从酒店里出来 身子摇摇晃晃 嘴里唱着不入调的曲子 走到军官面前 尼古拉带着两个部下 漫步骑向古仓 古仓前站着一大群农民 好汉们 这里有干草吗 瞧着他们 都是一个模样 好个快乐 農民们高高兴兴地笑闹着 一个农民从人群里出来 走到尼古拉跟前 你们是什么人 法国人 瞧 他就是拿破仑 伊林指着拉弗洛斯卡 大声开着玩笑 这么说 你们是俄国人咯 你们的人很多吗 很多 很多 你们居在这里干什么 过节吗 老头们在开会呢 在商量村舍的事 那个农民一面回答着 一面走开去 这时 在通向主人住宅的大路上 出现了两个女人 和一个戴白帽的男人 他们向军官们走来 伊林首先看见了 快步向她走来的 都尼亚沙 穿红衣裳的那个是我的 你们谁也不许碰 是我们大家的 我的美人 你要什么呀 公爵小姐吩咐我问一下 你们是哪个团的 姓什么 这位是尼古拉 罗斯托夫伯爵 骑兵连长 而我是您忠实的仆人 阿尔巴端起 老远就摘下帽子 在都尼亚沙之后 恭恭敬敬 走到尼古拉面前 他一手插在怀里 因为这个军官的年轻 阿尔巴端起 又露出点轻视的神器 独胆打扰大人 我的女主人 遇到麻烦了 她是本月十五号去世的上将 鲍尔康斯托夫伯爵的女儿 她遇到了麻烦 因为这些人满横无礼 哎 哎 老家您 能不能 请您 再向前走几步 因为 当着他们的面 我不方便 阿尔巴端起 直指两个 像马营盯住马那样 紧跟着他的农民 啊 阿尔巴端起 什么 阿尔巴端起老爷 太好了 看在基督份上 饶了我们吧 太好了 什么 农民们笑嘻嘻地 对阿尔巴端起说着 尼古拉旺旺 喝醉酒的老农民们 也微微笑了 阿尔巴端起 神态庄重地 用那只 没有插在怀里的手 指着老人们 他们这样 也许这时 老爷您 感到高兴吧 不 这里没有什么 可高兴的 是怎么回事 发生什么了 我斗胆报告大人 这里的粗野村民 不让女主人 离开庄园 去莫斯科 还威胁说 要把麻解下来 哎 我们虽然一早 就装好了行李 可是公爵小姐 到现在 也走不了 竟会有这样的事 我向大人 您报告的 都是事实 尼古拉跳下马 把马交给船领兵 同阿尔巴端起 一起向住宅走去 一路上 向他打听了详细情况 阿尔巴端起说 公爵小姐 昨天提出 要给农民发放粮食 他同德龙和集会的农民 说明了自己的想法 却反而把事情弄糟 结果是最后德龙交出了钥匙 和农民站到了一起 不再服从阿尔巴端起的命令 而今天一早 当公爵小姐吩咐套车 准备动身时 大批农民聚集到谷仓前 派人来说 他们不放公爵小姐离开村庄 还说什么 有命令不准撤退 并动手把马解下来 阿尔巴端起出来 再三劝说他们 可是农民们回答他说 不能让公爵小姐走 有过不准离开的命令 还说让公爵小姐留下 他们依旧会侍候他 事事服从他 说的最多的是 卡尔普 德龙则根本没有露面 玛利亚公爵小姐 不听阿尔巴端起 保姆和使女们的劝阻 吩咐套车 准备动身 当尼古拉和伊林 在大路上奔驰而来的时候 车夫们还以为他们是法国人 纷纷逃命 房子里则响起一片女人的哭声 当尼古拉穿过前厅时 大家都看清了他们的身份 一个个情绪激动起来 老天爷 这一定是上帝派来救我们的 救命恩人来了 救救我们吧 我们有办法了 尼古拉被带到 玛利亚公爵小姐面前时 她正茫然若失 一筹莫展地坐在客厅里 玛利亚不知道 尼古拉是什么人来干什么 也不知道她将遇到什么事 但她一看见尼古拉 那张俄国人的脸型 从她进来的最初印象 和开口说的那几句话 玛利亚就认出来 尼古拉是和她同一个阶层的人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播小说剧《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 西窗书院制作 第二十三集 尼古拉被带到 玛利亚公爵小姐面前 玛利亚用她那深沉而明亮的眼睛 瞧了尼古拉一眼 便激动地结结巴巴 哆哆嗦嗦地说起话来 尼古拉立刻觉得 这次的奇遇具有浪漫的色彩 尼古拉听着她怯声声地讲述 瞧着她悲伤的脸想到 一个孤苦伶仃 悲痛欲绝的姑娘 竟然落到了要造反的大老粗门的手里 听任他们的摆布 而奇怪的凌云又把我送到这里 她的相貌神态多么温柔 她的想法多么高尚 玛利亚说 这一切都发生在她父亲落葬后的第二天 说话时 玛利亚的声音都发抖了 她转过脸去 但仿佛怕尼古拉认为 她这样说是要博取她的同情 又回头用询问的目光 看了看尼古拉 尼古拉眼睛里已经饱含着泪水 玛利亚公爵小姐立刻注意到了这一点 她感激地望着尼古拉 她明亮清澈的目光充满了魅力 使人忘记了她并不美的相貌 听完公爵小姐的讲述 尼古拉站了起来 公爵小姐 我虽然偶然路过此地 但能为您效劳真是太荣幸了 您动身吧 我向您保证 要是您允许我护送您 那么谁也不敢来找您麻烦 尼古拉恭恭敬敬地向玛利亚鞠了一躬 就像人们像皇家妇女鞠躬那样 然后向门口走去 尼古拉说话的语气很谦恭 仿佛在表示 虽然她认识公爵小姐很高兴 但不愿利用她的不幸来接近她 玛利亚公爵小姐懂得这一点 也很欣赏尼古拉的风度 我非常非常感激您 但我希望这一切纯属误会 这里谁也没有错 请您别见惯 公爵小姐用法语对尼古拉说了这几句话 突然哭起来 尼古拉皱起眉头 又滴滴地鞠了一躬 走出客厅 喂 怎么样 可爱吗 老兄 穿红衣裳的那个真美 他在对你压上 但伊林没有再说下去 他看出这位英雄长官 想得完全是另一回事 尼古拉愤愤地看了看伊林 没有理他 快步向村子走去 那些强盗 我要教训教训他们 好好收拾他们 尔巴端起撒腿赶去 好容易才赶上尼古拉 大人 您决定怎么办 尼古拉站住 握紧双拳 威严地走到 尔巴端起面前 决定 什么决定 老家伙 你怎么只站在一边瞧 农民起了造反 你就管不了了 我看你自己就是个叛徒 我认识你们 我要剥掉你们的皮 尼古拉马上觉得 这种没有理性的愤怒 和发泄愤怒 是没有意义的 就抛下尔巴端起 急急向前走去 尔巴端起忍住一肚子委屈 快步跟上了尼古拉 继续向他说出自己的意见 他说 农民都很顽固 目前没有军队 镇压他们是不合适的 最好先去把军队找来 尼古拉有点忘乎所以 他带着兽性的狂怒 气急败坏地喊着 我会把军队叫来的 我要镇压他们 尼古拉不加考虑地 断然直接向人群冲去 尔巴端起忽然觉得 尼古拉这种轻率的举动 反而可能产生良好的效果 农民们看到尼古拉走来时 那敏捷而稳健的步伐 和果断而阴沉的脸 也有了这种感觉 当尼古拉他们几个刚进入村庄 尼古拉去见公爵小姐时 人群里就发生了混乱和争吵 有些农民说来的是俄国人 可能责怪他们阻止公爵小姐动身 德龙也是这样认为的 但他把自己的想法一说出来 就遭到卡尔普和其他农民的攻击 喂 你吃村舍的饭吃了多少年呢 这你反正无所谓啊 你可以把钱罐子挖出来带走 我们家破人亡捅你都不相干 是吗 有过命令 要维持秩序 谁也不许离家 什么也不准带走 就是这样 轮到你儿子当兵 你就舍不得了 结果让我反卡踢了头 我们只有死路一条 对 对 我们只有死路一条 我从来不反对公社 当然了 你不反对公社 公社把你自己的肚子已经填饱了 尼古拉在伊林 拉弗洛斯卡和阿尔巴端奇 陪同下走向人群 卡尔普把手指插在腰带里 含笑走到人群前面 德龙则向后退去 人群聚得更紧了 尼古拉快步走到人群面前 大声喊道 你们这里谁是村长 找村长吗 你有什么事啊 但不等卡尔普把话说完 帽子就从他的头上飞下来 他的脑袋被沉重的拳头打歪了 都把帽子摘下来 你们这些叛徒 村长在哪里 一顶顶帽子从头上摘下来 几个迅顺的农民赶紧去喊村长 他叫村长呢 村长 德龙 叫您呢 我们不敢造反 我们是守规矩的 对 老人们说的不守规矩 是老人们决定的 你们的找人太多了 卡尔普说话了 卡尔普身后有几个人也跟着他一起说起来 你还顶嘴 造反 强盗 叛徒 把他困起来 困起来 尼古拉抓住卡尔普的领子破口大骂 虽然这里除了拉夫露什卡和阿尔巴端起之外 没有人能帮他捆人 但拉夫露什卡还真的跑到卡尔普跟前 从后面抓住了他的双臂 阿尔巴端起也喊来两个农民 这两个农民顺从地走出来 解下皮带 要把我们的部队从山那边叫来吗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西窗书院制作 第二十四集 尼古拉站在人群前 力声喝倒 村长在哪里 德龙脸色发白 皱着眉头 终于从人群中走出来 你是村长吗 把他也困起来 拉夫露什卡 尼古拉又下了命令 他相信自己的命令 不会遇到阻力 果然有两个农民动手来捆德龙 而德龙毫不反抗 自己解下腰带递给他们 尼古拉开始对农民们讲话 喂 你们全体听我说 你们马上都给我回去 不要让我再听到你们的声音 我就说过 这样不行 你们还不信 我们可没有做什么坏事啊 我们只是一声糊涂 胡闹了一场 我不是早对你们说过了 这样不好 弟兄们 都回去吧 回家去 都怪我们糊涂 二八端七老爷 有几个人喊着回家了 人群很快散开了 两个被捆的农民被带到主人家去 两个喝醉酒的农民跟在后面 哎 卡尔普 让我瞧瞧你 怎么可以这样对老爷说话 你在想什么呢 傻瓜 真是个傻瓜 两小时后 几辆大车停在了 包括查洛夫庄园的院子里 农民们起劲地 把主人的行李搬出来 放到车上 玛利亚公爵小姐 把德龙从锁着的大箱子里放出来 让他站在院子里指挥农民 一个圆脸的大汉 这就对了 都是书 都是书 你别碰 好重啊 弟兄们 书可是真重 一个农民正在大呼小叫地 搬着安德烈公爵的书厨 圆脸大汉 直至上面的几本词典 意味深长地 挤挤眼睛 是啊 写书可不是闹着玩的 尼古拉没有去见 玛利亚公爵小姐 她不愿勉强通公爵小姐认识 等到公爵小姐的车子从家里出来 尼古拉就骑上马 一直把她送到 包括查洛夫十二俄里外 俄军控制的大路上 在央可夫旅店门口 尼古拉彬彬有礼地和玛利亚告别 第一次吻了吻她的手 感谢您 是您救了我们全家的命 看您说的 哪个警官都会这样做的 玛利亚公爵小姐 对救命之恩的感谢 让尼古拉的脸红了 她羞涩的竭力想换个话题 您看 要是我们打仗的对手是农民的话 就不会让他们长去直入了 有机会认识您 真是太荣幸了 再见 公爵小姐 祝您平安幸福 希望下次 在更愉快的场合 和您见面 如果您不想让我脸红的话 请别再说感谢了 玛利亚公爵小姐 不再用语言向尼古拉道谢 但她用感激和温柔的表情 向尼古拉表示了谢意 她觉得应该感谢尼古拉 因为她敢肯定 如果没有尼古拉 她一定会死在暴徒和法军手里 而尼古拉为了搭救他们 也冒了极大的危险 玛利亚还能肯定 尼古拉是一个心灵高尚的人 能理解她的不幸处境 在她哭诉自己的不幸遭遇时 尼古拉那双诚实善良的眼睛 那双泪水盈眶的眼睛 一直在她的脑迹迎回 玛利亚公爵小姐和尼古拉道别后 独自坐在车上 突然觉得泪水盈眶 心里冒出一个古怪的问题 她是不是爱上了尼古拉 在去莫斯科的路上 虽然公爵小姐的境遇并不愉快 但同车的杜尼亚莎 却几次发现 公爵小姐把头伸到了车窗外 不知为什么 又快乐又感伤地微笑着 就算我爱上她 那又有什么呢 虽然玛利亚羞于向自己承认 她第一次爱上了一个男人 而那个男人也许永远不会爱她 但玛利亚可以自慰的是 这件事谁也不会知道 她也永远不会告诉任何人 她这辈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爱上一个男人 玛利亚觉得自己这样做不算什么过错 有时玛利亚想起尼古拉的目光 她的同情 她的语言 她觉得这幸福也不是没有希望的 在这种时候 东尼亚莎就会发觉公爵小姐望着车窗外 脸上显出笑容 她早不来 晚不来 偏偏这个时候到宝固茶罗夫来 她妹妹又偏偏已经跟安德烈公爵解除了婚约 按照俄罗斯习俗 小姑子不许和嫂嫂的兄弟结婚 如果塔莎和安德烈没有解除婚约 玛利亚就不能嫁给尼古拉 所以玛利亚公爵小姐认为 这一切都是天意 玛利亚公爵小姐也给尼古拉留下很美好的印象 尼古拉一想到她 心里就感到快乐 同事们知道了尼古拉在宝固茶罗夫的奇遇都取笑她 说她去找草料 却找到了俄国最富有的姑娘 尼古拉听了很生气 她之所以生气 就是因为和家有聚产 温柔可爱的玛利亚公爵小姐结婚的念头 却是常常情不自禁地在她的头脑里浮现 就尼古拉现在的条件来说 她不可能娶到比玛利亚公爵小姐更理想的妻子 和玛利亚结婚可以使她的母亲得到幸福 使她的父亲重整家业 而且尼古拉觉得也可以使玛利亚公爵小姐获得幸福 可是苏尼亚怎么办 不是有过山盟海事吗 想到这些 当别人拿玛利亚公爵小姐取笑她时 尼古拉就觉得很生气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西窗书院制作 库托作夫接受指挥全军的大权后 想起安德烈公爵 就把他召回总司令部 安德烈公爵来到查料府扎伊米歇的那天 正逢库托作夫第一次阅兵 总司令的马车在村里的神父家门口停着 安德烈公爵也在那里停下来 他坐在大门口长凳上等候总坐 如今大家都这样称呼库托作夫 村外田野上不时传来军乐声 和向新任总司令欢呼的乌拉声 在离安德烈公爵十步远的大门旁 两个勤务兵一个信使和一个管家 正趁总司令不在 在那里晒太阳闲聊 一个皮肤浅黑 留着落腮胡子的矮个子票旗兵忠孝 起码来到门前 看了安德烈公爵一眼 问道 总坐是住在这里吗 他快回来了吗 安德烈公爵说 他部署于总司令部人员 也是刚到的 票旗兵忠孝又去问一个 服饰漂亮的秦务兵 那秦务兵带着反总司令秦务兵 和普通军官说话时 惯有的特别轻蔑的神器说 什么 总坐吗 大概快回来了 您有什么事 票旗兵忠孝听到秦务兵那种腔调 冷笑一声下了马 把马交给传令兵 走到安德烈公爵面前 向他微微拘了一躬 安德烈公爵在凳上 挪挪身子让座 票旗兵忠孝在他旁边坐下 您也在当总司令吗 据说总司令他平易近人 感谢上帝不像那些卖香肠的家伙 那样难对付 难怪耶尔姆罗夫要求加入德国籍了 看来现在咱们俄国人也可以说话了 要不鬼知道他们在搞什么名堂 老是撤退撤退 您参过战吗 是啊 我不仅有幸参战 也参加过撤退 而且在撤退中 失去了一切宝贵的东西 别说庄园和住宅 就连我父亲 我父亲 他是忧愤而死 我是斯莫朗斯克人 哦 您 您是安德烈公爵吧 幸会 幸会 我是 吉尼索夫中校 但人家都知道我叫华西卡 吉尼索夫握着安德烈公爵的手 特别亲切地瞧着安德烈公爵的脸 他非常同情安德烈的遭遇 停了一停 他又说下去 是的 我听说了 是一场野蛮的战争 一切都很好 可就是苦了那些待人受过的人 您是不是安德烈公爵 幸会公爵 真是幸会啊 吉尼索夫带着苦笑说着 并使劲握着安德烈公爵的手 安德烈公爵听纳塔莎讲过 知道吉尼索夫是第一个向他求婚的人 这段又甜蜜又苦涩的回忆 好久没有出现过了 一直埋藏在他的心底 现在又重新浮起来 近来他经历过那么多的重大事件 如斯莫勒斯克的弃手 他的同山之行 前不久父亲的死讯 所以安德烈好久没想到那些往事了 即使想到也不像以前那样激动了 而对吉尼索夫来说 安德烈公爵的名字 在他心中勾起的一系列回忆 那是一种诗意盎然的遥远往事 那天饭后 纳塔莎唱完歌 他竟然情不自禁地向这位15岁的少女求婚 此刻吉尼索夫想起当时的情景 和对纳塔莎的爱情不禁微微一笑 吉尼索夫很快就把精神 转到他现在专心致志在做的事情上 这是他撤退时在前哨拟定的作战计划 他向巴克莱德托里提出过这个计划 现在他又想承报库托作夫 这个计划制定的根据是法军战线拉得太长了 所以我们不应该去堵截他们 而应该去攻击他们的交通线或者双管旗下 他们不可能守住整条交通线 这是不可能的 我负责去把他们切断 只要给我五百个人 我就能把他们切断 我有把握 有一个办法 就是打游击战 吉尼索夫站起来做着手势 认真地向安德烈公爵说明着他的计划 在他说话时 从检阅军队的地方传来的叫喊声越来越不整齐 越来越分散 同军阅声和歌声混成一片 不久 村庄里响起了马蹄声和吆喝声 总司令来了 骑马回来了 安德烈公爵和吉尼索夫向大门口走去 那里站着一队仪仗兵 他们俩看见 库托作夫骑着一匹不高的枣红马 沿着大街走来 一大批随从的将军在他身后跟随 巴克莱几乎和他并马而行 一大群军官在他们后面和周围 一边跑一边发出一片乌拉声 几名副官领先跑进院子 库托作夫不耐烦地催促 在他沉重身躯下小跑的马 他频频点着头 把手举到那顶有红箍而无茂颜的 白色近威重骑兵茂边敬礼 他走进向他致敬的制弹兵仪仗队 这些年轻英俊的制弹兵多数配有勋章 库托作夫以长官的坚定目光 向他们注视了一分钟光景 然后转向他身边的那些将军和军官 库托作夫脸上突然现出难以捉摸的神色 困惑的怂怂肩 有这样出色的战士还一退再退 再见将军 库托作夫说着 催动马匹经过安德烈公爵和杰尼索夫身边向大门走去 在他的后面发出一片欢呼声 库托作夫比安德烈公爵上次见到他的时候 皮肤更松弛 身体更臃肿 显得更胖了 但安德烈公爵所熟悉的失明的白眼珠 伤疤 脸上和身上的疲劳神态依然如故 库托作夫身穿陆军礼服 肩上挂着用细皮条编成的鞭子 头戴白色禁卫重其兵帽 库托作夫坐在那匹骏马上 身子笨重地左右摇晃着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西窗书院制作 第二十六集 库托作夫骑马走进院子轻轻地吹着口哨 在紧张的仪式之后 他脸上献出轻松的神气 似乎想休息一下 他从马凳里抽出左脚 整个身子侧过来 费力地皱着眉头 好容易才把脚抬到马鞍上 然后他臂肘支着膝盖哼吃了一声 落在准备扶他的哥萨克和副官们怀里 库托作夫定了定神 眯起眼睛环顾了一下 瞧了瞧安德烈公爵 似乎没有认出安德烈来 就蹒跚地向台阶走去 库托作夫继续吹着口哨 又回头看了看安德烈公爵 就像一般老年人常有的那样 对安德烈公爵的相貌 经过几秒钟的辨认之后 库托作夫才想起他来 哦 你好 公爵 你好 好孩子 来吧 库托作夫显得有些疲倦 他一面打量着周围 一面费力地走上 在他脚下嘎吱作响的台阶 他解开钮扣 在台阶旁的长凳上坐下 哎呀 哎 你父亲怎么了 昨天刚接到他去世的消息 库托作夫睁大眼睛 吃惊地望望安德烈公爵 然后摘下帽子 画了个十字 愿他早日进入天国 愿上帝的旨意 降临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哎呀 库托作夫长叹一声 好久不再说话 他拥抱安德烈公爵 把他搂到他那肥胖的胸膛上 好一阵没放手 当库托作夫放开安德烈时 安德烈看见老人的后嘴唇 在颤动 眼睛里沁满泪水 我敬爱他 忠心为你难过 哎 来 我们去谈谈 哎呀 库托作夫叹了一口气 双手撑着凳子站起来 这时在长官面前和敌人面前 同样毫无顾忌的杰尼索夫 不顾台阶上怒气冲冲的副官们的阻拦 大胆地碰响马刺 走上台阶 库托作夫双手撑着凳子 疲倦地瞧着吉尼索夫 吉尼索夫自曝性命 说是有国家大事 向总做报告 库托作夫 眼睛疲劳无神 望望吉尼索夫 现出不耐烦的神气 他把双手放在肚子上 反问道 国家大事吗 什么事 说吧 吉尼索夫像小姑娘似的 涨红了脸 这个嗜酒成痞 满脸胡子的人 脸红时 使人觉得很别扭 吉尼索夫大胆地讲着 他那个在斯莫勒斯克 和维亚兹马之间 切断敌人交通线的计划 吉尼索夫在这个地区住过 熟悉那一带地形 他的计划无疑是好的 从他满怀信心的说话口气 能看出他有极强的信心 吉尼索夫讲话时 库托作夫就望着自己的脚 偶尔也回头望望隔壁的院子 仿佛在担心 那里会出什么麻烦 一会儿 从隔壁的院子里 果然走出一个 加公文包的将军 库托作夫突然提高声音问 什么 已经准备好了吗 好了 宋作 一个人怎么来得及 干那么多事 哼 库托作夫摇摇摇头 接着继续听吉尼索夫报告 我以俄国军官的名誉保证 我能切断拿破仑的交通线 我准备 你同军需官吉利尔吉尼索夫 是什么关系 世家书总座 哦 我们是老朋友 好好 好孩子 你就留在司令部里吧 我们明天再谈 他向吉尼索夫点点头 转身去接值班将军科诺夫尼森 递给他的文件 总座是不是先进屋去一下 要审约计划 还要签发几个文件 请进来吧 屋里一切都准备好了 哦 不 好孩子 你叫他们把小桌子搬到这里来 我在这里看门键 哦 孩子 你别走 库托作夫皱了皱眉头 他没有进屋子 他显然更喜欢在外面办公室 最后一句话 他是对安德烈公爵说的 于是安德烈公爵就留在台阶上 听着值班将军的报告 值班将军报告的时候 安德烈公爵听见门里 有女人的低语声和女人绸医的吸缩声 他朝那边望了几眼 看见门后有个漂亮的女人 身穿粉红衣裳 头戴紫色丝巾 身体丰满 脸色红润 手里端着一个盘子 显然在等总司令进去 这是女房东司机太太 她要向总座请些面包和盐 以示欢迎 她丈夫在教堂里 用十字架欢迎过总座 她则想在家里欢迎 她很漂亮 库托佐夫听见了这句话 回头看了看 值班将军的报告主要是批评 查料夫扎伊密歇阵地 库托佐夫听着也只是听着 就像听 杰尼索夫报告那样 也像七年前听 奥斯特利茨军事会议上辩论那样 她之所以听 是因为她生着两只耳朵 尽管其中一只耳朵里塞有一小段传索 但还是不得不听 不过显而易见 值班将军的报告里 没有任何能使她惊讶 或能引起她注意的东西 这一切她早就知道 她之所以听着 只因为不能不听 就像不能不听教堂的祈祷那样 杰尼索夫的话是有道理的 是明智的 而值班将军的话 更有道理更加明智 但库托佐夫显然轻视知识和智慧 因为她知道决定问题 凭的不是知识和智慧 而是其他东西 安德烈公爵观察着总司令的脸 发现库托佐夫脸上流露出厌烦的表情 总司令似乎更想知道门里的女人们在叽叽喳喳的说些什么 但她又不能不遵守礼节 库托佐夫对才智 知识和杰尼索夫的爱国热情都抱之以轻视的态度 但这只是因为她年老滋身 经验丰富 而并非她想卖弄自己在这些方面的长处 在这段时间里 库托佐夫只就俄军抢劫事件发了一个指令 值班将军报告完毕 又递上一件公文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西窗书院制作 第二十七集 值班将军又递上一件公文 那是部队长官应一个地主的要求 赔偿割清脉的报告 要求总作签字 库托佐夫扎扎嘴摇摇头 扔到炉子里去烧掉 我明白对你说好孩子 把这种公文统统统烧掉 割庄家烧木柴 游他们去吧 我没下过命令 没有准许过这样做 但我也不能赔偿 只能这么办 匹差难免有碎片嘛 哦 德国人做事可真是认真呢 哦 总算是办完了 库托佐夫签好最后一件公文 摇了摇头 费力地站起来 伸直又白又胖的脖子 神情愉快地向门口走去 司机太太飞红了脸 端起她准备了好久 而未能及时献上的盘子 她低低地拘着弓 把盘子献给库托佐夫 库托佐夫眯起眼睛 微微一笑 用手托起她的下巴 哦 你可真美啊 谢谢您好孩子 怎么样 你们的日子过得好吗 库托佐夫说着 从裤袋里掏出几枚金币 放在她的盘子里 然后向给她准备的房间走去 司机太太粉红的脸蛋 笑出两个酒窝 跟着总司令走进屋里 副官走到台阶上 请安德烈公爵去吃饭 半小时后 又有人来叫安德烈公爵 去见库托佐夫 库托佐夫依旧穿着那件军服 解开钮扣 躺在安乐椅上 他手里拿着一本法文书 看见安德烈公爵进来 就把一柄小刀 夹在书里合拢了书 安德烈公爵看到封面 知道是让利夫人的天鹅骑士 来 坐吧 坐在这里 我们谈谈 我很伤心 很伤心的 但你记住孩子 我也是你的父亲 第二个父亲 安德烈公爵向库托佐夫 讲了父亲临终的情形 也讲了他路过铜山的剑纹 都弄成什么样子了 弄成什么样子了 库托佐夫突然激动起来 从安德烈公爵的一席话 他清楚地看到俄国的处境 他的脸上充满了愤怒 但他显然不愿再谈这个 让他激动的话题 他转换了话头 给我时间 给我时间 我找你来 是想要让你留在我身边 谢谢总座 但我怕我不适宜留在参谋部里 安德烈含笑回答总司令的话 库托佐夫有些困惑地望望他 安德烈公爵急忙补充说 主要是我在团里已经习惯了 我喜欢团里的军官 他们也喜欢我 我舍不得离开团 我慈谢留在您身边的光荣 那是因为 很可惜 我本想把你留在我的身边 库托佐夫打断了安德烈公爵的话 他的胖脸上显出聪明善良 而又微微嘲弄的神色 是啊是啊 我本想把你留在我身边 但你说的对 我这里并不缺人 人有的事 可是人才没有 要是参谋们都像你这样留在部队里 部队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 我记得你在奥斯特里茨 记得 我记得 我记得你当时高举军旗 库托佐夫回忆起这件往事 安德烈公爵高兴得脸都红了 库托佐夫拉过安德烈的手 伸过面颊让他吻 安德烈又看见老人的眼睛里 滚动着泪水 虽然安德烈公爵知道 库托佐夫容易流泪 但老人对自己特别亲切的态度 对自己丧父的悲伤和同情 而且老人还记得奥斯特里茨战役中自己的表现 这些让安德烈感到快乐和满足 上帝保佑你走你的路 我知道你走的是一条光荣的路 我在布加勒斯特为你担心 当时不得不派人去找你 接下来 库托佐夫换了话题 谈到土耳其战争和地阶合约的事 是啊 我听到了很多责备 为了那场战争 也为了合约 一切都来得恰当其实 善于等待的人就能及时等到 那里的谋士也不比这里少 他又谈到谋士 念念不忘这个问题 哎 谋士 谋士 要是都听谋士的话 我们就不会在土耳其签订合约 也不能结束战争了 欲速则不达 康敏斯基要是不死 他一定也会遭殃 他用三万人攻下要塞不难 但要赢得整个战役可就难了 打仗不需要冲锋和猛攻 而需要耐心和时间 卡米斯基派兵进攻鲁舒克 可是我用耐心和时间攻下的要塞 要比卡米斯基多得多 并且逼得土耳其人吃马肉 我还要叫法国人吃马肉 我说到做到 库图作夫情绪激动地拍拍自己的胸脯 眼睛里又闪着泪光 我要叫他们吃马肉 那么我们要不要应战呢 要应战 如果大家都愿意打 没有什么可说的 但是你要知道 好孩子没有比耐心和时间更厉害的武器了 有了耐心和时间什么事都能办到 可是谋士们听不进去 遭就遭在这里 有人要打 有人不要打 怎么办呢 库图作夫停下来 在等待安德烈回答 你说 该怎么办 他又问了一次 眼睛里闪出深邃和智慧的光芒 我告诉你该怎么办 好孩子 犹豫不决的时候 先看一看 我现在就是这么办 库图作夫一字一顿说完这几句话 那么再见了 好朋友 我衷心同情你的不幸 你记着 对你来说 我不是总座 不是公爵 不是总司令 我是你的父亲 你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 再见了 我的好孩子 库图作夫再次拥抱安德烈 亲了亲他 安德烈公爵还没走出门 库图作夫就放心地输了一口气 又拿起没有读完的 让李夫人的小说 天鹅骑士来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 列夫托尔斯泰 西窗书院制作 安德烈公爵和库图作夫会面后回到团里 现在他对战争的大局和受委托指挥大局的人感到放心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情 他自己也说不出来 尽管安德烈公爵觉得这位老人仿佛缺乏归纳事件 做出结论的智慧 他似乎只有热情奔放的习惯和善于静观事态发展的能力 但安德烈公爵清楚地看到 这位老人没有私心 他就感到放心 相信一切都会安排妥当 他没有什么个人的东西 他不做任何计划 不采取任何措施 但他听取各种意见 记住各种事情 然后把一切都安排妥当 对好的事情他不阻碍 对坏的事情他不纵容 他懂得有一种东西 比他的意志更强大更重要 那就是事情的必然规律 他善于观察事态的发展 善于理解他们的意义 因此他不强行干预这些事件 为此可以放弃个人意志 改变初衷 大家信任他 因为他是个俄国人 尽管他读让李夫人的法国小说 说法国成语 可当他说俄国都被弄成什么样子了时 声音发抖了 说我要叫他们吃马肉食 他乌咽了 俄国人都理解这种感情 1812年 库头作夫出任总司令 这不是朝廷的意志 而是人民的普遍拥护 而他之所以获得人民的拥护 正是出于这种模模糊糊的感情 皇帝离开莫斯科后 莫斯科就一切恢复正常 城里生活如旧 人们很难想起 曾有过一度高涨的爱国热情 也很难相信 俄国真的处境危险 更很难相信 英国俱乐部的成员们 也会成为 愿意为祖国奉献一切的好而难 唯一还能使人想起皇帝 加利莫斯科时的 那种高涨的爱国热情的 是有人出人 有钱出钱这个号召 因为这一号召 已经成了非实行不可的官方法令 随着敌人的逼近 莫斯科人对自己的处境的看法 不仅没有变得严肃些 相反变得更轻率了 每逢大火临头 人们往往会这样 人的心里会响起 两个同等强烈的声音 一个声音非常理智的说 人应该考虑自己处境的危险 和避免危险的方法 另一个声音更加理智的说 既然遇见一切和逃避大事 非人力所能及 那么面临危险时就别去想的 否则太痛苦 还是多想想快乐的事为好 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 往往听从第一种声音 而很多人在一起时 往往听从第二种声音 现在的莫斯科居民就是这样 不去考虑即将到来的危险 快乐的消磨时光 在莫斯科 人们好久没有像今年这样欢乐了 拉斯托扑进伯爵的传单上 画着一家酒店 一个酒店掌柜和莫斯科小市民 卡尔普什卡 画的内容是 卡尔普什卡加入了民团 在酒店里多喝了几杯 听说拿破仑要进攻莫斯科 不禁大发雷霆 把法国人都臭骂一顿 然后走出酒店 在英灰下向集合的民众说话 卡尔普什卡取笑法国人说 法国人要被大白菜撑破肚子 要被麦片粥撑死 要被菜汤噎死 他们这些矮子 一个婆娘就能用草叉 挑起他们三个来 在莫斯科的英国俱乐部里 这份传单像 华西里普希金的打油诗一样 被人们传阅和议论着 俱乐部的角落里 聚集了许多人 都在读这些传单 有些人很欣赏 卡尔普什卡这样取笑法国人 有些人则不赞成这种腔调 说太粗鲁太愚蠢 有人说 拉斯托普请不仅仅是把法国人 而是把所有的外国人 都赶出了莫斯科 据说其中有拿破仑的间谍和奸细 不过这些人在这里 讲这件事的目的 却主要是复述 拉斯托普请驱逐外国人时 说的俏皮话 又据说 外国人被装船送到下城 拉斯托普请当时用法语 对他们说 你们要老老实实地坐在这条船上 别让它成为哈伦的船 把你们摆住到阴间 据说政府衙门都已经撤出了莫斯科 据说 马蒙诺夫为他的团花费了八十万卢布 而皮埃尔花在民团上的钱更多 但最精彩的是皮埃尔将穿上军装 骑上马 走在民团前面 而且免费让人观赏 神性又展开他的毒舌 借此开启了玩笑 捐款 巨额的捐款 但为这件事 莫斯科就该好好感谢拿破仑 你总是不绕人 丘里边说 便用他那戴满戒指的纤细手指 撕着裹伤用的绒布 丘里第二天就要离开莫斯科 此刻正在举行告别晚会 皮埃尔这人是挺可笑 可他是那么善良和气 乐于助人 您何必这样挖苦他呢 丘里在说到挖苦一词时 用了法语 旁边的一个穿民团军服 被丘里称为我的骑士的青年 立刻捕捉到了这一点 他喊了一声 罚款 明天这个青年军官 将陪着丘里去下城 丘里的圈子 也像莫斯科许多社交团体那样 规定只许说俄语 不许说法语 谁要是违反规定说了法语 就要罚款给捐献委员会 对 罚款 我建议说法国枪也要罚款 俄语不说乐于这个词的 丘里没有理会作家 继续向着民团军官说话 您呢 总是这么不饶人 我说挖苦 确实用了法语 我认法 为了享受说实话的快乐 我情愿再受罚 不过避免法国枪 我可做不到 丘里又转向了作家 避免法国枪 您的要求我可做不到 我既没有钱也没有时间 不能像高丽层公爵那样 请个教师来教我俄语啊 说到皮埃尔伯爵 哦 他来了 丘里看到了刚走进来的皮埃尔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 西窗书院制作 第二十九集 丘里刚刚要说到皮埃尔 就看到了刚走进来的皮埃尔 他转头对民团军官说 哦 不不 您别静挑我的岔子啊 您看 他来了 真是说到太阳 太阳光就到 丘里亲切地向皮埃尔迎过去 对皮埃尔笑着 他也有着社交场中的女人 所特有的自然流利的说谎本领 伯爵 我们刚说到您呢 我们说 您的团一定比马蒙诺夫的团还要好 您别提我的团了 他弄得我烦死了 皮埃尔稳稳女主人的手 一边回答着 一边在他旁边坐下 您一定要亲自指挥这个团吧 丘里用狡黠的目光 和那个民团青年军官 交换了一个嘲弄讥讽的颜色 但青年军官对丘里的笑容感到迷惑不解 当着皮埃尔的面 这个青年军官不再那么挖苦人了 虽然他知道皮埃尔心地善良 而又常常魂不守舍 但皮埃尔的高尚人品 又让这个年轻人觉得不敢当面嘲弄他 皮埃尔望着自己胖大的身子 含笑回答 不 我想我不会 我很容易成为法国人的目标 而且我怕爬不上马 谈话时 丘里说到了罗斯托夫家 据说 罗斯托夫家的事情很糟糕 罗斯托夫伯爵本人真是糊涂啊 拉坐摩夫斯基家要买他的房子 和莫斯科郊区的庄园 可是这是一直拖着 伯爵的要价太高了 不会再拖太久了 我想这比买卖最近就可以成交 虽然现在莫斯科人置办产业 简直就像发疯 您为什么这么说 难道您认为莫斯科的形势 确实很危险吗 不是吗 那您为什么要走 我吗 您问的可真奇怪 我走是因为 因为大家都走 再说了 我又不是贞德 也不是要马逊人 我用不着亲自上战场 哼 罗斯托夫伯爵要是会经营 就不会欠那么多债 也早该把债都还清了 民团军官又谈到了罗斯托夫伯爵 丘里没接他的话 却弦外有音地微笑着 向皮埃尔问起了娜塔莎 娜塔莎现在身体康复了吗 罗斯托夫伯爵那个老头 倒是挺好的 可就是太不重用了 伯爵您知道吗 他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待这么久啊 喊说 他们早就应该回乡下去了 哦 他们在等他们的小儿子 比加 比加参加了在百彩尔科威成立的 奥布伦斯基哥萨克团 去了百彩尔科威 不过现在比加被调到了我的团里 所以他们一家天天都在等着比加回来 罗斯托夫伯爵早就想回乡下去了 可是儿子不回来 伯爵夫人说什么也不肯离开莫斯科 哦 前几天我在阿尔罗夫家见到他们 那塔莎又显得很漂亮很快活了 他还唱了一首抒情歌曲 有些人呢 是多么容易忘记过去的事情啊 忘记什么 什么过去的事情 您想说什么 丘里的话让皮埃尔有些不高兴 但丘里只是微微一笑接着说 我说伯爵 像您这样的骑士 只有在苏萨夫人的小说里 才找得到吧 什么骑士 您到底是什么意思 得了吧 亲爱的伯爵 这事整个莫斯科都知道 说实话 您真使我感到惊讶 您又说了法语 罚款 罚款 行了行了 这样子真叫人没法说话了 真泄气 您说清楚 整个莫斯科都知道 您这是什么意思 得了吧 伯爵 您自己明白 我不明白 我什么也不明白 大家都知道您通道塔莎好 因此 可我一向懂威拉更好 那个可爱的威拉 不 夫人 我根本就没有想过 要当那塔莎小姐的骑士 我快一个月没去过他们家了 但我不明白这样冷酷 伯爵 您这样说就是所谓的 欲盖弥彰啊 皮埃尔不高兴地说着 但丘里含笑打断了 皮埃尔不高兴的辩解 同时挥舞着手中的绒布 为了不再让对方反驳 他改变了话题 哦 伯爵 咱们说点别的吧 我今天听到一个消息 可怜的玛利亚公爵小姐 昨天到了莫斯科 您知道吗 她父亲刚刚去世 真的吗 玛利亚她来莫斯科了 她现在在哪里 我很想见见她 昨天晚上我和她在一起 哦 不是今天早晨就是明天早晨 她就要带侄儿去 莫斯科郊区的庄园了 玛利亚她 现在情况怎么样 还好 不过父亲去世 她很伤心 哦 您知道是谁救了她吗 那简直是一个浪漫的故事啊 是尼古拉洛斯托夫 玛利亚被造反的农民包围了 有人想要杀她 她的仆人都被打伤了 这时尼古拉洛斯托夫来了 她冲进去 把公爵小姐救了出来 哦 果然又是一个浪漫的故事 哈哈哈哈 这次全民讨呢 就是要创造机会 让所有的老姑娘都嫁人 卡迪奇是一个 玛利亚公爵小姐 又是一个 哈哈哈哈 不瞒您说 我真的认为玛利亚公爵小姐 有点爱上那青年了 年轻的尼古拉洛斯托夫伯爵 哎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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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那这句话用俄语 该怎么说呢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 列夫托尔斯泰 西窗书院制作 第三十集 皮埃尔从俱乐部回到家里 接到了拉斯托普京当天签署的两张公告 第一张公告说 拉斯托普京伯爵禁止人们离开莫斯科的传闻 纯属谣言 正好相反 拉斯托普京伯爵对贵族妇女和商人妻子离开莫斯科感到高兴 公告上这样写着 镇定沉着可以减少流言蜚语 但我敢用生命担保 那个肥手绝对进不了莫斯科 但正是这句话 让皮埃尔第一次清楚地知道 法国人真的将要进入莫斯科了 第二张公告上说 我们的总司令部是设在维亚兹马 虽然 维特根史泰尹伯爵打败了法国人 但因为莫斯科 有许多居民也愿意自动武装起来 所以军器库也为居民们准备了武器 有刀 有手枪 有步枪 居民们可以廉价买到这些武器 这两张传单的语气 已不像拉斯多普京伯爵 以前在起吉林谈话时的语气那样俏皮 皮埃尔仔细研究着这两张公告 他感觉到了 一直全心等待 但又为之感到恐惧的暴风雨的乌云 已经临近了 我是参军服役呢 还是在等等 皮埃尔已经上百次这样问过自己了 但没有答案 皮埃尔从桌上拿起一副牌 摆起牌阵来 他洗过牌 把牌拿在手里 他把眼睛望向上方 然后自言自语着 要是这副牌能通过 要是能通过 那就表示 要是能通过 要是能通过 表示什么呢 但他还没来得及 为自己做出解答 就听见了大公爵小姐的声音 大公爵小姐在门外问他 可不可以进来 皮埃尔匆忙地为自己做出了决断 要是能通过 那就表示 我应该参军 哦 进来吧 进来 现在两个小公爵小姐都已经出嫁 只有长腰身 喜欢板着脸的大公爵小姐仍住在皮埃尔家里 大公爵小姐一进门 就用责备的语气开始说话了 她的情绪显得很激动 对不起表弟 我来找您是想问您 唉 唉 我说表弟啊 我们总得拿个主意啊 老是这样等着算什么 人家都离开莫斯科了 老百姓都在闹事 我们怎么还不走 还留在这里干什么 正好相反 表姐 我觉得莫斯科 平安无事 皮埃尔用灌常的戏血口吻对表姐说话 她是公爵小姐的恩人 但这个身份又常常让她感到别扭 所以她一直习惯用玩笑的口吻和表姐说话 平安无事 好一个平安无事 今天花儿花儿告诉我 我们的军队打得多么好 这确实是他们的光荣 可老百姓都造反了 猖狂的不得了 谁的话也不听 连我的使女现在都瞒不讲理 不听我的吩咐了 照这样下去 我看他们都要动手打我们呢 现在大家也不敢上街 法国人说不准哪天就要来 是的 说不准哪天 不是今天就是明天 我们为什么还不走 还等什么呀 我今天过来只是想求您一件事 表弟 您派人把我送到彼得堡去吧 尽管我这人微不足道 但我 我可不能在拿破仑统治下过日子呀 别说了 表姐 您这是从哪来的消息 正好相反 我觉得 表弟 我是不会向您的拿破仑投降的 别人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 但是我必须 您要是不肯帮忙 那我就 不不 表姐 我会办的 我这就吩咐他们去办 公爵小姐 显然因为找不到发火的对象而恼怒 她嘴里一直嘀咕着 在椅子上坐下来 皮埃尔把公告递给公爵小姐 但是表姐 您得到的消息不可靠啊 你看 城里太太平平的 没有一点危险 哦 我刚才还读了公告 您看这里 拉斯托普庆伯爵用生命担保 绝不让敌人进莫斯科 哼 拉斯托普庆 那个伯爵老爷 他就是个伪君子 是个恶棍 就是他挑动老百姓起来闹事的 不就是他在那些愚蠢的公告上写的吗 不管是谁都要被揪住头发送去坐牢 您瞧 多么愚蠢 他还说 谁要是能抓住他 容易就属于谁 您瞧多么肉麻呀 花儿欢了说 他因为说了一句法语 就差点被老百姓打死 我看哪 您别想太多 您这人什么事都往心里去 皮埃尔说着又动手摆起排阵 尽管通关通过了 皮埃尔还是没去参军 但他仍留在居民已经大部分撤走的莫斯科 他依旧那么又激动又迟疑又恐惧又欢喜的 等待着他认为将要发生的什么可怕的事 第二天傍晚 皮埃尔就让人把大公爵小姐送走了 总管来向皮埃尔报告 说要想筹出装备一个团的钱 必须得卖掉一处庄园 总管明确地告诉皮埃尔 筹建这样一个团会使他倾家荡产 皮埃尔听着总管的话好容易才忍住笑 嗯 必须卖 那就卖吧 有什么办法呢 我已经答应了 从不能打退堂鼓啊 局势越恶劣 家境越糟 皮埃尔就越高兴 他所等待的灾难也越近 城里几乎没有皮埃尔的熟人了 丘里走了 玛利亚公爵小姐也走了 只有洛斯托弗一家没有走 但皮埃尔也没有去看望过他们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西窗书院制作 第31集 1812年8月至9月 法军禁逼莫斯科 那天皮埃尔为了散散心 到弗隆卓夫村去看雷比赫制造的 用来消灭敌人的大气球 这个试验性大气球将在明天升空 气球还没有完工 但皮埃尔知道气球是封皇帝圣旨制造的 为这个气球 皇帝曾给拉斯托普京伯爵写了这样一封信 雷比赫一旦完工 立刻组织一对聪明可靠的人 坐他气球的乘客 并派专时通知苦涂卓夫将军 此事我已告诉过他 请叮嘱雷比赫 千万注意他首次降落的地点 以免失误落入敌手 他的行动必须配合总司令的行动 皮埃尔从弗洛卓夫村乘车回家时 路过保罗托广场 看见行行的宣誉台前 围着一群人就下了车 原来是一个被指控为奸细的法国厨子 正在受鞭刑 鞭刑刚结束 行行兵把一个穿绿上衣蓝袜子 留棕色落腮胡子 不断惨叫的胖子 从行行凳上解下来 另一个销售苍白的罪犯 则站在旁边 从脸形上看 他们两个都是法国人 皮埃尔寄进人群里 他的脸色也像那个瘦瘦的法国人一样 又惊惧又痛苦 什么事 他是什么人 为了什么 皮埃尔问周围的人 但人群中 官吏 小市民 商人 农民 身披斗篷 和身穿皮大衣的女人 人们都全神贯注地凝视着 宣誉台上发生的事 谁也没有理他 那个瘦丸形的胖子 爬起来 皱着眉头 怂怂肩膀 胖子不看周围的人群 显然想装得很坚强 他动手 穿上了衣服 但他的嘴唇 突然颤动起来 他像一个血气方刚的人 那样哭了 又因为自己哭了 而生自己的气 人群大声谈着话 皮埃尔觉得 他们这是借此 克制着自己心中的怜悯之情 他是一位公爵家的厨子 怎么样先生 是不是我们俄国的酱油 到法国人的嘴里就变味了呀 哎呀 看你算得字牙咧嘴的 一个站在皮埃尔旁边 满脸皱纹的小官员 在那个胖胖的法国厨子 哭起来的时候 说起了俏皮话 小官员环顾了一下 等待有人对他的俏皮话的欣赏 有几个人笑起来 但更多的人仍恐惧地望着行行手 和另一个正在脱衣服的人 皮埃尔沉重地喘着气 皱起眉头 慌忙转过身向马车走去 一边走一边不断地咕弄着 直到跳上马车 半路上 他几次沉重地抖动身子 高声叫嚷 车夫忍不住问他 您有什么吩咐吗 你这是上哪儿去 为什么要去卢比安克街 是您吩咐过要去总司令家 傻瓜畜生 皮埃尔骂起车夫来 他是很少斥骂吓人的 当皮埃尔看到兽型的法国人 和轩玉台周围的人群时 他打定主意 不再留在莫斯科 他想当天就去参军 他以为这事 他已对车夫说过 或者车夫自己应该知道 唉 我说回家 快点笨蛋 我今天就得走 皮埃尔回到家里 就吩咐他那个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闻名全莫斯科的车夫头 耶夫斯塔菲耶威奇说 他今夜就去 莫扎伊斯克参军了 让他先把他的座骑 送到那里 当然 这一切当天是办不成的 照耶夫斯塔菲耶威奇看来 皮埃尔必须得把刑期 推迟一天 这样才来得及 把替换的马 先送走 8月24号 雨后出情 皮埃尔在午后 离开了莫斯科 当夜 在比尔湖 施克福换马的时候 皮埃尔知道 那天晚上 又打了一场大仗 据说 在这里 在比尔湖 施克福都能感觉到 地面都被大炮轰得震动了 皮埃尔问 哪一方打胜了 没有人能回答他 其实 这就是8月24日的 舍瓦尔基诺村之战 第二天破晓 皮埃尔来到 莫扎伊斯科 莫扎伊斯科的房子 都住了军队 在马夫和车夫 迎接皮埃尔的旅店里 也已没有空房间 全住满了军官 在莫扎伊斯科 和莫扎伊斯科外围 到处有军队驻扎和路过 到处都是哥萨克 步兵 骑兵 大车 弹药车和大炮 皮埃尔匆匆地 往前赶路 他离开莫斯科越远 越深入军队的海洋 就越感到焦躁不安 也就越觉得 心里有一种 从未体验过的 新鲜的欢乐 有点像他在斯洛伯达宫 期待皇帝 驾临时的心情 皮埃尔觉得 他必须有所作为 有所奉献 皮埃尔快乐地意识到 人类的一切幸福 生活享受 财富 甚至生命本身 比起那个东西来 都是微不足道的 但那个东西 究竟是什么 皮埃尔弄不清楚 也说不出来 他乐于牺牲一切 但究竟是为了谁 为了什么 他也说不清楚 他对未知牺牲的东西 并不感兴趣 但牺牲本身在他 却是一件新鲜的 快乐的事 24号 舍瓦尔基诺 多面堡附近 发生战斗 25号 双方都没有开火 26号 发生了 保罗金诺战役 舍瓦尔基诺战役 和保罗金诺战役 为什么发生 一方怎样挑起 另一方又怎样应战 保罗金诺战役 怎么会发生的 这次战役 对法国人和俄国人 都毫无好处 对俄国人来说 他的直接后果 就是促进了 莫斯科的毁灭 这是俄国人 最害怕的事 而对法国人来说 他促进了 法军的全军覆没 而这正是 他们最害怕的事 这些后果 在当时 就是一清二楚的 但拿破仑 还是发动了 那次战役 库托作夫也应了战 欢迎收听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 列夫托尔斯泰 西窗书院制作 如果两位统帅 当时都头脑冷静的话 拿破仑就该明白 大军深入两千额里 在可能牺牲 四分之一军力的危险情况下 发动战争 他必然走向灭亡 库托作夫同样也应该明白 他悍然应战 也冒着牺牲四分之一军力的危险 他定会失掉莫斯科 对库托作夫来说 这事就像算术题一样清楚 好像下跳棋 我比对方少一个子 我就不能拼 否则准输无疑 因此不应该拼 如果对方有十六个子 而我只有十四个 那我只比他弱八分之一 但我要是拼掉十三个子 对方就比我强三倍了 在保罗金诺战役以前 俄军和法国人力量对比 大约是五比六 战役以后就变成一比二了 换句话说 战役前是十万对十二万 而战役以后则是五万对十万 然而精明老练的库托作夫 却应了战 拿破仑呢 这个被称为天才的统帅 也以损失四分之一的军队的代价 发动了战役 把战线拉得更长 有人说 拿破仑占领莫斯科 就像占领维也纳那样 可以以此结束战争 但有许多证据证明 正好相反 拿破仑的御用史学家说 拿破仑从斯莫伦斯克出发后 就想停止前进 他懂得拉长战线很危险 占领莫斯科也并不能结束战争 因为从斯莫伦斯克起 他就看到遗弃给他的俄国城市的情景 他一再表示愿意谈判 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库托作夫和拿破仑在包罗金诺 一个挑战 一个应战 都出于无奈 都毫无意义 后来的史学家 面对继承的事实 却还要狡猾地想证明 统帅的天才和预见 其实统帅们 只是历史的工具 是身不由己的奴隶 古人留给我们一些典型的英雄史诗 在那里 英雄人物 成了历史的中心 但这类历史对现代人并没有意义 只不过我们还不能习惯 这样的观点 至于 暴露金诺战役 和这之前的 什瓦尔基诺战役是怎样发生的 对这个问题也存在着 近人皆知的 十分荒谬的观点 史学家们这样描写 俄军在斯莫勒斯克撤退时 就一直在为大会战 寻找最有力的阵地 结果找到了暴露金诺 俄军在莫斯科到 斯莫勒斯克大道左侧 与大道几乎成直角 从暴露金诺到乌基查 也就是大会战的地方 事先构建了防御攻势 在阵地前面 在蛇瓦尔基诺高地上 建立了观察哨所 24日 拿破仑攻击哨所 加以占领 26日 他就向住在 保罗金诺战场上的 全部俄军发动了进攻 史书上都这样写 这是完全错误的 任何愿意深入探查 事实真相的人 都很容易弄清楚这一点 俄军没有找寻 更好的阵地 相反 他们在撤退时 放弃过许多 比保罗金诺好的阵地 他们没有在任何一个阵地停留 因为库图作夫不愿接受 不是他自己选择的阵地 因为民众要求会战的愿望 还不够强烈 因为米罗拉多维奇 还没有率民团赶到 还有其他数不清的原因 事实是 以前的几处阵地 都比保罗金诺阵地强 保罗金诺阵地 不仅不强 而且很差 用大头针 在俄罗斯帝国地图上 随便定下一个地方 都不会比他更差 俄军没有在左边 与大陆称直角的 保罗金诺阵地设防 在1812年8月25日以前 他们也从未想到 战事会在这里发生 证据是 第一 25号前 这里没有公事 虽然25号开始构筑公事 但是到26号 这个公事也没有完成 第二 那个设在会战点之前的 设玩基诺多面宝的 毫无意义的巨手 也只能作为证明 为什么要把这个 多面宝建筑的 比其他几个点更坚固呢 为什么要竭尽全力 牺牲6000人 把他一直守卫到 24号深夜呢 侦察敌情 只要一个 哥萨克侦察班 就足够了 第三 会战的地点 是毫无预料的 设玩基诺多面宝 不是那个阵地的前哨 因为直到25日 巴克莱德托里 和巴格拉基昂 还坚信 设玩基诺多面宝 是阵地的左翼 而库图作夫 自己在战后 仓促写成的报告中 也把设玩基诺多面宝 称作阵地的左翼 然而在好久以后 在从容不迫编写的 保罗基诺会战的报告中 大概是要为一贯正确的 总司令所犯的错误辩解 竟捏造出荒诞离奇的说法 说设玩基诺多面宝 是前哨 我们是在事先选定的 设防阵地上应战的 而事实却是 设玩基诺多面宝 只不过是左翼的一个设防点 会战发生在了 毫无预料 几乎不设防的 保罗基诺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阵地选在克洛查河畔 这条河穿过大路 不是呈直角 而是呈锐角 因此左翼在设玩基诺 右翼在新村附近 中心在保罗基诺 克洛查河与弗伊纳河 会合的地方 如果不去想 这次会战是怎样进行 而只观察一下 保罗基诺战场图 人们马上就会认为 选择这个在 克洛查河掩护下的阵地 目的就是要阻止敌军 沿斯莫勒斯克大道 向莫斯科推进 24号 拿破仑骑马来到瓦鲁耶瓦 但没有看见 史书上这么说 从乌基查到保罗基诺的 俄军阵地 他当然不可能看见这个阵地 因为它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拿破仑也没有看见 俄军的前哨 但在追赶俄军后卫时 在舍巴尔基诺多面堡 碰上了俄军左翼 并且出乎俄国人的意料 拿破仑 命他的军队渡过克洛查河 这时 俄军来不及进入大会战 只好将左翼 撤出他们打算固守的阵地 转移到一个计划外的 没有设防的新阵地 而拿破仑 转移到克洛查河左岸 大道左边 站在俄军方面看 拿破仑是把未来的大会战 从右边移到左边 并把会战地点安排在乌吉查 谢苗诺夫斯克也和保罗金诺之间 而作为一个大会战的阵地 这地方并不比俄国其他任何地方有利 二十六日的大会战就发生在这里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 西窗书院制作 如果拿破仑没有在二十四号晚上骑马 去克洛查河畔 并下令立即攻击多面堡 而是在第二天早晨再开始进攻 那么谁也不会怀疑 西窗书尔吉诺多面堡会成为俄军阵线的左翼 会战就会照俄方预期的那样进行 这样俄军准能更顽强的守卫 西窗书尔吉诺多面堡 保护左翼 俄军就能从中央和右翼攻击拿破仑 二十四号的大会战 就会在射防的预期阵地上展开 但由于敌军对俄军左翼的进攻 就发生在格里德尼瓦会战之后 俄军后卫撤退的那天晚上 俄军指挥官不愿或来不及 在二十四号晚上投入会战 所以保罗金诺会战初期在主要关节上 俄军二十四号就输了 这显然也导致二十六号大会战的失败 西窗书尔吉诺多面堡失守后 二十五号早晨 俄军发现左翼没有防线 不得不收回左翼随便找个地方临时设了防 不过八月二十六号 俄军不仅只有未完成的薄弱攻势做掩护 更加糟糕的是 俄军指挥官还不肯承认左翼阵地失守 未来战场以整个自右向左移动的既成事实 仍然停留在从新村到乌吉查的长条形阵地上 直到战斗打响后才不得不把军队从右侧调到左侧 这样就是形势更加不利 因此在整个战斗中 俄军只能用相当于敌军一半的兵力来对付向俄军左翼进攻的法军 而伯尼亚托弗斯基对乌吉查的进攻 以及乌瓦罗夫对法军右翼的攻击 都是同会战无关的单独军事行动 因此保罗金诺战役绝不是像史学家所描写的那样 史学家们竭力掩饰俄军指挥官的错误 结果是损害了俄国军队和人民的荣誉 保罗金诺战役并非是俄军以稍弱的兵力 在自己选定的设防阵地上进行的 而是俄军在射瓦尔基诺多面堡失守后 以只有法军一半的兵力 在几乎不射防没有掩护的阵地上进行的 而在这样的条件下 俄军不仅连续作战十小时 并使战斗不分胜负 这是不可思议的 要知道在这样的条件下 能坚持三小时战斗 而不全军覆没和溃逃 也是难以想象的 25号早晨 皮埃尔离开了摩扎伊斯克 在陡峭崎岖的山坡上 他下了车徒步前进 那是条通往城里的山路 路的右边有一座大教堂 教堂里传来当当的钟声 正在坐着礼拜 在皮埃尔的身后 一个骑兵团正跑下山坡 走在最前面的是团里的歌泳队 一队大车则迎面赶上山来 车上载着昨天在战斗中受伤的士兵 赶车的农民吆喝和鞭打着他们的马 不断从这边跑到那边 每辆车都载着三四名或躺或坐的伤员 大车在陡峭的石头山路上颠簸着 伤兵们包着破布 脸色苍白 嘴唇紧闭 眉头紧簇 他们抓着车栏杆 在车上摇晃着 互相碰撞着 几乎每个伤兵都怀着孩子般天真的好奇心 望着皮埃尔的白色礼帽和绿色礼服 皮埃尔的车夫对着伤兵大车 怒气冲冲地吆喝着 要他们靠边走 骑兵团唱着歌直冲下山坡 把道路堵住了 皮埃尔的轻便马车被挤到山路边停下了 阳光被山坡挡住 还没照到低处的道路上 这里又阴冷又潮湿 但皮埃尔的头顶上 却是灿烂的八月骄阳 空中荡漾着教堂的快乐钟声 有一辆伤兵车 紧靠着皮埃尔停在路边 穿树皮鞋的车夫 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到车旁 把一块石头垫在没有轮胎的后轮下 动手整理马的皮带 一个富商的老兵 吊着一条手臂跟在车子后面 用他那只完好的手抓住车子 回头向皮埃尔瞅了一眼 喂老乡 是不是要把我们了在这里啊 还是把我们送到莫斯科去 皮埃尔正在沉思 没听见有人问话 他时而望望迎着伤兵车走来的骑兵团 时而看看身边的大车 车上的伤兵两个坐着一个躺着 皮埃尔觉得从他们身上 就能找到他所关心的问题的答案 坐在大车上的一个兵大概脸颊上受了伤 整个脑袋都用破布包扎着 一边腮帮肿得有小孩的头那么大 嘴和鼻子歪在一边 这个兵望着教堂画了个十字 另一个是个半大孩子的新兵 头发淡黄 皮肤白净 白嫩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 带着呆滞的微笑望着皮埃尔 第三个兵趴在车上 因此看不见他的脸 骑兵团的歌手正走过这辆伤兵车 哎 万强的汉子不见了 住在一个大小 歌手们唱着士兵的歌曲 空中荡漾着当当的钟声 仿佛在用另一种欢乐响应他们 灼热的阳光倾泻在山坡顶上 也增加了欢乐的气氛 但在山坡底下 停着伤兵车的地方 在喘息着的马匹旁边 在皮埃尔站着的地方 却仍然是又潮湿又阴暗又悲惨 那个脸颊肿起的士兵 怒气冲冲地望着骑兵歌手 哼 公子哥 如今战场上不仅有士兵 还有庄家汉 庄家汉也被赶上了战场 现在不分士兵一农民了 如今大家都一样 一起冲上去 一句话 为了莫斯科 我们要全民动员 拼到底 尽管那士兵因为受伤而口齿不清 皮埃尔还是明白了他的意思 就赞同地点点头 道路通了 皮埃尔下了山 继续乘车前进 他一边走 一边望着道路两边寻找着熟人 但到处只看见各个兵种的陌生军人 他们都惊奇地瞧着他的白色礼帽和绿色礼服 走了四额里光景 皮埃尔终于遇见一个熟人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 西窗书院制作 第三十四集 皮埃尔终于遇见一个熟人 就高兴地去打招呼 这熟人是一位高级军医 那军医坐在一辆棚车上迎面驶来 他旁边还有一个青年医生 他认出了皮埃尔 马上就吩咐坐在玉座上的哥萨克停下来 伯爵大人 您怎么来这儿啊 啊 我想来瞧瞧 好啊好啊 马上就有事情看了 皮埃尔下了车 站在那里跟军医攀谈起来 皮埃尔说自己想参加作战 医官和青年同行对看了一眼 劝皮埃尔直接去找总司令 在会战的时候天知道您该待在哪里 谁也不知道 总司令毕竟知道您 他会亲切地接待您的 我看老兄就这么办吧 您这样想吗 我还想问您一下 阵地到底在哪里 阵地吗 这可不是我份内的事 呃 您到塔塔利诺瓦去 那里有许多人在挖战壕 您爬上那个土岗就看得见了 从那儿能看得见吗 呃 您 您要是方便的话 我真想陪您去 呃 真的 呃 可是 军医显得疲劳而焦急 打断皮埃尔的话 一边说着 一边就转身向马车走去 军医还在喉咙口比划了一下 表示自己忙得不可开交 我真想陪您去 可是 我现在要到军长那儿去 您问我 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您知道 伯爵 明天会战就要开始了 十万大军 估计至少有两万富商 可是我的担架 病床 医生 还有护士 连六千人都不够用 大车倒是有一万辆 但是还需要别的东西啊 只能对付这半了 听了军医的话 皮埃尔马上想到 在那几万名此刻 正好奇地 打亮着他的帽子的老老少少 身强力壮的人中间 明天就会有两万人 注定要负伤或者阵亡 这个念头 不仅是皮埃尔感到震惊了 他们说不定明天就会死去 除了死 他们何必再考虑别的事呢 由于一种古怪的联想 皮埃尔突然生动地想到 摩扎伊斯克的山坡 载着伤员的大车 教堂的钟声 太阳的鞋灰 和骑兵的歌声 骑兵要去战斗 路上遇见了伤员 他们向伤员 急急眼走过去 却根本没想到 自己的前途 明天 他们中间 有两万人注定要死 可是他们此时 却对我的帽子发生兴趣 真是奇怪 皮埃尔一路想着 继续往塔塔利诺瓦前进 路左边有一所地处的宅邸 那里停着许多马车 资重车 还站着几个勤务兵和哨兵 总司令的行员就设在这里 但皮埃尔来的时候 总司令正好不在 司令部里几乎没有一个人 大家都到教堂做礼拜去了 皮埃尔就向格尔基村走去 皮埃尔上了山 来到村里一条不大的街上 他第一次看见身穿白衬衫 帽上有十字架的民团农民 他们兴高采烈 大声说笑 在路右边野草丛生的大土岗上干活 个个满头大汉 有人用铁锹挖土 有人用手推车 沿跳板运泥 有人站在那里 什么事也不干 两个军官站在土岗上 指挥农民们干活 皮埃尔看见 那些农民对他们的新职业 显然很感兴趣 干得热火朝天 皮埃尔于是又想起那个伤兵 他突然明白了 那个伤兵说的话 全民动员 这些在战场干活的大胡子农民们 他们脚上穿着笨重古怪的靴子 脖子上热汗淋漓 有的人解开衬衫鞋领 露出了晒黑的锁骨 这些景象比过去的所见所闻 更让皮埃尔强烈地感受到 此时此刻的庄严和重要 皮埃尔从马车上下来 从干活的农民旁边经过 爬上了土岗 军医告诉他 从那里可以看见战场 这时大约上午11点 太阳高悬在皮埃尔的左后方 透过纯净清洁的空气 明晃晃地照亮了 他面前像露天园剧场那样的广阔地带 斯莫勒斯科大道 从这园剧场的左上方 蜿蜒穿过前面500步外 有白色教堂的保罗金诺村 把村子分割开来 这条大道经过村外的一座桥 穿过几段山坡 不断向上伸展 直到六峨里外 瓦鲁耶瓦村 现在拿破仑就驻扎在这里 过了瓦鲁耶瓦村 大道就隐没在地平线上 一片叶子发黄的树林里 在这座白画和云山林里 大道右边 科洛查修道院 遥远的十字架和钟楼 在阳光下熠熠闪光 在苍茫的远方 在树林和大道左右两边 好多地方都可以看到 一堆堆冒着烟的篝火 以及模糊不清的 敌我双方的军队 大道右边的 科洛查河和莫斯科河流域 多半是峡谷纵横的秋陵和山地 在远处峡谷间 远远可以看见别族波夫村和扎哈林诺村 大道左边地是比较平坦 都是庄稼地 还看得见还冒着烟的被烧掉的谢苗诺夫村 皮埃尔看到两边的一切都朦朦胧胧 原野左右的景色也没给他明确的印象 那里没有他希望看到的战场 只有田野草地军队树林 篝火的烟村庄秋陵和小河 无论皮埃尔怎样用心观察 他都不能在这个有生命的地方找到阵地 他甚至分不清我军和敌军 得问问了解情况的人 皮埃尔这样想着就去问一个军官 那个军官正好奇地打量着他那不像军人的胖大身体 请问前面的村子叫什么 好像是布尔基诺 是不是 不 是保罗基诺 军官看到有机会说话 显得很高兴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西窗书院制作 第三十五集 军官很高兴有人和他说话 就向皮埃尔走近一步 那里是我们的人吗 对 但在过去就是法国人了 他们在那里 看得见 哪里 哪里 肉眼看得见啊 您瞧 您瞧 军官直指和对岸左边的浓烟 脸上献出严肃庄重的神色 这种神色皮埃尔在许多人脸上都见到过 哦 那是法国人 那么那边呢 皮埃尔直指左边的土岗 那一带有军队 这是我们的军队 哦 我们的军队 那么那边呢 皮埃尔直指远处另一个土岗 岗上有一棵大树 旁边峡谷里有个村庄也在冒烟 还有一样黑暗的东西 军官指点着那个黑暗的东西说 那是首尔纪诺多面包 那又是他们的 哼 昨天还是我们的 今天可是他们的了 那么我们的阵地呢 阵地 这事啊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您 因为我们的攻势差不多都是我造的 您瞧 我们的中心 暴罗金诺 就在这地方 他指指前面有白教堂的村庄 那是 科洛查河的渡口 那里 您瞧 那堆着一行行甘草的地方 那里有一座桥 那是我们的中心 我们的右翼就在那里 军官又向右指指 峡谷远处 看那边 那是莫斯科河 我们在那里造了三座坚固的多面包 左翼嘛 军官说到这里停住了 接着他又指给皮埃尔看其他地标 老实说呀 这事很难跟您讲清楚 昨天我们的左翼在那里 在首尾尔进诺 您看 就是那棵栗树那里 可现在我们要撤回左翼 您看见那边的树和浓烟了吗 对 就是那 谢苗诺夫村 就在那个地方 而拉耶夫斯基图港这里 未必会发生战斗 他们把军队调到这里来 这是诡计 他们多半要从莫斯科河右边绕过去 不过 不管明天的仗在什么地方打起来 肯定都要损失好多人 一个上了年纪的军事 在军官说完时 走到他旁边 默默地等他把话说完 但这时 他对军官的话显然很不满 就插嘴说 该去取土框了 军官有点窘迫慌乱 仿佛明白自己不该说这种话 他可以想到 明天会损失许多人 但不能说出来 那就再派三连去吧 老军士转过脸 怀疑地看向皮埃尔 那么你是谁 是军医 不 我是路过的 皮埃尔说着就走下山去 又从民兵旁边走过 军官跟在他后面 捂着鼻子从干活的人旁边跑步 该死的 瞧 他们来了 开着圣母 娘娘来了 马上就到 不远处传过来嘈杂的人声 军士士兵和民兵都沿着大路跑去 一队神职人员从保罗金螺走上山来 在尘土飞扬的大路上 步兵光着头盗背着枪 整齐地领头走着 步兵后面响起教堂唱诗般的歌声 士兵和民兵光着头赶过皮埃尔前去迎接 民兵不论是村子里的还是在炮兵连干活的都丢下铲子 跑去迎接教堂的一行人 在尘土飞扬的大路上 在一营步兵后面 走着几个穿法衣的司机 一个戴方帽的小老头 还有一批教会职士和唱诗班 他们后面 士兵和军官 一起抬着一座有金式的黑脸圣母像 这是从斯莫勒斯克撤出后 一直随军迁移的圣母像 圣母像的前后左右 是成群的摘下帽子的军人 有的走 有的跑 有的跪拜在地 圣母像搬到山上放下来 抬圣像的人换了班 宋经士重新点上神香 做起礼拜 炎热的太阳从头顶上直射下来 凉爽的微风吹拂着不戴帽子的人们的头发和圣像上的飘带 唱诗班在广阔的天空下 吟出滴滴的歌声 一群不戴帽的军官士兵和民兵将圣像团团围住 几个当官的站在司祭和宋经士后面的空地上 一个脖子上挂着圣乔治勋章的秃头将军 站在神父背后 他没有话识字 显然是个德国人 他耐心的等待祈祷结束 因为他认为认真听完祈祷能够激发俄国人民的爱国热情 另一个将军也雄啾啾地站在那里 一边在胸前画着十字 一边东张西望 站在农民群中的皮埃尔 在官员中认出了几个熟人 但他没有再去看他们 因为他的注意力完全被士兵和民兵们凝视圣母像的庄严神派吸引住了 宋经士们念了二十遍道文 已经精疲力竭 他们眉精打采地唱着 圣母啊 拯救你的奴仆脱离苦难吧 司祭和祝祭就接着唱道 我们向你求救 你是一座坚不可罪的壁垒 庇护众人 人们脸上又都现出重大庄严时刻即将降临的神色 这种神色今天早晨 皮埃尔在莫扎伊斯克山下遇见的许多人脸上都看见过 此刻人们的一个个脑袋更快地垂下 头发抖动得更频繁 不断发出叹息声 十字架撞击着胸脯 围着圣母像的人群突然分开挤到皮埃尔身上 有个人向圣母像走来 从大家给他让路的速度上可以看出他是个重要人物 来的正是骑马视察阵地的库托作夫 他在回塔塔利诺瓦的路上看到了坐礼拜的人群就前来祈祷 皮埃尔从那与众不同的身材上立刻认出了库托作夫 库托作夫胖大的身上穿着常礼服 背有点驼 一头白发 腹肿的脸上露出一只有眼白的瞎眼 身子摇晃着一瘸一拐地走进人群 他在司机后面站住 习惯成自然地画了个十字 一攻到地 然后费力地叹了一口气 低下他那白发苍苍的头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西窗书院制作 第三十六集 库托作夫后面是别异省和随从 总司令的驾到吸引了高级军官们的注意 但民兵和士兵却没有人看库托作夫 他们继续坐着祈祷 祈祷完毕 库托作夫走到神像前 费力地跪下来在地上叩头 由于肥胖和衰弱 他好半天都爬不起来 最后他站起来像孩子般天真的 撅起嘴唇 吻着神像 又举了一躬 将军们都照他的样子做了一遍 军官们也照样做了 然后是士兵和民兵们 他们你推我挤 气喘吁吁 脸色激动地趴在地上 皮埃尔在拥挤的人群中 亮亮呛呛地走着 不断向四下里环顾 忽然他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 伯爵 皮埃尔伯爵 您怎么会在这里 宝里斯拍拍弄脏的膝盖 笑眯眯地走到皮埃尔跟前 宝里斯服侍讲究 显出熊啾啾的军人气派 他身穿长外套 像库托作夫那样 把鞭子搭在肩上 库托作夫这时一来到村里 在一所房子的阴影下 坐在哥萨克给他飞快端来的长凳上 另一个哥萨克在他前面 铺了一张地毯 一大圈衣着华丽的随从 围住了总司令 神像还在人群的簇拥下 向前移动 皮埃尔站在里库托作夫 三十步的地方 跟宝里斯说话 皮埃尔说他想参加战斗 和观察阵地 那就这样吧 我代表全营招待您 您随编地生伯爵一起去吧 我是他的侍从 我去向他报告一声 您呢 要是想观察阵地 可以跟我们一起走 能让您看得清清楚楚 我们现在要去左翼 等我们回来 请你赏光在我这里过夜 我来安排个牌局 您不是认识托罗霍夫吗 他就住在这里 他就住在那座房子里 但我想看看右翼 据说右翼兵力很强 我想看看莫斯科河和整个阵地 哦哦 这你以后会看到的 现在主要是看左翼 好好 那么 安德烈公爵的团在哪里 您能给我指点指点吗 安德烈尼古勒耶威奇公爵吗 我们要经过那里 我可以带您到他那里去 呃不 那么左翼究竟怎么样 不瞎您说 我对您私底下说说 天知道我们的左翼是怎么一回事 不过这绝不是憋腻声伯爵的本意 他主张在那个土岗上设防 根本不主张 可是 总座根本不同意 当然 也许他听了别的什么人的话 要知道 宝里斯没有把话说完 就看到库都作夫的副官 凯撒罗夫走到皮埃尔跟前 宝里斯就落落大方的和凯撒罗夫打招呼 哦 凯撒罗夫将军 您瞧 我正在向皮埃尔伯爵介绍我们的阵地 总司令对法国人的心思摸得真透 您是说左翼吗 对 对 一点不错 我们的左翼如今非常非常强 尽管库都作夫 采取了司令部里所有的冗原 宝里斯仍留在司令部里 宝里斯被安置在别尼圣伯爵身边 别尼圣伯爵也像宝里斯跟随过的所有人一样 认为这个青年公爵是个无价之宝 在最高统帅部里存在着精卫分明的两派 一派是库都作夫派 一派是总参谋长别尼圣派 宝里斯属于后一派 宝里斯既能卑躬屈膝 屈翼逢迎库都作夫 又同时让人觉得这老头已经不中用了 全部事务都是别尼圣一人在主持 现在到了会战的关键时刻了 库都作夫该垮台了 应该把大权交给别尼圣了 即使库都作夫赢了 宝里斯也要让人觉得一切都是别尼圣的功劳 在这方面谁也做不到宝里斯这样 不论怎样 明天一仗后就会嘉奖许多人提拔一批新人 因此宝里斯今天一天都处于兴奋状态 在凯撒罗夫之后又有一些熟人走到皮埃尔跟前 皮埃尔来不及回答大家提出的有关莫斯科情况的问题 也来不及听取人家的讲述 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是又兴奋又惊慌 皮埃尔觉得 有些人的激动只是因为考虑到个人的成败得失 另一部分人的激动则不是由于个人问题 而是关心全体的生死存亡 库都作夫发现了皮埃尔 叫他到我这里来 库都作夫的副官传达了总司令的意思 皮埃尔就像坐在长凳上的库都作夫走去 但有个普通民兵样子的人赶在他之前走到库都作夫跟前 竟然是特罗霍夫 这家伙怎么会在这里 他是个骗子手 无孔不弱 您知道吗 他早就像了职呈的士兵 不过可能又要提升了 他提出过一些作战方案 夜里爬到敌人的少兵线 从这点说 他倒是条好汉 皮埃尔摘下帽子 恭恭敬敬地向库都作夫鞠了一躬 我知道 要是我向总作禀报 您会把我赶走 或者说 您已经知道我所禀报的事了 不过 即使是这样我也不在乎 哦 哦 但要是我说得对 我就能为祖国做出贡献 我随时准备为国捐躯 哦 哦 要是总作需要一名不怕牺牲的人 请别忘记我 也许总作用得着我 哦 哦 不管他罗霍夫说什么 苦头作夫只是重复应答着 与此同时 苦头作夫在用他那只 笑得眯起来的独眼 瞧着皮埃尔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 西窗书院制作 第三十七集 这时 保里斯使出他那宫廷侍臣的机灵劲 迅速走到皮埃尔身边 故意同皮埃尔并排走进走资令 同时落落大方的低声对皮埃尔说着话 仿佛在继续着早已开头的谈话 民兵们 他们都穿上干净的白衬衫 准备为国牺牲 多么英勇啊伯爵 表面上 保里斯是对皮埃尔说这句话 但实际上 他是要让总司令听见他的 因为他知道 库托作夫会注意这句话 果然 总司令对他说话了 你说 民兵什么 总组 他们都穿上白衬衫 明天准备牺牲 真是天下无双的好百姓 天下无双的好百姓 库托作夫说着 闭上眼睛 又叹息着摇摇头 然后他看向皮埃尔 我觉您是想闻闻火药味儿是吗 是的 这味儿好闻得很呢 我有幸崇拜 尊夫人 她好吗 您来吧 我住的地方可以供您使用 库托作夫像一般老年人那样 心不在焉地环顾四周 仿佛时刻会忘记 他要说什么话 做什么事 接着他显然想起了什么 招招手叫副官 凯撒罗夫的弟弟安德烈过去 马林的那几句诗 那几句诗 怎么说来着 关于盖拉科夫的 他写过 你去军校当教员 你背背 你背背 库托作夫说着说着 就想笑出来 于是凯撒罗夫的弟弟安德烈 开始念诗 库托作夫则笑眯眯的 按着诗的音节打着拍子 等皮埃尔离开库托作夫 特洛霍夫向他挤挤眼 拉住他的手 特洛霍夫旁若无人的 大声打着招呼 声音特别坚决而庄重 在这里见到您真是幸会 伯爵 天知道我们明天中间 谁能活下来 我很高兴 现在有机会对您说说 我对我们之间 发生过的误会感到遗憾 我希望您对我也 不要再存什么芥蒂 我请您原谅 皮埃尔含笑望着特洛霍夫 不知道对他说什么才好 特洛霍夫眼泪夺眶而出 拥抱了皮埃尔 吻了吻他 保里斯向他的将军 说了几句话 别你生伯爵 便招呼皮埃尔 请他一起视察防线 去吧 这事您会感兴趣的 是的 我想这事很有意思 半小时后 库托作夫去了 塔塔尼罗瓦 别你生带着随从和皮埃尔 去巡视防线 别你生从格尔级 沿着大路来到一座桥边 那桥就是刚才军官 从土岗上指给皮埃尔看 说是左翼中心的那座桥 在桥边的岸上 摆着一排排新割下的 散发着青草香气的草芥 他们过桥来到保罗金诺村 再向左拐 从大批士兵和大炮旁边走过 最后来到民兵 正在挖土的高岗上 这是个多面堡 还没有名字 后来被称为 拉叶夫斯基多面堡 或土岗炮台 皮埃尔没有特别注意 这个多面堡 他还不知道 这地方对他来说 将比保罗金诺战场的 其他任何地方都值得纪念 然后他们起码经过峡谷 来到谢苗诺夫村 士兵们正在村里 拆走农舍和仓房的 最后一批木料 然后他们下山上山 经过一片像被冰雹砸过的 黑麦蒂 沿着坎坷不平的耕地上 被炮兵们踩出来的道路 来到一座正在修筑的 尖顶堡 比尼省在尖顶堡前停住 遥望昨天还属于俄军的 舍弯基诺多面堡 那里有几个骑马的人 军官们说 那不是拿破仑 就是Mula 大家都聚精会神地 瞧着这伙骑马的人 比尼尔也在那里眺望 竭力想看出骑马的人中 哪一个是拿破仑 最后骑马的人跑下土港 不见了 别尼省像走到他跟前的一位将军 说明我军的全部证实 比尼尔听着别尼省的话 竭力想理解当前这场战役的关键 可是他失望地感到他无能为力 他觉得自己脑子不够用 他一点也理解不了 别尼省住了口 注意到在旁边听着的皮尔 突然对他说 我想您大概不感兴趣吧 不 正好相反 我很感兴趣 这次皮尔说了违心话 他们从尖顶宝下来向左转 在一片稠密的矮画树林中 沿着中间一条蜿蜒的小道前进 走到树林中央时 一只棕毛白角兔从他们面前跳出来 这兔子被大队人满的马蹄声吓得半死 慌慌张张地在他们前面跳了好一阵 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和笑声 直到有几个人向他吆喝 他才窜到路旁 消失在树丛里 他们在树林里又走了两额里光景 来到林中一块空地上 负责守卫左翼的杜奇科夫的部队 就住在那里 在左翼阵地 别尼省情绪激动地说了许多话 并且发布了皮尔认为很重要的军事命令 杜奇科夫军队的前面 有一个无人聚首的高地 自己对军事的理解力 听着别尼省和将军们批评山下的军事部署 皮尔觉得完全懂得他们的意思 也赞成他们的意见 但正因为如此 他不能理解 那个把部队部署在山下的人 怎么会犯这样明显而严重的错误 皮尔不知道 这些军队并非像别尼省设想的那样 用来守卫防线 而是隐蔽在那里打埋伏 也就是为了出其不意的袭击 逼近的敌军 别尼省不知道这一点 但他没有报告总司令 就自作主张把军队往前调动了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西窗书院制作 第38集 1812年8月25号的黄昏 天气晴朗 安德烈公爵支着壁肘 斜躺在科尼亚兹克沃村 一所破仓房里 他的团就在这个村的旁边扎营 通过破墙的裂口 他望着墙外一排 被砍去了下面枝丫的 树林三十年的白花树 望着摊着一堆堆燕麦的田地 还有一片正冒着吹烟的矮树丛 士兵们正在那里做饭 现在虽然安德烈公爵觉得他的生活圈子很小 精神痛苦 不为人理解 但他却仍然像七年前 在奥斯特利茨会战前夜那样 感到又兴奋又激动 安德烈已接到明天会战的命令 此刻他没有什么事要做 但一些最简单最清楚 因而也是最可怕的思想 却使他不安 他知道明天的会战将是他参加过的最可怕的战斗 安德烈生平第一次具体明确单纯而恐惧的想到他可能死去 他没有考虑这死亡和别人有什么关系 只想到这死亡对他个人的影响 对他灵魂的影响 从这一思想高度出发 以前是他苦恼焦虑的一切 忽然被一道冰冷的白光照的雪亮 没有阴影 没有前景 没有轮廓的差别 他觉得生活就像一具幻灯在人工光的照耀下 他长久的透过玻璃进行观察 如今没有那片玻璃 在光天化日之下 他看到了那些画得很差的图片 对 对 所有这些 都是使我激动 使我心醉 使我痛苦的幻想 安德烈自言自语着 在头脑里翻阅着生活幻灯的主要图景 现在他把这些图景放到了那道冰冷的白光 死的白光下照耀观察 这就是那些曾经让安德烈觉得美丽神秘 现在却在死亡面前显得拙劣粗糙的图景 瞧 这些画得很差的图片 一度曾显得那么的美丽和神秘 荣誉 社会地位 对女人的爱情 祖国 这些图景我以前认为多么重要 具有多么深远的意义啊 可是这一切 在这个为我而来临的早晨的冰冷的白光照耀下 又显得多么简单 苍白和粗糙啊 安德烈一生遭遇的最让他难过的三大不幸事件是 他对一个姑娘的爱情 父亲的去世 和法军入侵 占领了俄国半壁江山 爱情 我觉得充满神秘魅力的那个姑娘 我原来多么爱她呀 我曾经制定了 和她共享爱情和幸福的充满失忆的计划 我真是个天真的孩子 是啊 我那么相信理想的爱情 我以为我离家一年 她会对我忠贞不渝 而她就像预言里温柔的小鸽子 她会为我相似的憔悴 唉 这一切真是太简单了 太天真了 真是可恶 父亲在通山大兴土墨 以为那是他的地方 他的土地 他的空气 他的奴奴 可拿破仑一来 拿破仑眼里根本就没有她几个人 把她像路上的一块木片那样剔开了 她的铜山和全部生活就被摧毁了 玛利亚公爵小姐说 这是上天的考验 可是她人都没有了 还考验她做什么 她死了再也不会复活了 那么这是考验谁呢 祖国啊 莫斯科要毁灭了 明天我将被打死 甚至不是被法国人 而是被自己人打死 就像昨天 不是有一个兵在我耳旁放了一枪吗 我死了 我死了 法国人来了 他们就抓住我的双脚和头扔进坑里 免得我在他们鼻子底下发臭 也许 将来还会出现新的生活秩序 人们也会慢慢适应新的生活 可是我不会知道了 那时 我已经不在人间了 安德烈望着那排白花树 白花树的枝叶黄绿掺杂 发白的树皮在阳光下熠熠闪光 死 明天我将被打死 我这个人将不再存在 一切如旧 就是再也没有我这个人了 安德烈生动地想象着 那个没有他的世界 眼前这些明暗交错的白花 这些变幻莫测的白云 这些吹烟 安德烈突然觉得 周围的一切都变了样 变得阴森可怕和咄咄逼人 一阵寒气掠过他的脊背 他连忙站起身走出了舱房 这时舱房后面传来一阵说话声 谁啊 红鼻子的寂寞心大卫 怯生生地走进舱房 他原来做过特勒霍夫的连长 现在因为缺乏军官升任了营长 一名副官和团里的军需官 跟着他进来 安德烈公爵连忙站起来 听军官们向他汇报 他又给了他们几项指示 准备让他们走 这时舱房后面传来一个熟悉的低语声 见鬼 安德烈公爵从舱房里向外一望 看见皮埃尔向他走来 他在地上一根木棒上绊了一下 差点跌倒 安德烈公爵不愿看见自己那个圈子里的人 特别不愿看见皮埃尔 因为皮埃尔会使他想起上次莫斯科之行的痛苦时刻 哦 是你啊 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真是没想到啊 安德烈公爵说话的时候 眼神和脸色不仅冷淡 甚至还表现出了一些敌意 皮埃尔立刻感觉到了 他走进舱房时 情绪还很好 但看到安德烈公爵这样的神色 皮埃尔立刻感到局促不安起来 我来 我 就是 您知道 我来 我很感兴趣 我想 我想看看打仗 皮埃尔结结巴巴的说着 这一天里 他不知道自己已经莫名其妙地 说了几次兴趣这两个字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 列夫托尔斯泰 西窗书院制作 第三十九集 皮埃尔来到的安德烈公爵的营地 看望安德烈 但他发现 安德烈公爵对他神色冷淡 甚至带有一些敌意 这让皮埃尔立刻感到局促不安起来 连说话都变得结结巴巴 安德烈嘲弄地看着他 继续问他 那么攻击会的弟兄对战争有什么看法 怎样防止战争 莫斯科怎么样 我家里的人怎么样 他们到底有没有去莫斯科 哦 去了 去了 丘莉告诉我的 我去看过他们 但没遇到他们 他们到莫斯科乡下去了 军官们要告辞 但安德烈公爵仿佛不愿和皮埃尔单独待在一起 就请军官们也坐下来喝茶 秦务兵给他们端来凳子喝茶 军官们惊奇地望着皮埃尔的胖大身体听他讲莫斯科的情况 以及他观察过的俄军阵地 安德烈公爵沉默不语 他的神色是那么不愉快 皮埃尔只好更多地对和蔼的寂寞心营长说话 但安德烈公爵打断了皮埃尔的话 那么整个军队的部署你都清楚了 是的 怎么了 不过我不是军人 不能说完全明白 但大体的部署算是知道了 看来你比谁知道的都多 皮埃尔从眼睛上方有些困惑地打量着安德烈公爵 那么你对任用库德作夫是什么看法 他被任用 我很高兴 我就知道这些 那么你说说对巴克莱特托里有什么看法 在莫斯科天知道人家在说他什么 你觉得他怎么样 你问问他们吧 安德烈公爵直指军官们 皮埃尔带着虚心请教的宽厚微笑 望望基墨欣他们 大家也都不由自主地用同样的笑容回望着他 自从总座寿命以来 先生 我们 我们又重见光明了 基墨欣说话时 还不识怯生生地望望自己的团长 怎么会这样呢 就拿木柴和草料来说吧 我们撤离斯文强你的时候 一根树枝一根甘草或者别的什么 那都是不敢碰一碰的 但既然我们要撤退 那这些东西就会落到法国人手里 您说是不是长官 可是我们就是不敢拿 你不知道啊 因为这个我们团里有两个人吃官司了 可是总座一来呢 事情就简单了 这种事就不算事了 我们呢 就重见光明了 那么以前为什么要禁止呢 这个 基墨欣尴尬地回顾着 不知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 皮埃尔又向安德雷公爵提出这问题 安德雷公爵用刻薄的嘲弄语气说 为了不糟蹋我们留给敌人的地区 好让敌人好好享用 理由很充分 不容许抢劫地方 不让军队养成趁火打劫的习惯 这没错 这很重要 在斯莫朗斯克他的判断也很正确 法国人能包抄我们 他们的力量比我们强 但他不能理解 安德雷公爵突然压低声音 但声音里却充满了力量 但他不能理解 我们这是第一次为保卫俄国土地而战 我从未见过部队有这么高昂的士气 我们一连两天抗击法军 这一胜利使我们的力量增强十倍 但他却先铃撤退 我们的努力和损失都白费了 他不是内奸 他是想尽力把事情办得更好 他考虑得很周到 但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不适合做指挥官 因为他像一切德国人那样 考虑事情太仔细太周到了 怎么对你说呢 好吧 譬如说你父亲有个出色的德国跟班 他干活很不错 能满足你的一切要求 但要是你的父亲病危了 你就会宁愿自己笨手笨脚地照顾父亲 也觉得比用干脸的外人强 巴克莱的情况就是这样 俄罗斯强大的时候 是可以让外国人来做事的 巴克莱是个出色的大臣 但一旦情况紧急 就需要用自己家的亲人做事 可在你们俱乐部里 居然有人把巴克莱看作内奸 污蔑巴克莱是内奸 那些人将来只会因这污蔑而感到羞愧 而现在 忽然又把他这个内奸说成英雄或者天才 那就更不合理了 他只是个非常诚实而又认真的德国人 但有人说他是个精明的统帅 我不明白什么叫精明的统帅 精明的统帅 就是能够遇见各种意外的事故 能看透敌人的心思 这是不可能的 安德烈公爵断然回答 仿佛那是一个早就知道答案的问题 皮埃尔惊讶地对他旺旺 不过据说打仗好比下棋 对 只有一个小差别 就是下棋每走一步都可以随意考虑 不受时间限制 还有一个差别 下棋 马总比足子强 两个足子总比一个足子强 但在战争中 一个赢有时比一个失强 有时却还不如一个连 两军力量的对比瞬息万变 老实说 如果在参谋部做部署 就能决定战局 那我也就留在那里 从事部署工作了 可我现在却有幸在这里服役 在团里同这几位先生在一起 我认为 真正决定明天战役胜负的是我们 而不是参谋部里的他们 胜利从来不取决于阵地 不取决于武器 甚至不取决于人数 是的 不取决于阵地 那么究竟靠什么呢 靠士气 我的 他的 靠每个士兵的士气 安德里公爵直指基墨信 基墨信惊疑地望着他的指挥官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 西窗书院制作 第四十集 安德里公爵直指基墨信 他一番沉默寡言的常态 这时激动起来 他克制不住 突然涌上心头的思绪 谁下定决心去争取胜利 谁就能打胜仗 我们在奥斯塔利斯为什么会打败仗 我们的损失和法国人差不多 但我们过早断言我们要打败仗 结果就真的打了败仗 当时是因为我们不想在那里打仗 我们想尽快离开战场 打败了赶快逃吧 于是我们就逃跑了 那时就是这样 安德里说到这里停了一下 似乎在回想着当时的情形 安德里看了看皮埃尔 接着说下去 而今天 你说我们的阵地左翼弱 右翼太长 这是胡说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明天我们将面临怎样的局面 亿万种五花八门的偶然事件 将在刹那间发生 这个人逃跑还是不逃跑 杀死这个人还是那个人 这些都可能决定战斗的胜负 而目前他们所做的一切 只是开玩笑 真正的问题在于 今天和你一起巡视阵地的那些人 他们所做的事不仅对战况没有任何帮助 而且只有妨碍 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细小利益 在这样的时刻 你认为他们是这样的吗 对 就是在这样的时刻 在他们看来 这只不过是暗钻对手多得一枚十字勋章和受贷的机会 可我却认为 明天是十万俄军同十万法军的交手 也就是二十万人的大搏斗 谁打得狠 谁不怕牺牲 谁就会取胜 你想知道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明天 不论发生什么事情 不论上面怎样糊涂 我们一定会打胜仗 明天 不论发生什么事 我们必胜 当然 没错 这话是真的千真万确 如今我们谁都不怕死 说实在的 我们赢的士兵都不喝酒了 他们说 现在不是喝酒的时候 大家都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 军官们纷纷起身 安德烈公爵同他们一起走出仓房 他向副官做了最后一些指示 军官们一离开 皮埃尔就走到安德烈公爵跟前 他正要开口说话 忽然听见离仓房不远的大路上传来几匹马的马蹄声 安德烈公爵往那个方向望了一眼 认出福尔佐根和普发尔的副官克劳塞维茨 后面跟着一名哥萨克随从 他们一边走来一边说话 皮埃尔和安德烈无意中听到了这么几句话 战争要转移到空旷的地方 这种观点我不敢恭维 是啊 既然战争的目的是要削弱敌人 那就不能考虑个人的牺牲 对 转移到空旷的地方 他们走过去了 安德烈公爵愤恨地重复了一遍他们的话 到空旷的地方 铜山就是空旷的地方 那里有我的父亲 儿子和妹妹 说这话的人他们当然无所谓啊 刚才我不是说了 这些德国老爷明天打不了胜仗 他们只会坏事 因为在他们德国式的头脑里只有空头理论 他们的心里没有明天所需要的东西 事情 可是寂寞性却要 他们把整个欧洲都奉送给拿破仑了 又跑来教训我们 他们可真是好教师啊 那么你以为明天的仗能打赢吗 能 能 我要是有权 有一件事我是不会做的 我不会收容俘虏 为什么要收容俘虏 这是歧视精神吗 法国人摧毁了我的家 现在又要来摧毁莫斯科 他们一直在侮辱我 他们是我的敌人 他们都是罪人 不仅我这样认为 紧摸性也是这样的看法 全军都这样看 应该把他们处死 他们既然是我的敌人 就不可能是我的朋友 不管他们在迪尔西特是怎么谈判的 对 对 我完完全全同意你的意见 皮埃尔目光炯炯的看着安德烈公爵 从摩扎伊斯克山上下来这一整天 一直是皮埃尔烦恼的那个问题 现在他觉得十分清楚了 彻底解决了 现在皮埃尔懂得了这场战争 和当前战役的全部意义和重要性 他今天一天看到的一切 人们脸上庄严肃穆的神情 都显示出新的含义 皮埃尔觉得 人人身上都有爱国的前热 这种前热使他明白了 为什么所有这些人都能从容的 若无其事的准备为国捐躯 不收留俘虏 但是这一条 就会改变整个战争 使它不那么残酷 要不然 我们就拿战争荡儿戏 将宽宏大量 侧隐之心 这真是糟糕啊 对俘虏讲宽宏大量和侧隐之心 就像贵族小姐看见宰牛犊就会感到头晕恶心一样 他心肠好 见不得血 但是他吃起家调料的小牛肉来 却是津津有味 有人向我们大谈战争法 歧视精神 停战谈判 怜悯不幸者等等等等 全是废话 我在1805年就看到过歧视精神 停战谈判 结果是我们受骗 我们也骗人 他们抢劫了别人的住宅 发行伪超还杀害我的孩子 我的父亲 却来和我说什么战争规矩 对敌人要宽宏大量 我不想收留俘虏 我只想要杀人和赴死 只要是经历过我所受的那些痛苦的人 就都能理解 安德烈公爵曾经想过 敌人会不会像占领斯莫勒斯克那样 占领莫斯科 这本来对他是无所谓的 但这时 他的喉咙里突然起了一阵症挛 他说不下去了 第四十一集 安德烈默默地来回走了几趟 他的眼睛里闪耀着狂热的光芒 嘴唇抖动着 他又说下去 如果战争中没有宽带俘虏 那么 我们只有在值得赴死的时候才会去打仗 要只是巴维尔一文内奇 欺负了米哈伊尔一文内奇 就不会发生战争 打仗 就得像现在这样打 只有这样军队的斗志才会不同 如果这样 威斯特法利亚人和黑森人 就不会跟着拿破仑入侵俄国 我们也不会莫名其妙地 到奥地利和普鲁士去打仗了 战争不是请客吃饭 而是生活中最丑恶的事 人们必须懂得这一点 不要拿战争当儿戏 人们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这种可怕的行动 要抛掉谎言 战争就是战争 不是儿戏 不要让战争成为游手好前和轻举妄动的人的消遣啊 说到这里 安德烈稍稍停顿一下 然后继续说下去 军人是最光荣的 可是战争是什么呢 打圣仗需要什么条件 军人需要什么样的素质 战争的目的是杀人 战争的手段是间谍 叛变 策反 居民破产 用抢劫和盗窃居民来维持军队的挤养 欺诈被称为阻止多谋 军人的习性就是没有自由 只有纪律 军人懒散 无知残酷 淫乱酗酒 尽管如此 军人仍旧属于受到普遍尊敬的最高阶层 所有的皇帝 除了中国皇帝 都穿军装 谁杀人最多 谁就获奖最多 两军相遇 就互相残杀 就像明天将要发生的一样 杀伤几万人 然后举行感恩礼拜 感谢杀了那么多人 宣布胜利 杀人越多功劳越大 上帝呀 上帝怎样从天上应该看待这些行为呀 安德热激动的声音都有些发抖了 然后他转向了皮埃尔 老朋友 近来我感到很痛苦 因为我知道的太多了 人真不应该吃那山鹅树上的果子呀 好吧 反正我的时间不多了 不过我的朋友 你该去休息了 我也该睡了 你快回戈尔基去吧 哦 不 不 我 皮埃尔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他用恐惧而同情的眼神 瞧着安德烈公爵 去吧 去吧 战斗以前得好好睡一觉啊 安德烈公爵又说了一遍 他匆匆走到皮埃尔面前 拥抱着他 亲吻他 再见 再见了 你快去吧 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安德烈没有说完 就连忙转过身去 走进了仓房 天色已经黑了 皮埃尔辨不出安德烈公爵脸上的表情是愤恨还是感伤 皮埃尔默默地站了一会儿 考虑着跟他进去还是自己回家 不 他不想要我进去 我知道 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哎 皮埃尔长叹一声 起码回戈尔基去了 安德烈公爵回到仓房 躺在地毯上 但是他睡不着 他一闭上眼睛 一幅幅图画就交替出现在他的面前 他长久地快乐地回味着那些刻在脑海里的途径 他想起了彼得堡的那个黄昏 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 纳塔莎生气蓬勃 神情兴奋地给安德烈讲述自己的一次经历 去年夏天纳塔莎去采蘑菇 然后她怎样在大树林里迷了路 又遇到了一个养蜂人 纳塔莎颠三倒四地描述着树林深处的景色 她的感受 她同遇见的养蜂人的谈话 她反复地说 不 我不会讲 我讲得不好 不 您不会明白的 安德烈公爵一再安慰纳塔莎 说她明白纳塔莎的话 事实上 她的确明白纳塔莎想要说的一切 但纳塔莎还是对自己的话感到不满意 她觉得她没能把那天感受到的 失意洋溢的感情表达出来 那老头真是可爱 树林里那么阴暗 她心地真善良 不 我不会讲 那么强烈 爱得那么快乐 安德烈又突然想到她的爱情 想到了她的爱情是怎样结束的 想到了安纳托里 安纳托里 她根本不懂这些 她不需要纳塔莎的精神和心灵 她根本看不到 也理解不了纳塔莎 她只看到纳塔莎是个漂亮鲜艳的姑娘 她不屑于和纳塔莎的命运结合在一起 而我呢 我做了什么 我什么也没做 这个比比的人至今还活着 她活得高高兴兴 想到这里 安德烈公爵仿佛被烫了一下 她活得跳起来 又在仓房前来回躲起步来 8月25号 保罗金诺会战前夜 来自巴黎的法国皇宫总督波塞先生 和来自马德里的法布维埃上校 来到拿破仑在瓦鲁耶瓦的行营 波塞先生换上了朝服 命人抬着他给皇帝的礼物箱走在前面 他走进拿破仑行营的前室 一面同包围着他的拿破仑副官交谈 一面打开了箱子 法布维埃没有走进行营 只站在门口和认识的将军们谈话 拿破仑皇帝还没有从卧室出来 皇帝正在进行他最后的梳妆打扮 拿破仑皇帝还在卧室里 进行他最后的梳妆打扮 他哼哼着轻轻喉咙 时而转过后时的脊背 时而挺起毛茸茸的胖胸脯 让一个进士用刷子洗刷 另一个进士用手指按住香水瓶 在皇帝保养得很好的身上洒香水 进士的神器表示 只有他一人知道应该在什么地方洒多少香水 拿破仑的短头发湿漉漉的纠结在前额上 他的脸虽然又黄又肿 却露出得意的神色 啊 再刷 吃点劲 这儿 这里 拿破仑耸耸肩膀轻轻喉咙 不断对替他擦背的进士说着 一个副官走进卧室 向皇帝报告昨天战斗中抓了多少俘虏 报告完毕 他就站在门口 等待着皇帝允许他离开 拿破仑皱起眉头 瞟了一眼副官 嗯 没有俘虏 是他们迫使我们把他们打死的吧 嗯 这样对俄军更糟 喂 再刷 使劲点 拿破仑又拱起背 把肥胖的肩膀向进士凑上去 好 让波塞进来吧 发布维埃也进来 孙命 陛下 副官说着走出了卧室 两名进士连忙替陛下穿好衣服 于是拿破仑穿着禁卫军蓝军服 步履坚定而迅速地走进了接待室 波塞正手忙脚乱地 把从皇后那儿带来的礼物摆在进门的两把椅子上 但皇帝出来得很快 他都来不及把礼品都陈列好 拿破仑立刻看明白了波塞在做什么 知道他们还没有布置好 皇帝不想扫波塞的信 就假装没有看见波塞先生把法布维埃叫到跟前 拿破仑皱起眉头 默默地听法布维埃讲述他的军队 在欧洲另一端的萨拉曼卡作战如何勇敢和忠诚 法布维埃说 他们竭力不辜负皇上的信托 唯恐不能让皇上高兴 但那场战争的结局却是可悲的 在那里指挥战斗的不是我 所以我也从没期望过会有其他的结果 你们弄出来的这种局面 我应该在莫斯科加以补救 好了 巴布维埃再见 拿破仑把波塞叫过来了 波塞这是已经把礼品摆在椅子上 上面还盖上一块布 波塞按照只有波旁王朝老臣才懂得的礼节 深深地向皇帝鞠了一躬 然后走过去呈上一封信 拿破仑高兴地和波塞说着话 还扯扯他的耳朵 原来严厉的表情也变得十分和蔼可亲 你赶到了 我很高兴 那么巴黎方面说些什么 陛下 全巴黎都在想念您 波塞得体地回答道 尽管拿破仑知道波塞应该说类似的话 尽管在他头脑清醒的时候 也知道这是奉承话 但当他从波塞嘴里听到这样的话时 还是觉得很开心 他又摸摸波塞的耳朵 让您走这么远的路 我很过意不去 陛下 我早就料到会在莫斯科城的门口见到您 拿破仑微微一笑 心不在焉地抬起头看了一眼右边 副官拿着金鼻烟壶步履轻盈地走过来 他把金鼻烟壶递给拿破仑 拿破仑接过金鼻烟壶 把打开的鼻烟壶举到鼻子前 是的 您运气真好 我知道您爱好旅游 真不错 再过三天您就能看到莫斯科了 您一定没想到会看见那个亚洲部分的首都吧 您将有一次愉快的旅行 波赛又鞠了一躬 感谢皇帝关心他对旅游的嗜好 虽然他也是直到此刻才知道自己有这种嗜好 拿破仑忽然发现 朝臣们都望着一个用布盖住的东西 啊 这是什么 波赛以朝臣惯有的姿态没有背过身去 灵活地侧着身子后退两步就扯去了那块布 这是皇后娘娘送给陛下的礼物 这是一幅有希拉尔化的色彩鲜艳的男孩肖像 这个男孩是拿破仑同奥国公主所生的儿子 不知怎的被称为罗马王 这是一个相貌俊美的卷发男孩 眼神有点像西斯顶圣母像中基督的眼神 他正在玩木棒街球游戏 球代表地球 另一只手里的棒代表帝王权杖 画家画罗马王用棒捅地球究竟想表示什么 虽然没有说明 但他的寓意对所有看到这幅画的人都是不言而喻的 不论是在巴黎的人还是拿破仑 拿破仑特别喜欢这张画 他姿势优美地直指画像 啊 罗马王 好极了 拿破仑走进画像 以意大利人善于改变脸部表情的天赋 做出温柔的沉思神态 拿破仑觉得他此刻的一言一行都将写入历史 他想凭着他的伟大 他的儿子可以玩弄整个地球 但此时他能做的最好的事 是表示他最淳朴的父爱 以衬托他的伟大 他的眼睛模糊了 他向前挪了挪 回头看看紧跟着他挪动的椅子 在画像前坐下 他做了一个手势 大家都点着脚尖走出去 让他单独陶醉在自己的伟大中 他坐了一会儿 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用手摸摸画布上的粗糙凸起 站起来又换来波塞和值日观 他下令把画像拿到营帐外 让行营外的老禁卫军们 也有一堵罗马王风采的福气 因为罗马王就是他们所崇拜的皇帝的太子和继承人 不出他所料 在他恩赐波塞先生一起进早餐的时候 行营前传出跑来看会儿的老禁卫军官兵的热烈喝彩声 腾起了一片欢呼声 罗马王万岁 罗马王万岁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西窗书院制作 早餐后 拿破仑当着波塞的面口授给他军队的命令 见名有利 拿破仑一口气读完他那不加修改的公告 自己夸奖了自己 公告如下 战士们 你们等待已久的会战开始了 胜利全靠你们 我们需要胜利 胜利会向我们提供一切 舒适的住房和不久后的凯旋回国 像你们在奥斯特利茨、弗里德兰、威切伯斯克和斯莫伦斯克那样英勇战斗 让遥远的后代自豪地记起你们今天的奇迹 让他们提到你们时都自豪地说他参加过伟大的莫斯科战役 哦 莫斯科战役 拿破仑又说了一遍 借着邀请爱好旅游的波塞一起骑马出游 他出了行营 向贝好安的马走去 陛下皇恩好当 波塞这样回答皇帝的邀请 其实他很想睡觉 而且害怕骑马 但拿破仑对这位旅游爱好者点点头 波塞只得上马 拿破仑走出行营 禁卫军面对皇太子画像的欢呼声更热烈了 拿破仑皱起眉头 他又洒脱又威严地指指画像 拿掉他吧 参观战场 他为时还早 波塞闭上眼睛 低下头深深地叹了口气 以此表示他对皇帝的话的理解和欣赏 史学家说 8月25号一整天 拿破仑都在骑马观察地形 考虑元帅们送城的作战方案 并亲自向将军们发布命令 俄军原来沿克洛查核设置的防线被冲破了 部分战线也就是俄军的左翼 由于24号 舍瓦尔基诺多面堡失守 被迫后撤 这部分战线面对一大片开阔地 没有防御攻势 也没有河流 可以聚首 不论军人还是非军人 谁都十分清楚 法军一定会攻击这部分战线 做出这个判断 不需要深思熟虑 不劳皇帝和他的元帅们到处奔走 更不需要所谓天才 天才 这是人们喜欢用在拿破仑身上的赞词 但后来的史学家 和当时拿破仑周围的人 以及拿破仑本人 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 拿破仑骑着马在战场上巡视 带着深思熟虑的神情观察着地形 一会点点头 一会摇摇头 表示着赞成或者怀疑 但他并没有把他的思路告诉将军们 只是以命令的形式 向他们发布了最后决定 听了被称为埃克米尔亲王的打武 包抄俄军左翼的建议后 拿破仑只说不必这样做 却没有说明原因 拿破仑同意了 负责攻击尖顶宝的康鹏将军提出的建议 让他带一个狮人马穿过树林 尽管所谓的尔辛根公爵米歇尔内伊 大胆指出走树林有危险 可能使全狮陷于混乱 在观察过沙巴尔基诺多面宝前的地形之后 拿破仑默默考虑了一会儿 指定了天亮前要布置好的两个攻打俄军攻势的炮台的地点 以及旁边安排野战炮的地方 下了这些命令和其他命令后 他回到行营又口售了会战的部署 这个部署使后来的法国史学家赞叹不已 也使其他国家的史学家身为钦佩 全文如下 夜间在埃克米尔亲王聚首的平原上设置两座新炮台 天亮时向对面的两个第一军炮兵阵地开火 同时第一军炮兵司令北内地将军统帅康鹏师的三十门炮 以及德塞和弗里安两师的全部榴弹炮向前推进 开火猛攻敌军的炮兵阵地 参加炮击的有 禁卫军炮兵的炮二十四门 康鹏师的炮三十门 弗里安和德塞两师的炮八门 总计用炮六十二门 第三军炮兵司令福歇将军 统帅第三军和第八军的全部榴弹炮 共计十六门 安置在攻打敌军左翼攻势的炮雷两侧 总计用炮四十门 索尔比埃将军应随时准备 一接到命令立刻出动禁卫军全部榴弹炮 攻打敌方任何一个攻势 在炮击过程中 波尼亚托弗斯基公爵向村庄和树林进军 包抄敌军阵地 康鹏将军通过树林占领第一个攻势 如此开战后将根据敌人行动发布命令 一听到右翼炮声 左翼立即开始炮击 摩朗斯和缪拉总督是狙击兵 一见右翼开始进攻 立即猛烈开火 总督占领村庄保罗吉诺 要从三座桥上过河 协同受他指挥的摩朗斯和喜拉尔斯 进攻多面堡与其他部队会合 这些行动要按顺序进行 尽量保留预备部队 1812年9月6日与摩札伊斯克预营 只要不迷信拿破仑的天才就会发现 这个部署极其含糊不清 他包括四项命令 但这四项命令没有一项是能够实现的 事实上也确实没有实现 第一项命令是 在拿破仑选定的地点 各炮台连同北内地和弗血的炮 共计102门 开火轰击俄军尖顶堡和多面堡 这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 因为从拿破仑指定的地点 炮弹根本打不到俄军攻势 按此命令 这102门炮都将打空炮 除非最近的指挥官违反拿破仑的命令 擅自把炮向前移动 第二项命令是 波尼亚托弗斯基向林中村庄推进 包抄俄军左翼 这也是办不到的 因为波尼亚托弗斯基向林中村庄推进 他会在那里遇到杜奇科夫拦住他的去路 他也就不可能包抄到俄军阵地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第三项命令是 康蓬将军向树林推进 占领第一个攻势 但康蓬斯并没有占领第一个攻势 而是被击退了 因为该师从树林里出来时 不得不在现代下整理队列 这是拿破仑没有预料的 第四项命令是 总督师要占领村庄保洛金诺 经由三座桥过河 协同摩朗斯和弗里安斯在同一高地推进 但却没有指出他们该在何时何地推进 然后总督统帅这两个师进攻多面堡 并同其他部队会合 就常理而论 其实不如说是 通过总督执行命令的意图来看 他应该经过保洛金诺 从左边向多面堡推进 而摩朗斯和弗里安斯 则应同时从前线推进 而这一项也像其他命令一样 没有执行也不可能执行 拿破仑的第四项命令 也像其他命令一样 没有执行也不可能执行 通过保洛金诺后 总督在克洛查河边就被击退了 无法前进 摩朗斯和弗里安斯也没有攻克多面堡 而是被击退了 多面堡是在战斗结束时 被骑兵占领的 这事儿拿破仑大概没有预料到 也不知道 由此可见 拿破仑部署的命令 没有一项实现 也不可能实现 不过部署中曾说 在开战后将根据敌军行动 随时发布新的命令 因此可能有人认为 拿破仑会在战斗中 做出必要的部署 事实上他并没有这样做 也不可能这样做 因为在会战过程中 拿破仑离战场很远 他无法知道会战的实际情况 因此他的命令 没有一项是能在战斗中切实可行的 许多史学家说 法军没有在 包罗金诺战役中取胜 是因为拿破仑感冒了 要是他没有感冒 那么他在战斗前和战斗中 发布的命令 一定会更加天才横溢 俄国就会灭亡 世界面貌就会因此改观 有些史学家认为 俄国的建立是靠彼得大帝一个人的意志 而法国由共和变为帝国 法军开进俄国 也是靠拿破仑一个人的意志 他们认为 俄国之所以后来能成为强国 是因为8月26号 拿破仑得了重感冒 这样的论断 在一些史学家看来 是合乎逻辑的 如果保罗金诺一战的发生与否 是由拿破仑的意志决定 如果发布这项那项命令 也是由他的意志决定 那么结论就是 影响拿破仑意志的感冒 拯救了俄国 那么 那个在8月24号 忘记给拿破仑穿防水靴的进士 就是俄国的救星了 按照这种逻辑去思考问题 必然得出这样的论断 就像福尔泰看玩笑说 巴洛托缪的屠杀 使查理九世发未病所致 然而 有人不相信俄国的行程 是决定于彼得大帝一人的意志 也不相信法兰西帝国的行程 和对俄国开战 是决定于拿破仑一人的意志 他们认为这种论断 不仅荒谬绝伦 而且违反人类实际生活 至于历史事件的原因问题 他们另有解释 那就是 人间万事都是由上帝注定 也取决于参与歧视的 所有人的意志 而拿破仑之类的人物 对事件的影响 只是表面的虚假的 有一种说法 乍一听很奇怪 但其实很有道理 那就是 巴托罗秒之夜的屠杀 虽然是查理九世发布的命令 却并非出于他的意志 他只是发了命令而已 同样 保罗金诺八万人的屠杀 也不是出于拿破仑的意志 他只是发布了命令而已 这种假设 看起来荒谬 但是 人的尊严告诉我们 作为人 我们每一个人的作用 即使不比伟大的拿破仑更伟大 也绝不比他渺小 历史的研究 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在保罗金诺会战中 拿破仑没有向谁开过枪 没有打死过一个人 一切都是士兵做的 杀人的 不是他 在保罗金诺会战中 法国兵杀俄国兵 不是由于拿破仑的命令 而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愿望 所有的军人们 不管是法国人 意大利人 还是德国人 波兰人 由于常年征战 全都衣衫蓝绿 有机有罚 当看见有军队 挡住他们去莫斯科的道路时 他们就会觉得 酒瓶既已打开 就得一饮而尽 在这种时刻 如果拿破仑禁止他们 同俄国人打仗 他们会先把拿破仑打死 然后再同俄国人打 因为他们非打不可了 当他们听到拿破仑说 后代将会记得他们参加过莫斯科战役 以此来安慰他们所遭受的伤亡 他们大声呼喊皇帝万岁 就像他们看见那个拿棒捅地球的男孩画像时 高呼皇帝万岁一样 也像他们不论听到什么 就高呼皇帝万岁一样 他们除了高喊着皇帝万岁去打仗 以便在莫斯科以征服者的身份去获得食物和休息 就再没有什么事可做了 因此他们残杀自己的同类 并非由于拿破仑的命令 指挥整个会战的也不是拿破仑 因为他的部署没有一条能付诸实行 而且在战斗过程中 他也完全不知道前面的情况 所以战场上这些人的互相残杀并不是遵照拿破仑的意志 而是几十万参加共同行动的人的意志 只不过拿破仑自己觉得一切都是由他的意志决定的 事实上 拿破仑有没有得伤风感冒 并不比一个资重兵有没有伤风感冒更有历史意义 有些史学家说 由于拿破仑得了伤风 他的部署和命令就不像他以前的部署和命令那样好 这又完全是胡扯 拿破仑8月26号的伤风无关紧要 拿破仑这次发布的作战部署 一点也不比以前打胜仗时的部署差 甚至更好些 战斗中所异想的命令也不比以前的差 而是同以前一样的好 这些部署和命令之所以显得比以前差 只是因为保罗金诺战役是拿破仑第一次吃了败仗的战役 即使经过深思熟虑的最出色的战斗部署和命令 如果执行的结果是打了败仗 军事专家就会煞有介事的加以批评 认为这些部署和命令很糟 而即使最糟糕的部署和命令 如果结果是打了胜仗 那些态度严肃的学者也就会连篇累读地指出他们的优点 而大家赞扬 维洛特在奥斯特利斯战役中的部署 就是这类作品的典范 但还是有人指摘他 不过是指摘他过于完美 过于繁琐 在保罗金诺战役中 拿破仑执行着政权代表的任务 就和他在其他战役中一样出色 甚至更出色 他没有做过任何有害于战斗的事 他听取最合理的意见 他没有糊涂 没有自相矛盾 没有惊慌失措 没有逃离战场 他发挥了他丰富的作战经验和才能 镇定自若地扮演了他貌似统帅的角色 拿破仑第二次仔细视察战线回来说 棋子摆好了 明天要开局了 拿破仑吩咐副官给他针混合香酒 然后把波塞召了来 他和波塞谈起了巴黎 说他想在皇后宫中做些变动 拿破仑对宫中事物的微小细节的记忆 使皇宫总监感到惊讶 拿破仑关心地谈论着这些琐碎小事 嘲笑波塞的旅游匹 在这个战斗即将打响的时刻 他随随便便地和波塞闲谈着 就好像一个经验丰富 信心十足的外科名衣 卷起袖子穿上大罐 而病人已经被绑在手术台上 这事该怎么做 我一清二楚 我有把握 该什么时候动手 我就什么时候动手 而且我一定干得比谁都好 现在我可以说说笑话了 越是说笑话越镇静 你们就越放心 对我的天才就会越钦佩 喝完第二杯混合香酒后 拿破仑去休息了 因为明天还有一件大事要做 但是因为十分关心即将到来的大事 拿破仑怎么也睡不着 夜晚的潮气加重了他的伤风 在夜里三点钟 他大声醒着鼻涕 走到行营的大房间里 他问俄军有没有撤退 有人回答他说 敌人的火光仍在原地 他得意地点点头 这时值班副官走进行营 拿破仑喊住了他 哎 拉普 你看今天我们能打胜仗吗 毫无疑问 陛下 拿破仑望了望他 副官接着说 陛下 您还记得您在斯摩朗斯克 对我说过的话吗 酒瓶记忆打开 就得一饮而尽 拿破仑没有立刻说话 他皱起眉头 把头靠在手上 默默地做了好一阵 可怜的军队 斯摩朗斯克那一战 就简缘不少 命运可真像个女人呢 朝三暮四 拉普 我一向都这么说 现在可是真的体会到了 那么 拉普 告诉我 禁卫军 禁卫军还好吗 禁卫军还好 陛下 拿破仑拿起一片药放进嘴里 看了看表 禁天亮还早 他不想睡觉 但又不能再发布命令 来消磨时间 因为命令都已发出 现在正在执行 他想了想 给禁卫军发了干粮和大米 没有 发了 陛下 大米呢 陛下 您刺发大米的命令 我也已经转达下去了 尽管拉普这样回答 拿破仑还是不满意地摇摇头 仿佛不相信 他的命令已被执行 侍从拿着混合香酒进来了 拿破仑 拿破仑吩咐给拉普也珍一杯 自己默默地喝酒 他闻闻酒杯 现在我没有味觉 也没有嗅觉 哦 这伤风 可真讨厌 那些医生 他们谈论医药 可是他们连伤风都治不好 还谈什么医药 可为这儿给了我这些药片 可是毫无用处 这些药片能治什么病 什么病也不能治 哦 我们的身体是一架有生命的机器 要用它来维持生命 别去干扰生命 让生命自己保护自己吧 拿药品去干扰它 不如让它自力更生 我们的身体就好像钟表 它能按部就班地走着一定的时间 钟表将是打不开这表的 他们只会闭着眼睛瞎摆弄 是啊是啊 我们的身体是一架有生命的机器 就是这么一回事 拿破仑喜欢下定义 此刻他又出其不意地下了一个新定义 拉普你知道什么叫军事艺术吗 军事艺术就是在一定的时间里战胜敌人的艺术 就是这么一回事 拉普只是听着皇帝的话 什么也没有回答 明天我们就要同哭头作夫交手了 等着瞧吧 您还记得吗 哭头作夫在不牢牢指挥军队的时候 他三星期没有视察过一次公事 哼哼等着瞧吧 拿破仑又抬腕看了看表 才四点钟 他还是不想睡觉 滚河香酒已经喝光了 他还是无事可做 他站起来 在房间来回夺了一会儿布 就穿上暖和的外套 戴上帽子走出了行影 夜又黑又潮 水珠从空中落下来 近处 法国禁卫军的营火正在朦朦胧胧的燃烧 远处 俄军前线的营火也在烟雾中闪闪发亮 寺下里都是静悄悄的 拿破仑能清楚的听见 法军正在进入阵地的杀杀声和脚步声 拿破仑在行影前走来走去 望望营火又听听脚步声 从一个站岗的戴皮帽子高个卫兵旁边走过 那卫兵一看见皇帝把身子挺得笔直 就像一根黑色的柱子 拿破仑在他面前站住了 你是哪年入伍的 拿破仑对士兵说话时总是装腔作势的 用的是军人又亲切又粗鲁的口吻 那卫兵回答了他 那你也是个老兵了 不错你们团领到大米没哦 领到了陛下 拿破仑点点头走开了 五点半了 拿破仑骑上马向舌弯基诺村跑去 天刚蒙蒙亮 天空渐渐明朗起来 只有东方的天际还浮着一片乌云 各处营地上被遗弃的萤火 正在细微的尘光中慢慢熄灭 在万籁聚集中 忽然从右边传来一下深沉的炮声 然后渐渐消失 又万籁聚集 但只过了几分钟 又响起了第二下炮声 接着是第三下 空气都被震动了 然后第四下第五下炮声 又在右侧不远的地方 庄严地沉重地响起来 第一批炮声还没有消失 后面的炮又打响了 很快炮声接二连三响起来 汇成了一片 此时 拿破仑已经带着随从 跑进士尾尔基诺多面堡 他下了马 战斗开始了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 西窗书院制作 第四十六集 皮埃尔从安德烈公爵那里回到戈尔基 吩咐马夫备好马 一早叫醒他 接着就在保里斯留给他的隔板后面的角落里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 皮埃尔醒来时 屋里已没有人 小窗子的玻璃朗朗作响 马夫站在旁边摇他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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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夫不断地摇他的肩膀 反复叫道 眼睛不看他 显然已不指望能弄醒他 什么事 啊 战斗开始了 时候到了 是啊 您听听炮声 哎呀 老爷们都走了 总司令也早过去了 皮埃尔连忙穿好衣服 跑到台阶上 户外 天气晴朗 空气清新 露珠遍地 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太阳刚从乌云后面露出来 被散碎的乌云 遮成两半的阳光 越过街对面房子的屋顶 照到沾满露珠的土路上 房屋的墙上 窗上 和拴在屋外的皮埃尔的马上 在户外 炮声听得格外清楚 一个副官带着戈萨克 骑马从街上跑过 向皮埃尔挥手 该走了 伯爵 该走了 皮埃尔吩咐马夫牵马 跟在副官后面 沿着街 向他昨天观察战场的 那个图港走去 图港上有一群军人 可以听到参谋人员 在那里用法语谈话 还可以看见 库托作夫 头戴红箍白帽 白发苍苍的脑袋 和缩在两间之间的后脑勺 库托作夫 正用单筒望远镜 瞭望着前面的大路 皮埃尔射击走上图港 向前眺望了一下 眼前却是一派让他陶醉的美丽景色 虽然仍是昨天他在这个图港上欣赏过的广阔场景 但是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布满了军队 到处弥漫着大炮的硝烟 明亮的太阳从皮埃尔左后方冉冉升起 斜射的阳光 透过早晨明镜的空气 向大地投下金黄和玫瑰红的光线 以及长长的阴影 远方的树林 仿佛用黄绿宝石雕成一般 黑油油的树梢 错落有致地呈现在地平线上 在树林中间 瓦鲁耶瓦村后面 是蜿蜒的斯莫勒斯克大道 现在大道上到处都是军队 土港下 近处是金黄的田野和树丛 前后左右却到处都是军队 这一切都显得生气勃勃 庄严肃目 出人意料 但最时皮埃尔惊讶的 却是保罗金诺村和克洛查河两岸的 挖地的战场气氛 在克洛查河上 在保罗金诺村和村庄两边 特别是左边 在弗伊纳河从沼泽的两岸 流入克洛查河的地方 弥漫着一片迷雾 迷雾渐渐扩散融化 而灿烂的阳光 则把万物都渲染得五彩缤纷 光怪陆离 大炮的硝烟 通迷雾混合在了一起 在这片烟雾中 到处都闪耀着早晨的阳光 时尔在河面上 时尔在路珠上 时尔在河两岸和保罗金诺军队的刺刀上 在薄雾中可以看见 一座白色的教堂 还有保罗金诺农舍的屋顶 一群群士兵 以及绿色的弹药箱和大炮 因为烟雾在这个空间里不停地飘浮荡漾 看起来这一切都在移动 或者像是在移动 像保罗金诺村附近的洼地上 笼罩着迷雾一样 在村庄外面 在高空 特别是在战线的左边 在树林里 在田野上 在洼地上 在高地上 也笼罩着硝烟 硝烟不断地升起 有时一团 有时几团 有时奚落 有时密集 硝烟膨胀 扩散 缭绕 融合 布满了整个空间 说来奇怪 这些硝烟和炮生 竟然形成了一道震撼人心的特别景观 突然又出现了一团浓烟 颜色由紫变灰 由灰变乳白 一秒钟后 发出了 喷喷的响声 皮埃尔回头看那第一团 圆球形的硝烟 发现那里 已出现好几团硝烟 正向一边飘去 接着又是 噗噗噗的声音 出现了三四团硝烟 然后隔开一段时间 又传来月耳清晰和准确的 喷喷喷声 这些硝烟 视而飘动 视而停留 树林田野和闪亮的刺刀 仿佛就在他们旁边奔跑 左边田野和树丛上 不断出现一团团大的硝烟 接着发出庄严的响声 近处洼地和树林上 冒出一个个小的步枪硝烟 他们还没有形成球 但同样伴随着滴滴的响声 达达达达达达达 步枪的响声虽然频繁 但比起炮声来 则显得杂乱而微弱 皮埃尔想到那个 有硝烟刺刀闪光 大炮活动和响声的地方去 皮埃尔想把自己的印象 和别人的印象做一番比较 他回头看了看 库托作夫和他的随从 皮埃尔觉得 大家都像他一样 眺望着战场 怀着和他一样的感情 现在人人脸上 都洋溢着爱国的前热 这种情绪 皮埃尔昨天就注意到了 但是确实在 他和安德烈公爵谈话之后 才完全理解的 去吧 去吧 好人 基督 与你同在 库托作夫 在对站在他旁边的将军说话 但他的眼睛 却没离开战场 那个将军 听到命令 走下山去 从皮埃尔身边走过 去渡口 将军严厉地冷冷回答一个参谋官 我也去 我也去 皮埃尔这样想着 便跟着将军走去 将军骑上了哥萨克 给他牵来的马 皮埃尔走到牵着几匹马的马夫跟前 皮埃尔问清了 哪一匹最迅顺 就骑上了那匹马 他抓住马踪 脚尖朝外 脚跟夹住马肚子 他感到眼镜再滑下去 但又不能放掉马踪和江省 引得土岗上 观望他的参谋官都笑了起来 皮埃尔跟着将军奔驰起来 他追随的那位将军下了山 陡然向左拐去 皮埃尔看不见他了 就冲进前面步兵的队伍 他忽左忽右 想从他们中间穿过去 但到处都是神色紧张的士兵 他们正忙着一向看不见 但显然很重要的事 士兵们用愤慨而疑问的目光 望着这个头戴白帽的胖子 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骑马冲撞他们 这怎么骑马跑到队伍中来了 有人呵斥皮埃尔 另一个人拿枪托推开他的马 皮埃尔扶在安桥上 勉强控制着受精的马 跑到士兵前面空旷的地方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 西窗书院制作 第四十七集 皮埃尔前面有一座桥 桥边另有一些士兵在射击 皮埃尔走到了士兵们跟前 现在皮埃尔不知不觉来到了横跨克罗查河的桥旁 这座桥在戈尔基村和保罗金诺村之间 法军在占领保罗金诺后 首先向他发动了进攻 皮埃尔看见 在桥的两头和草地上 在他昨天看见的一捆捆干草里 士兵们正在硝烟里干着什么 尽管这里射击声不断 皮埃尔却怎么也没想到这里就是战场 他没有听见枪弹在四方呼啸 炮弹从头上飞过 也没有看见河对面的敌人 也没有注意到在离他不远的地方 就有许多倒在地上的伤亡士兵 皮埃尔就一直脸带笑容地向四周环顾着 喂 你这个家伙怎么在前线骑马呀 嘿 你 先生 向右走 向右走 听到喊声 皮埃尔就一眼向右走去 却意外地遇到了他认识的 拉夫耶斯基将军的一个副官 副官怒气冲冲地瞪了皮埃尔一眼 显然也想呵斥他 但当他认出是皮埃尔后 就点了点头 伯爵 您怎么到这里来了 副官说着就向前跑去了 皮埃尔觉得自己来的不是地方 又无事可做 还怕妨碍人家 就跟着副官跑去 这里是怎么一回事 我可以跟您一起走吗 等一下 等一下 副官说着跑到一个站在草地上的胖上校跟前 向他传达了什么 然后又回来同皮埃尔说话 他笑眯眯地看着皮埃尔 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伯爵 您还是那么好奇吗 啊 啊 是的是的 皮埃尔回答的时候 副官已经拨转码头 继续向前跑去了 边跑边招呼着皮埃尔 感谢上帝 这里还好 但左翼巴格朗基昂那里 打得可厉害了 真的吗 他们是在哪里啊 那您跟我到小山上去吧 那里看得清楚 我们的炮兵阵地还支持得住 您去吗 好好 我跟您去 皮埃尔环顾一下四周 寻找自己的马夫 直到这时 皮埃尔才看见了伤员 伤员们有的蹒跚的步行 有的躺在担架上 就在皮埃尔 昨天骑马经过的那片 放着一捆捆芳香干草的草地上 僵握着一个士兵 他不自然地歪着头 军帽掉在了一边 为什么不把这个兵台走了 皮埃尔想问问副官 但看见副官也在朝那里望 而且神色严厉 他就不作声了 皮埃尔没有找到他的马夫 就跟着副官沿洼地 向拉耶夫斯基所在的图岗跑去 皮埃尔的马 一步一跌地 落在副官的后面 看来您不习惯骑马啊 伯爵 不 不 还好 没什么 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马老是一蹦一蹦地 颠得厉害 皮埃尔困惑不解地说着 副官扭头看了看他说 哦 他腹伤了 伤在右前腿 膝盖以上的地方 大概被子弹打中了 恭喜您 伯爵 受了火的洗礼 他们在弥漫的硝烟中 经过了炮兵后面的第六军 走进了一座小树林 炮兵已移到前面 正在向敌人开着炮 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 树林里清凉幽静 一片秋意 皮埃尔和副官下了马 徒步向山上走去 将军在这里吗 刚才还在这里 现在到那边去了 有人向右边直直回答着副官的问话 副官又回头看了皮埃尔一眼 仿佛不知道现在该拿他怎么办 皮埃尔赶紧说 您不用费心 我自己到土岗上去 行吗 去吧去吧 那里什么都能看见 也不那么危险 回头我来接您 皮埃尔自己向土岗走去 副官则继续往前走 从此他们再也没见面 好久以后 皮埃尔才知道 就在那一天 他们分手后 副官的一条手臂 就被打断了 皮埃尔上去的那个土岗 后来成了一个著名的地方 俄国人叫他土岗炮台 或者拉耶夫斯基炮台 法国人则叫他大多面宝 致命的多面宝 中央多面宝 因为在这次战役中 这个土岗的周围死了几万人 他被法国人看作整个阵地存亡的关键 俄军在这个土岗的三面挖了战壕 土岗就成了一座多面宝 战壕里摆着石门大炮 炮口都从土枪孔里伸出来 土岗两边还排列着一门门大炮 也在不断地射击 大炮的后面则站着步兵 皮埃尔走上土岗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个挖有几条壕沟 上面有几门炮在射击的地方 竟会成为这次会战最重要的地方 相反 皮埃尔还以为这里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地方 因此他安然地走到了土岗上面 皮埃尔坐在围绕炮位的壕沟一端 情不自禁地露出快乐的笑容 好奇地瞧着周围发生的一切 他偶尔站起来 但仍然带着那样的笑容 在炮位上夺来夺去 不过他也尽可能地不妨碍装炮弹开炮 拿着弹药带和炮弹 从他旁边跑过的士兵 这个炮位上的大炮 接二连三地发射着炮弹 隆隆的炮声震耳欲聋 从土岗望下去 整个地区硝烟弥漫 与掩体里步兵心惊肉跳的感觉相反 在这个炮兵阵地上 只有一小群人在忙着干活 一道壕沟 把他们与其他部队隔离开了 这里有一种人人平等 亲如一家的活泼气氛 头戴白帽的非军人装束的皮埃尔 起初让士兵们感到惊讶和不满 从他旁边经过的士兵们 都惊奇甚至恐惧地 瞟着他的身子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 西窗书院制作 第四十八集 这时一个马脸长腿的高个子炮兵校官 好像要查看边上那门炮的射击情况 走到皮埃尔面前 好奇地瞧着皮埃尔 一个圆脸的年轻军官 看上去还是个半大孩子 应该刚从中等武备学校毕业出来 正非常卖力地指挥着两门交给他的大炮 他一本正经地对皮埃尔说 先生请您让开一点 您待在这里可不行 士兵们瞧着皮埃尔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但后来他们发现 这个头戴白帽的人没做什么坏事 他只是安静地坐在土地上 或者戴着羞涩的微笑 恭敬地避让着士兵们 或者若无其事地在炮位上走来走去 就像在林荫道上散步一样 这时对他不信任的敌对情绪 就转变为细血和蔼的同情 就像对待随军的狗鸡和羊一样 很快士兵们就把皮埃尔当成了自己人 还给他起了绰号 他们叫他我们的老爷 亲切地取笑着他 一颗炮弹在离皮埃尔两步远的地方爆炸 他扶去溅在身上的泥 仍然笑眯眯地环顾着四周 一个红脸宽肩的士兵露出雪白的大半牙 惊奇地看着皮埃尔 老爷 您怎么不怕呀 真是的 难道你怕吗 哎呀 哪能不怕呀 炮弹是不流情的呀 砰的一声 肠子都出糖了 不能不怕呀 有几个士兵笑嘻嘻地站在皮埃尔旁边 他们仿佛没有想到 皮埃尔也能像普通人一样说话 这一发现使他们都乐了 哎呀 这是我们大兵干的活儿 可是您老爷也来 真是奇怪 老爷 您可真行啊 各就各位 年轻的军官对聚集在皮埃尔周围的士兵喝道 这位年轻的军官显然是初次执行职务 因此对士兵和上级都很认真 战场上隆隆的炮声和嘘嘘的枪声越来越激烈 特别是在巴格拉基昂多面堡的左边 但由于硝烟弥漫 在皮埃尔所站的地方还是什么也看不见 而且皮埃尔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了炮位里 这些同外界隔离却亲如一家的官兵身上 起初战场的景象和声音在他身上引起一种情不自禁的兴奋 但在看到那个单独躺在草地上的伤兵后 他的心情就起了变化 此刻他坐在壕沟的斜坡上观察着周围的一张张脸 还不到十点钟 已经有二十来个人从炮位上被抬走 两门炮被打坏 落在炮位上的炮弹越来越多 子弹虚虚的在远处呼啸 但炮位里的人都仍旧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四处还是一片欢乐的笑语声 一个兵对嗖嗖飞来的榴弹叫道 呼呼 好炮弹 不要飞到这里来 飞到步兵那里去 怎么 它是你的老乡好吗 一个兵发现榴弹从头上飞过 落在掩护部队里 哈哈笑着说道 另一个兵则嘲笑那个炮弹飞过时 蹲下来的乡下人 几个士兵聚集在土壘旁 张望前面发生的事 他们直指土壘外面 哦 瞧啊 他们撤了散兵线往回走了 管好自己的事 他们往回走 说明那边有事 一个老军士对他们喝倒 老军士抓住一个兵的肩膀 用膝盖撞撞他 阵地上发出了一片哄哮声 这时有人在一边喊 快快 拉到五号炮那里去 大家一起来 像拉茜一样 齐心协力 哦 差点把我们老爷的帽子 给打掉了 那个爱开玩笑的红脸兵 露出牙齿嘲笑皮埃尔 这时一颗炮弹 打在炮轮和人腿上 红脸士兵咒骂起来 他们取笑着弯着身子 跑到炮卫来抬伤员的民兵 对站在断腿伤员面前 迟疑不决的民兵嚷刀 有人开始模仿农民民兵说话 这家伙 他们可不喜欢这一套 皮埃尔发现 炮弹越落越多 伤亡越来越大 但大家的情绪却越来越高 皮埃尔看到 在这些人的脸上 怒火在燃烧 就像暴风雨临近时 层层乌云里 越来越频繁 越来越明亮地 爆发出潜藏在云层深处的闪电 他们仿佛要与正在发生的事 相对抗 皮埃尔不再看前面的战场 不再关心那边发生的事 他专心地感受身边这些军官和士兵们心中那越烧越旺的火 他觉得自己心里也在燃烧着同样的火 十点钟 原来在炮卫前的灌木丛里和卡明加河岸上的步兵都撤退了 从炮卫上可以看见 人们用枪抬着伤员往回跑 一个将军带着随从走上土岗 对上校说了几句话 怒气冲冲地瞧了瞧皮埃尔 命令站在炮卫后的掩护步兵卧倒以减少伤亡 自己又走下土岗 接着在炮卫右方的步兵队伍里传出鼓声和口令声 从炮卫上看得见步兵在向前推进 皮埃尔从土垒后面朝外望着 有一个人特别引起他的注意 这是一个青年军官 他脸色苍白拖着配件 一面倒退一面不安地环顾着 步兵的队伍在硝烟里消失了 只听见他们拖长的叫声和密集的枪声 几分钟后就有一批批伤员和抬担架的人 从那硝烟里走过来 落在炮位上的炮弹也越来越多了 有几个倒下的人没有被抬走 大炮周围的士兵更忙碌了 已经没有人再注意皮埃尔了 他有两次因为挡住了路而受到怒吓 上士皱着眉头迈着大步 急急在几门大炮之间跑来跑去 那个青年军官脸仗得更红 更卖力地指挥着士兵 士兵们传递炮弹 转动身体 装上炮弹 干得紧张而干净利落 他们来回走动着 就像在弹簧上跳跃似的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西窗书院制作 第四十九集 暴风雨逼近了 人人脸上都泛出皮埃尔看到的心灵的火焰 这时皮埃尔站在了一个年长的军官旁边 看见一个年轻的军官将手举到帽边 向年长的军官跑来 报告 上校先生 炮弹只剩下八发了 还继续放吗 欠弹 年长的军官望着土垒外喊道 并没有回答年轻军官的问题 突然年轻的军官大叫一声 在地上坐下来 就像一只重弹的飞鸟 在皮埃尔的眼里 一切都变得古怪 模糊和阴暗了 炮弹接二连三地呼啸着 打在土垒上 士兵身上大炮上 皮埃尔以前没有留心这声音 现在能听见的只有这一种声音了 在炮位右边 士兵们一边喊着乌拉一边跑 皮埃尔仿佛觉得 他们不是在往前跑 而是在往后退 一颗炮弹打在皮埃尔站着的土垒一边 泥土纷纷纷洒落下来 一个大黑球从皮埃尔的眼前掠过 立刻就砰的撞在什么东西上 正在炮位走的民兵们纷纷往后退却 老是打现代 年轻的军官跑到年长的军官面前 窃声声地低声说 炮弹没有了 那模样就向管家报告主人 他要的酒没有了 混账东西 怎么搞的 年长的军官一面吼着 一面转过身面对着皮埃尔 他仗红着脸 满头大汗 皱紧眉头 眼睛发亮 他用那愤怒的眼神扫了一眼皮埃尔 又转过身对他的士兵吼着 快到我后辈队去 搬弹药箱 啊 我去 我去搬 但军官没有理他 大步向另一边走去了 搬弹药的兵撞在皮埃尔身上 不要放 等一下 哦 老爷 这里不是你待的地方 快走吧 士兵说着就往下跑去 皮埃尔跟着那个兵跑过去 绕过了那个青年军官坐着的地方 炮弹接二连三地从他头上飞过 落在他的前面后面旁边 皮埃尔继续往下跑 我这是往哪儿跑啊 他突然醒悟过来 他已经接近绿色的弹药箱了 他停下脚步 不能决定现在是应该前进还是后退 突然 一股惊人的力量把他向后推倒在地 就在这一刹那 一团巨大的火光把他照亮了 也就在这一刹那 他听到了震耳欲聋的轰隆声 爆裂声和呼啸声 皮埃尔清醒过来 用双手支撑着坐在地上 他旁边的那只弹药箱不见了 只有几块燃烧过的绿色木板和布片散落在烧焦的草地上 一匹马拖着断了的车员跑开去 另一匹马也像皮埃尔一样倒在地上 发出长长的刺耳的叫声 皮埃尔吓得魂不附体 霍得跳起来跑回炮台 仿佛那是逃避一切恐怖的唯一场所 皮埃尔走进嵌壕 发现炮台里一听不见炮声了 还有人在那里坐着什么 皮埃尔还没明白过来这是些什么人 他看见老上校背对着他趴在土垒上 仿佛在往下查看什么东西 他看到一个面熟的士兵嘴里喊着弟兄们 竭力想挣脱那个捉住他手臂的人往前冲 还有一些让他感到奇怪的景象 皮埃尔不知道老上校已经被打死了 那个喊着弟兄们的兵已成了俘虏 正想努力挣脱捉住他的法国人 另一个兵背上挨了一次刀 皮埃尔刚跑进嵌壕 就有一个穿蓝制服 面黄肌瘦满头大汗的人 嘴里喊着什么拿着长剑向他冲来 皮埃尔同这个人撞了个满怀 本能地进行自卫 一手抓住这个人的肩膀 一手掐他的喉咙 这是个法国军官 法国军官丢下长剑 也抓住了皮埃尔的领子 一连几秒钟 两人互相恐惧地瞧着对方陌生的脸 两人都弄不懂他们在做什么 应该做什么 他们几乎同时这样想 不过法国军官显然更多地以为自己被俘了 因为由于恐惧的本能驱使 皮埃尔那只有力的手越来越紧地掐着对方的喉咙 法国人想说什么 但突然有颗炮弹 惊心动魄地从他们头上滴滴飞过 法国军官猛地低下头 以致皮埃尔觉得他的脑袋仿佛被打掉了 皮埃尔也低下头 垂下双手 现在他们不再想是谁俘虏了谁 法国人跑回炮台 皮埃尔则跑下山去 皮埃尔在死伤者的身上磕绊着跑着 他觉得他们在抓他的脚 但还没等皮埃尔跑下山 就遇见一大群迎面跑来的俄国兵 士兵们也磕磕绊绊地大声叫喊着 欢天喜地地向炮台跑来 这就是耶尔摩洛夫 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的那次冲锋 他宣称全靠他的勇敢和幸运 才发动了这次冲锋 据说他把口袋里所有的圣乔治十字章 都扔在山岗上 奖励给最先到达的士兵 占领炮台的法国人逃跑了 炮台夺回来了 俄国士兵们高喊着乌拉追赶法军 一直追到离炮台很远的地方 俘虏被从炮台上带下来 其中还有一个负伤的法国将军 被军官们围住了 一群群伤员 有的皮埃尔认识 有的皮埃尔不认识 有法国人也有俄国人 他们有的走着 有的爬着 有的被担架抬下来 他们的脸都痛苦地扭曲着 皮埃尔又走上了 那个他度过了一个多小时的土港 原来把他当作一家人的那些人 如今一个也找不到了 许多死人是他不认识的 但有几个他认了出来 那个年轻的军官仍旧弯着身子 坐在土壘旁的血泊中 红脸的士兵还在抽搐 却没有被抬走 皮埃尔转身往山下跑去 哦 现在他们该住手了 现在他们该对他们的行为 感到害怕了 皮埃尔漫屋目的地 跟着一群从战场上 抬着担架下来的人走去 但被硝烟遮住的太阳 还高悬在天空 在前方 特别是在谢苗诺夫村左边 硝烟中双方还正在激战 枪炮声不但没有减弱 而且激烈到极点 就像一个人在垂死挣扎和呼喊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 西窗书院制作 保罗金诺会战的主要战斗 发生在保罗金诺和巴格拉基昂多面堡之间 一千额仗的地区 在这个地区以外 一边有乌瓦罗夫俄国骑兵的洋工 另一边 在乌基查后边 有波尼亚托夫斯基 同杜奇科夫进行的接触 但与中心战场的战斗比起来 这两处只是两场小小的单独战斗 这一天的主要战斗 发生在两边都看得见的矿地上 在保罗金诺和尖顶堡之间的田野上 在树林旁边 而且用的是最简单朴素的方式 双方用几百门炮互相轰击 展开了战斗 后来整个战场都硝烟弥漫 在硝烟中 德塞和康胖的两个师 就从右边向尖顶堡移动 而总督的部队 则从左边向保罗金诺进攻 这些尖顶堡 离拿破仑所在的 舍瓦尔基诺多面堡 只有一额里 但里保罗金诺有两额里以上 因此拿破仑看不到那里发生的事 再加上硝烟混合着迷雾 把整个地区都遮蔽了 德塞时的士兵 直到走到尖顶堡前的峡谷 才能被人看见 他们一到峡谷 尖顶堡上枪炮一起发射 硝烟十分浓密 遮蔽了峡谷那边的整个山坡 硝烟中有时掠过一些黑油油的影子 大概是人 有时则掠过刺刀的闪光 但他们是在行动还是站在那里 是法国人还是俄国人 从射瓦尔基诺多面堡都看不清 太阳灿烂地升起 阳光斜射在拿破仑的脸上 拿破仑手搭梁棚 眺望着尖顶堡 尖顶堡前的硝烟扩散开来 一会儿好像是硝烟在动 一会儿好像是军队在动 有时在枪炮的射击声的间歇中 可以听见人的呐喊 但却不能判断他们在那里做什么 拿破仑站在土岗上 用单筒望远镜瞭望着战场 他从望远镜的小桶里 看见了硝烟和人 有时是自己人 有时是俄国人 但当他在用肉眼看时 却找不到刚才看见的东西在哪里 他走下土岗 在土岗前来回踱步 不仅从土岗下拿破仑站立的地方 和土岗上拿破仑的将军们 现在站立的地方 看不清发生了什么 即使从尖顶堡上 也看不清这里所发生的事 在尖顶堡上 俄国兵法国兵 阵亡的负伤的 活着的受惊的 发疯的 轮流出现 混成一片 一连几个小时 就在这个地方 在连续不断的枪炮声中 时而出现俄国兵 时而出现法国兵 时而出现步兵 时而出现骑兵 他们出现 倒下 射击 搏斗 呐喊 后退 彼此都不知道 该拿对方怎么办 拿破仑 派出的副官 和他的那些 元帅的传令官 现在都纷纷骑马跑来 向他报告军情 但所有这些报告 都是靠不住的 因为在激战中的情况 是无法说清的 因为许多副官 根本没有跑到战斗现场 只是转告 从别人口里 听来的消息 还因为有的副官 跑了两三额里 来到拿破仑这里时 情况已发生了变化 他们带来的消息 已过时了 例如一个副官 从总督那里骑马跑来 报告说 保罗金诺已被占领 克洛查河上的桥 已落到法军手里 副官问拿破仑 要不要命令军队过桥 拿破仑就下令 军队在对岸列队待命 而其实 在拿破仑发这道命令的时候 甚至在副官 刚离开保罗金诺的时候 那座桥已经被俄军夺回 并且烧掉了 那就是皮埃尔与会战开始时 参加的那场搏斗 这时 又从尖顶堡骑马跑来一个 吓得面无人色的副官 他向拿破仑报告说 法军的进攻已经被打退了 康旁受伤 打武阵亡 但其实 就在副官报告 法军被打退的时候 尖顶堡又被另一部分 法军占领而打武也并没有死 只是受了点轻伤 拿破仑就凭这些 极不可靠的报告发布命令 这些命令不是在发出之前就已被执行 就是根本无法执行 而未被执行 元帅们和将军们虽然离战场较近 但也像拿破仑一样 没有直接参加战斗 他们只偶尔来到步枪射程之内 他们也并不请示拿破仑 而擅自做出部署 发出命令 从这里往那里射击 骑兵往哪里跑 步兵往哪里冲 他们的命令 也像拿破仑的命令一样 难得被执行 很少能执行 实际发生的情况 多半同元帅们将军们的命令相反 奉命前进的士兵 一遇到现弹就会往回跑 奉命坚守阵地的士兵 突然发现前面有俄国人也就乱了 有的向后跑 有的往前冲 而骑兵则常常没有等到命令 就去追击逃跑的俄国人等等 又比如 两个骑兵团跑过西苗诺夫峡谷 刚要上山时 又忽然拨转码头 全速往回跑了 步兵也是这样 有时他们完全违反命令 任意乱跑 大炮何时移动 向何处移动 步兵何时出动 何时射击 骑兵何时追逐俄国步兵 一切命令都是由 就近的部队长官做出的 这些长官不仅不倾施拿破仑 甚至也不倾施 奈伊 达武和米拉 他们并不怕因不执行命令 或擅自发布命令而受到处罚 因为在战斗中最重要的是人的生命 处在战斗中心的人 就得根据自己的心情行动 觉得往后跑安全就往后跑 觉得往前跑安全就往前跑 这种前进或后退 并不能影响或改变部队的行动 士兵们的相互追逐和冲突 也不会造成什么损害 造成损害死亡和残废的 是他们在旷野上奔跑时 遇到的子弹和炮弹 这些人一离开炮弹和子弹横飞的旷野 站在后面的指挥官 就立刻把他们整编 整顿他们的纪律 再把他们赶回火线 他们到了火线 在死的恐惧下又丧失纪律 凭着冲动又开始东奔西跑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 西窗书院制作 第五十一集 拿破仑手下的将军 达武·奈伊和米拉 离火线很近 他们有时甚至骑马进入火线 一次次把大量整齐的队伍调到这里 但与历次战役相反 他们没有获得预期的敌人逃跑的消息 调过去的整齐的队伍 从那里回来时 总是惊慌失色 溃不成军 他们又重新整编 但人数却越来越少 中午 米拉派副官向拿破仑求援 拿破仑坐在土岗下 喝混合香酒 这是米拉的副官骑马跑来 信心十足地说 只要陛下再播一个诗 俄军准会被打垮 增援 拿破仑严厉地望着像米拉一样 披着一头长长的黑色卷发的 俊美青年副官 仿佛不明白他的话 嗯 增援 他们手里有一半军队 用来对付没有设防的 软弱的俄军 侧翼足够了 还要增援做什么 你去告诉纳布勒斯王 现在还不到中午 我还看不清楚棋盘 去吧 续长发的俊美青年副官 一直举着手敬礼 长叹一声 又跑回厮杀的地方 拿破仑站起身来 换来克兰古和贝迪埃 同他们谈起与战争无关的事 在拿破仑感兴趣的谈话中途 贝迪埃从眼角看到 一个带随从的将军 骑一匹汉林林的马向土岗跑来 原来是佩利亚 他跳下马 快步向皇帝走来 大胆地高声要求增援 他发誓说 皇上要是再派一个师 俄军就将灭亡 拿破仑耸耸肩膀 什么也没有回答 继续踱步 佩利亚兴奋地 同围住他的随从将军们 大声说话 拿破仑走到佩利亚跟前 你这火爆性子佩利亚 火气太大 容易犯错误 你先回去看看 然后再来找我 不等佩利亚的影子消失 从战场另一边 又有一个使者骑马跑来 拿破仑被一再地打扰 激怒了 哼 又有什么事 陛下 公爵他 要求增援吗 拿破仑生气地做着手势 副官肯定地点点头 开始报告 但皇帝转过身去 走了两步又站住 回过身来叫 佩利亚他轻轻地摊开双手 得派后背对了 佩利亚 您看派谁去 陛下 派克拉帕雷的诗句怎么样 拿破仑赞同地点点头 卑利亚把所有的师团和营 都记得一清二楚 后来拿破仑再谈到 卑利亚是说 我把小鹅训练成鹰了 副官骑马 向克拉帕雷的诗跑去 过了几分钟 驻扎在土港后面的 年轻禁卫军开走了 拿破仑默默地望着那个方向 突然对卑利亚说 不 我不能派克拉帕雷的诗去 派弗里亚诗去吧 虽然派弗里亚诗代替克拉帕雷的诗 没有任何好处 虽然现在留下克拉帕雷的 在改判弗里亚显然会耽误时间 但圣旨还是被严格执行了 拿破仑没有看到 他现在对待军队 就像一个乱投钥匙的雍医 尽管他对这种医生看得很透 并一向谴责 弗里安氏也像其他部队一样 隐没在战场的硝烟中 四面八方不断有副官跑来 大家好像商量好一样 说的都是同一件事 大家都要求增援 大家都说俄军坚守阵地 发出疯狂的炮火 使法军迅速瓦解 拿破仑坐在折椅上沉思 爱好旅行的波塞先生 从早晨起一直饿着肚子 这时走到皇帝面前 斗胆恭请陛下尽善 我希望现在就可以向陛下祝贺胜利了 拿破仑默默地摇摇头 波塞先生以为皇帝摇头是指胜利 而不是指尽善 就又俏皮又恭敬地请皇上吃饭 陛下是该吃饭的时候了 就是天塌下来 您也要吃饭啊 走开 拿破仑突然恼怒了 他转过身去 波塞先生脸上 浮起歉疚悔恨和欣喜 交错的怡然微笑 悄悄地溜到别的将军那儿去了 拿破仑此刻心情沉重 好像一个一向走运的赌徒 随便下注总是赢钱 可是突然间 当他对赌局精打细算的时候才发现 他越精心研究赌局 越觉得必输无疑 军队还是那些军队 将军还是那些将军 准备还是那样的准备 部署还是那样的部署 公告依旧那样简短有力 他还是原来的他 这些他都知道 他还知道 他现在比以前更有经验 更加精明 甚至知道 敌人还是和奥斯特利茨和弗里德兰战役时一样 可是他那震撼天地的巨壁 却像中了魔法 变得软弱无力了 还是以前那些必胜的战术 炮兵集中到一点轰击 后背队突破敌人阵线 铁骑进行攻击 所有这些都已用上 可是不仅没有取得胜利 而且四面八方都送来同样的消息 将军们伤亡 要求增援 俄军无法击退 法军溃败 以前他只要发布两三道命令 说两三句话 元帅和副官就会满面春风的赶来祝贺 报告俘获了大批俘虏 成捆的敌方的军旗和英旗 还有大炮自重车 米红拉只要求让骑兵去收集自重车 在罗底 马格伦 阿尔科尔 耶纳 奥斯特利茨 瓦格拉姆等地情况都是这样 现在这是怎么了 他的军队仿佛出了怪事 虽然传来了占领坚顶堡的消息 但拿破仑知道 目前的形势和他以往的历次战役不同 完全不同 他知道他周围那些有战斗经验的人 此刻的感受都和他一样 大家都面带忧虑 彼此避开目光 只有波塞一人不能理解当前形势的严重性 有着长期作战的经验的拿破仑十分清楚 连续进攻八小时 用尽一切努力仍不能赢得这场战役 这意味着什么 拿破仑知道这几乎是败局已定 现在在这生死关头 只要有一点小小的差错 他和他的军队就会全军覆没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西窗书院制作 拿破仑回顾着这次古怪的对俄战争 他没有打过一次胜仗 两个月来没有俘获过一面军旗 一门大炮一个军团 看着周围将士们忧心忡忡的神色 听着俄军坚守阵地的报告 拿破仑心中充满了一种噩梦般的恐怖感觉 他的头脑里浮现出各种可能使他毁灭的不幸事件 俄军可能攻击他的左翼 可能突破他的中央 一颗榴弹就可能把他打死 这一切都有可能 以前作战时 他只考虑各种胜利的可能 可现在却有无数不幸的可能性 摆在他的面前在等着他 是的 这就像噩梦 一个人梦见暴徒向他袭击 他挥动手臂 使劲向暴徒打去 以为准能把暴徒打倒 可是却发现自己的手臂软弱无力 像抹布一样搭了下来 于是那种末日来临的恐怖感觉 笼罩着这个束手无策的人 俄军攻打法军左翼的消息 就在拿破仑心里引起了这种恐惧 他垂下头 避肘支着膝盖 默默地坐在土岗前的折椅上 贝迪埃走到他面前建议他视察战线 以弄命战局 什么 您在说什么 哦 好 把我的马牵来 他骑上马向西苗诺夫村跑去 在拿破仑骑马经过的阵地上 硝烟正慢慢扩散 人和马匹单独或成堆地躺在血泊中 这景象是如此的恐怖 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地区 竟然死了这么多人 拿破仑没有见过 他的将军们也都没有见过 一连十个小时的笼笼炮声 震得人耳朵嗡嗡作响 更给这景象增添了一种特殊的意味 就像给活动画片配上了音乐 拿破仑骑马登上谢苗诺夫村高地 透过硝烟看见了一列列穿陌生军服的人 那是俄军士兵 俄军密集的队伍集结在谢苗诺夫村和土港后面 他们的炮不停地轰鸣 他们的战线上硝烟弥漫 战斗已经结束 只有持续不断地屠杀 对俄国人和法国人都没有任何好处的屠杀 拿破仑勒住马 又陷入一度被悲哩哀打断的沉思中 他不能制止当前的事 因为这件事被认为是受他领导和由他决定的 但是现在这件事失败了 他第一次觉得这件事是不必要的 可怕的 一位将军起码来到拿破仑面前 大胆提议说调老近卫军参战 乃伊和贝蒂埃站在拿破仑身边交换了一下眼色 对这个将军的无聊建议轻蔑地冷笑了一下 拿破仑垂下头沉默了好一阵 不 我不能在离家几千里外的地方 毁掉我的禁卫军 拿破仑说完 拨转马头向射弯基诺村走去 库图作夫仍在皮埃尔早晨看见他的那个地方 垂着白发苍苍的头 放松笨重的身体坐在铺毯子的长凳上 他没有发布任何命令 只是对别人的建议表示赞成或者不赞成 好好就这么办吧 行 行 去吧 好孩子 去瞧瞧 他时而对这个 时而对那个 这样温和地说着 有时也说 不 不用 还是等一等 库图作夫听取给他送来的报告 下属如果请求指示 他就做指示 但他在听取报告时 似乎并不关心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 而是注意人们的脸部表情和说话语调 多年的作战经验和老人的真知灼见使他知道 领导几十万人进行生死搏斗 不是一个人所能胜任的 他知道 决定胜负的不是总司令的命令 不是军队所处的地理位置 不是大炮的数量和杀人的数目 而是一种叫做士气的不可捉摸的力量 他留意这种力量 并竭力加以引导 库图作夫整个脸部的表情是凝重镇定而又紧张 他勉强克制着衰老身体的疲劳 上午十一时他接到消息被法国人占领的尖顶宝又夺回来了 但巴格拉基安公爵负伤了 库图作夫长叹一声摇摇头 他对一个副官说 去巴格拉基安公爵那儿详细了解一下情况 接着他又对站在他后面的福腾堡亲王说 能不能请殿下指挥第一军 福腾堡亲王走后不久 可能还没到达西苗诺夫村 亲王的副官就回来 对总司令说亲王要求增加军队 库图作夫皱了皱眉 下令陶和杜罗夫去指挥第一军 接着他又把亲王请了回来 他对亲王说 在这重要的时刻他离不开亲王 当喵拉被俘的消息传来时 参谋官们向库图作夫祝贺 他却只是微微笑了笑 等一下诸位 仗打胜了 但俘虏喵拉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最好还是慢一点高兴 不过他还是派了一个副官 向全军通报了这个消息 谢尔比宁从左翼送来 法军占领尖顶宝和谢苗诺夫村的消息 库图作夫从战场上的声音 和谢尔比宁的脸色上看出 是不好的消息 他就站了起来像是要伸伸腿 挽住谢尔比宁的手臂 把他领到一边 然后他对伊尔摩洛夫说 你去看一下伊尔摩洛夫老弟 去瞧瞧能不能做些什么 库图作夫在戈尔吉 在俄军阵地的中心 拿破仑对俄军左翼的几次进攻 都被打退了 在中央 法军没有从保罗金诺前进一步 而乌瓦罗夫的骑兵赶跑了 从左翼进攻的法军 三点钟不到 法军的进攻停止了 库图作夫看到 从前线回来的人和站在周围的人 个个脸色极度紧张 库图作夫对超过期望的胜利感到满意 但老人的体力不支了 他的头几次滴滴垂下 像要跌倒似的 他打起瞌睡来 有人给他送来了午餐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 西窗书院制作 第五十三集 侍从武官福尔佐根在午餐时来到库图作夫跟前 他就是那个从安德烈公爵的阵地经过时 说战斗应该移到旷野里的那个人 也是巴格拉基昂所憎恨的人 福尔佐根是巴克莱德托里派来报告左翼情况的 谨小慎微的巴克莱德托里看到伤兵乘劈后撤 后卫混乱就断定打了败仗 就派亲信来向总司令报告 库图作夫一面费力地嚼着炸鸡 一面眯眯眼睛愉快地瞧了一下福尔佐根 福尔佐根漫不经心地伸伸腿 嘴唇上带着一丝嘲笑走到库图作夫跟前 举手碰了碰茂丸 福尔佐根故意做出这样一副轻慢的样子 想要表示他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军人 德国人私下都称库图作夫为老先生 福尔佐根狠狠地瞧了一眼 库图作夫面前的几道菜 就按照巴克莱德吩咐 再加上自己的见闻和理解 向老先生报告左翼的情况 总作 我方阵地上的所有据点都落到了敌人手里 由于没有军队 我们无法把敌人击退 士兵都逃跑了 无法阻止他们 库图作夫停止了咀嚼 惊奇地盯着福尔佐根仿佛听不懂他说的话 福尔佐根发现老先生的神情激动就含笑说 我不能对总作隐瞎我亲眼目睹的事 确实军队已经分崩瓦解 您看见了 您看见了 您怎么 您怎么敢 苦度作夫皱紧眉头 获得站了起来 直向福尔佐根走去 他双手颤抖着 做出威胁的姿势 上气不接下气的吼道 您怎么 敢跟我说 这句话高下 您什么也不知道 您回去吧 替我转告巴克莱将军 他的情报是不确实的 战斗的真实情况 我总司令比他清楚得多 福尔佐根想争辩 但苦度作夫打断了他 敌人的左翼已经被打退 右翼被打败 可下您要是看不清 那就别说您不知道的事 请您回到巴克莱将军那里 告诉他 我决定明天向敌人进攻 苦度作夫的声音非常严厉 大家都不说话 只听见老将军在呼吱呼吱的 喘着粗气 告诉他 敌人各方面都被打退了 为此我感谢上帝和我们勇敢的军队 敌人 被打败了 我们明天就要把他们赶出神圣的 俄国徒弟 苦度作夫在胸前画着十字 接着他流出了眼泪 抽叶了一下 福尔佐根怂怂间撇撇嘴 默默默地走开了 但在心里他仍对老先生的刚愎自用感到惊讶 这时 这时一位傀儒英俊的黑头发将军走上图卡 来的就是夺回鲍洛金诺多面堡的拉耶弗斯基 他已经在保罗金诺战场的主要据点上待了一整天 拉耶弗斯基向库托作夫报告说 部队仍在坚守着阵地 法军不敢再进犯了 那么您不像别人那样认为我们应该撤退吗 正好相反 宋佐 在胜负未定的时候总是强折胜 我认为 苦度作夫一边听着拉耶弗斯基的谈话 又向身边的副官们口哨着各种命令 凯瑟洛夫 你坐下 写明天的命令 你呢 去前线宣布明天我们进攻 正在这时 弗尔佐根又从巴克莱那里回来了 他报告说 巴克莱德托里将军 希望能得到总司令下发的书面命令 库托作夫眼睛看都没看弗尔佐根 马上吩咐副官写出书面命令 他知道 前任总司令巴克莱德托里将军 千方百计想弄到这份书面命令 以推卸自己的责任 按照库托作夫的说法 有一种神秘的链条 它能使全军同心同德 决定全军的情绪 这就是士气 它是战争的主要神经 库托作夫的话和他颁发的明天作战的命令 就是通过这个神秘的神经链条 传遍俄军全军的每个角落 但是库托作夫的话和他的命令 传到这个链条的最后一环时 都已经走了样 到达各个角落的命令 甚至同库托作夫的原话 毫无共同之处 但库托作夫话里的意思 却已传遍各处 因为库托作夫所说的话 不是出于狡猾的计谋 而是出于他内心真挚的感情 这是一种潜藏在总司令 和每个俄国人心里的共同感情 得知明天就要向敌人进攻 并从上级指挥官那里 证实了这个消息 身体疲劳 情绪动摇的官兵们 又都得到了安慰和鼓励 因为这是他们所希望的事 安德烈公爵的团是后备队 这些后备队部署在谢苗诺夫村后面 一直经受着猛烈炮火的攻击 但是直到一点多钟 还没有参加战斗 将近两点钟 这个团已经损失了两百多人 他们向前推进到谢苗诺夫村 和土港炮台之间 被践踏的燕麦田里 这一天 这里已死了几千人 而在两点之前 敌人的几百门大炮 又集中火力向这里猛轰 安德烈公爵的团 没有离开这个地方 也没有放过一枪 却又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员 从前方 特别是从右方 大炮在浓重不散的硝烟中 隆隆轰鸣 从前面弥漫整个地区的神秘烟云中 不断飞出急促的 嘶嘶作响的炮弹 和速度较慢的呼啸着的榴弹 有时整整一刻中 所有的炮弹和榴弹 都从他们头上飞过 仿佛要让他们休息一下 但有时炮弹落下来 在一分钟里 就要伤亡好几个人 打死的人不断被脱开 负伤的人不断被抬走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 西窗书院制作 第五十四集 炮弹连续不断 对还没有被打死的人来说 生存的机会越来越少 整个团分为几个营的纵队 纵队之间的距离是三百步 虽然如此 大家的心情却是相通的 大家都默不作声 面色阴郁 队伍中难得有人说话 即使有人说话 只要一听到炮弹落地 和叫担架的声音 谈话就立刻停止 大部分时间 团里的人都奉命坐在地上 有人摘下帽子 舒展开皱褶又折起来 有人用手掌搓碎干土 拿来擦刺刀 有人揉揉皮带 拉拉配刀带的带扣 有人小心地解开包脚布 重新包上再穿上靴子 有人用田里的草和土块盖棚子 有人用麦草编小篮子 大家仿佛都在一心一意干着手里的活 有人负伤 有人阵亡 有时担架抬过 有时俄军后退 有时透过硝烟看到大批敌人 对这一切 大家仿佛谁也不加注意 但当看到俄军的炮兵骑兵前进时 当看到俄军的步兵调动时 从四面八方会发出一片赞许声 不过最吸引他们注意的 还是那些同战斗毫无关系的事 这些精神上疲惫不堪的人 仿佛把注意力放在生活琐事上 就能获得休息 一个炮兵连从安德烈团的前面走过 一匹拉鞭套的马 在炮兵弹药车的玩锁上伴了一下 哦 那匹拉鞭套的马 把腿伸出来 它会跌倒的 哎呀 他们没有看见 全团各排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嚷嚷着 一会儿一条竖起尾巴的棕色小狗 不知从哪里跳出来 又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小狗慌慌张张地从队列前面跑过 突然附近落下一颗炮弹 小狗就夹尖尾巴奔到一边 全团爆发出一片笑声和叫声 但是这一类消遣只能延续几分钟 这些士兵们没有东西吃 没有事做 一直处在死亡的恐惧中 已经八个多小时了 他们苍白和忧郁的脸 变得更苍白更忧郁了 安德里公爵跟全团所有的人一样 脸色苍白 神情忧郁 低着头背着手 在燕麦田旁的草地上的两条田界之间 来回踱步 他没有事可做 也没有命令要发 一切都自动进行着 打死的人从前线被拖开 腐伤的人被抬走 队伍又并拢来 士兵要是跑开 就立刻又被赶回来 起初 安德里公爵认为 鼓舞士气一身作则 这是自己的责任 但后来他明白 他不需要 也不可能教诲他们 安德里也像每个士兵一样 全部心里都在避免思考 当前处境的危险 他拖着双脚 萨萨地踩着青草 在草地上走着 时而察看着 落在靴子上的尘土 有时他迈着大步 竭力踩着割草人 留在草地上的足迹 有时数着脚步 计算着从这边田界 到那边田界 要来回走几次 才是一额礼 有时他踩下田界下的苦爱花 拿起来在手心里搓搓 闻闻那种刺鼻的苦涩香气 昨天的思想已踪影全无 现在他什么也不想 他用疲倦的耳朵倾听着同样的声音 辨别着炮弹的呼啸声和爆炸声 观察着 伊营士兵的脸色 等待着 安德烈倾听着 从硝烟中逼近的笑声 又来了 又打到我们这里来了 一个 两个 又是一个 打中了 他站住 看看自己的队伍 哦 不 飞过去了 他又躲起步来 竭力迈着大步 想用十六步走到那边田界 又是一阵呼啸声 紧接着是一声爆炸 在离他五步远的地方 一颗炮弹 溅起干土 消失了 安德烈公爵的脊背上 不由地起了一阵寒着 他又望望队伍 大概又打中了好多人 一大批人聚集在二营那里 副官先生 叫他们别挤在一起 副官执行了命令 然后向安德烈公爵走来 营长骑马 从另一边走来 当心 安德烈公爵听见 一个士兵惊慌失措的喊声 一颗榴弹 像一只向地面俯冲下来的鸟儿 呼啸着落在离安德烈公爵 只有两步的地上 就在营长的座骑旁边 营长坐下的那匹马 不管可不可以表示恐惧 他打了一个响饼 一下子竖起前蹄 差点把营长抛下来 然后就往一边跑走了 马的恐惧很快传给了人 扶在地上的副官大叫着 我打 但安德烈公爵站在那里 犹豫不决 在耕地和草地边上的一丛苦爱旁边 在安德烈公爵和卧岛的副官之间 流弹正冒着烟 像陀螺似的旋转着 难道 这就是死吗 安德烈公爵用从未有过的羡慕目光 望着青草苦爱和那个旋转的黑球 冒出的一缕浓烟 不 我不能死 也不想死 我爱生活 我爱这草 这土地 这空气 安德烈这样想着 同时想起大家都在望着他 他也看到了自己的副官 可耻呀 副官先生 多么 但他没有把话说完 就在这一刹那 那个黑球发出一声爆炸 蛋片像打碎的窗玻璃似的飞溅开来 传出一股令人窒息的火药味 安德烈公爵举起一只手 亮枪了一下 扑倒在地上 几个军官跑到安德烈公爵跟前 鲜血从他的右腹部流出来 已经染红了一大片草地 抬单架的民兵应召来到军官们的后面 安德烈公爵扶在地上 脸贴着青草 困难地喘着气 喂 还站着干什么 快过来呀 几个农民走上来 抓住安德烈公爵的肩膀和腿 但安德烈痛苦地呻吟着 农民们互相看了一下 又把他放下了 当心点 抬起来 总归要把他抬走 他们又把他抬起来 放到担架上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 列夫托尔斯泰 西窗书院制作 第五十五集 农民们把受伤的安德烈公爵抬起来 放到担架上 副官在一旁叹息着 说着 哦 天哪 天哪 这是怎么回事 啊 他的肚子 这下子磕完了 天哪 蛋片从我耳朵根的头发旁 嗖的一下飞过去了 农民们连忙抬起担架 沿着他们踏出的小路 向救护战跑去 一个军官抓住那些步子错乱的 抬担架的农民的肩膀 呵斥着 和尚步子 喂 双江汉 好 和尚步子 喂 后卫队 后卫队 哈 对了 和尚了 好神奇啊 寂寞心跑过来 望望担架 用发颤的声音问 是大人 是公爵 安德烈公爵的头 深深埋在担架里 他睁开眼睛 望望说话的人 又合上眼皮 民兵把安德烈公爵 抬到树林里 那里设立了一个救护站 救护站由三座 卷起帐篷边的帐篷组成 就搭在画树林边上 画树林里 听着资重车和马匹 马从车下燕麦口袋里 吃着燕麦 麻雀飞来 着实落下的麦粒 乌鸦闻到了血腥味 迫不及待的在画树林的上空 飞来飞去 发出可怖的嘎嘎怪叫 帐篷周围 在两额母大小的地方 有许多穿着各种服装的浑身血迹的人 有的握着 有的坐着 有的站在那里 商员周围 站着一堆堆抬单架的民兵 他们神色沮丧而又关切 维持秩序的军官们 想把他们从这里赶走 但是没有用 他们不理军官们 靠着单架站在那里 凝视眼前发生的事 仿佛想理解这难以理解的景象 帐篷里时而传出愤怒的嚎叫 时而传出悲惨的呻吟 注意偶尔跑出来取水 指明把哪些商员抬进去 很多商员在帐篷外等待着 他们呼喊着 呻吟着 哭泣着 叫嚷着 咒骂着 还有的要讨酒喝 有的在说胡话 民兵们跨过没有包扎的商员 把团长安德烈公爵 抬进帐篷旁边等待命令 安德烈公爵睁开眼睛 好半天弄不明白 他周围是怎么一回事 他记起了草地 苦爱 耕地 旋转的黑球 和他对生活的热爱 在离他两步的地方 站着一个高大俊美的黑头发使官 他的头上裹着绷带 手里住着一根树枝 他正在那里大声的说话 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他的头和腿都被子弹打伤了 一群伤员和抬担架的人围着他 出神地听他讲 我们往那里一冲 法国人就把什么都扔下跑掉了 我们把他们的王爷都抓到了 另一个士兵 闪着热情的黑眼睛 环顾着周围 也大声说 没错 要是当时后背队赶到 法国人就全完蛋了 我老是对你说 你 安德烈公爵也像四周围观的人一样 目光炯炯地看着这两个士兵 心里感到了一种安慰 如今这步都一样了 那里会怎么样 这里又有什么呢 为什么我那么舍不得放弃生命 生命里有些东西我过去不理解 现在也还是不理解呀 一个医生记着血迹斑斑的围裙走出帐篷 他的那双不大的手上沾满了鲜血 他用一只手的拇指和小指夹着血夹 医生昂着头没有看伤员 而是往两边张望着 显然他是想稍微休息一下 他把头向左右两边转了一阵 就叹了一口气 垂下眼睛 助医直指安德烈公爵向医生示意 好 马上就来 医生吩咐把安德烈公爵抬到帐篷里 等待治疗的其他伤员发出一阵怨言 安德烈公爵被抬进去 放在一张刚由助医洗干净的桌上 安德烈公爵看不清帐篷里的景象 四面八方传来的悲惨呻吟 大腿 腹部和背上的剧痛 分散了他的注意力 他所看见的周围的一切 绘成一个总的印象 赤裸裸血淋淋的人体 充塞着这座低矮的帐篷 就像几星期前他看到过的 在炎热的八月的一天 这样的人体填满了斯姆勒斯克大道旁 肮脏的池塘 是的 就是那些人体 就是那些炮灰 那情景当时就让他感到了恐怖 那仿佛是在预告着 今天这个帐篷里相似的局面 帐篷里有三张桌子 两张已经有人 安德烈公爵被放在第三张桌子上 好一阵子没有人理他 他身不由己地看到了 另外两张桌上发生的事 旁边一张桌上坐着一个达达人 从扔在旁边的军服上看 大概是个哥萨克 有四个士兵把他摁住 一个戴着眼镜的医生 在他褐色的肌肉发达的背上 搁着什么 达达人像杀猪一样好叫 他突然抬起高颧骨 狮子鼻的黑脸 紫着雪白的牙齿 挣扎抽搐 脱长的声音尖叫 另一张桌子围满了人 上面仰天躺着一个胖大的人 他的头向后仰着 安德烈公爵觉得 他的卷发 卷发的颜色和头形十分熟实 几个住医压在他的胸上 把他按住 一条又白又胖的大腿 不停地抽搐颤动 这个人静挛得嚎啕大哭 哭得喘不过气来 两个医生 在他的另一条发红的大腿上 操作着什么 其中一个医生 脸色苍白 身子哆嗦着 戴眼镜的医生 处理好达达人 在他身上盖了一件军大衣 擦擦手 走到安德烈公爵身边 他瞧了瞧 安德烈公爵的脸 连忙转过身去 生气地对助医们呵斥着 把他的衣服脱了 还站着干什么 当助医匆匆卷起袖子 解开安德烈公爵的扭扣 脱去他的衣服时 安德烈公爵想起了遥远的童年 医生对着伤口 俯下身子 摸了摸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然后他向什么人 做了个手势 腹部一阵剧痛 使安德烈公爵 失去知觉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 西窗书院制作 第五十六集 当安德烈公爵醒来时 大腿的碎骨已被取出 破碎的肌肉已被割去 伤口也已包扎好了 有人再往他脸上喷水 安德烈公爵一睁开眼睛 医生就弯下腰 默默地吻了吻他的嘴唇 匆匆走了 在经历了这番痛苦以后 安德烈公爵体验到了好久没有体验到的幸福 他想起一生中最幸福的那些美好时光 特别是在那遥远的童年 那时会有人给他脱取衣服 把他放到小床上 保姆在他旁边哼着催眠曲 那时他常把头埋在枕头里 心里只有一个感觉 就是觉得自己很幸福 现在这些情景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仿佛不是往事 而是现实 医生们正在那个安德烈公爵 感到有些熟悉的伤员旁边忙碌着 安德烈公爵觉得那个伤员的头型很熟悉 他们正把他扶起来 竭力安慰他 让我瞧瞧 那个人断断续续地呜咽着 因为恐惧而不住的呻吟 安德烈公爵听到这呻吟声 突然很想哭 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是因为没有获得荣誉就死 还是因为舍不得离开人世 是因为对那一去不返的童年的回忆 还是因为他在受苦 别人也在受苦 还是因为旁边的那个人 在他面前呻吟的那么痛苦 总之 安德烈公爵一直想流泪 那是天真善良而近乎快乐的泪 医生们给那个伤员看 他那条刚被截下的 依旧穿着靴子的 带着血的断腿 那个人像女人似的痛哭起来 一直站在那个伤员前面 挡住了他的脸的衣裳 这时走开了 安德烈公爵看到了这个被截肢的伤员的脸 天哪 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怎么会在这里 安德烈公爵认出来了 这个刚被截去腿 失声痛哭 极其虚弱的不幸的人 竟然是安德烈公爵 这人竟然是安德烈公爵 医生们扶着安德烈公爵给了他一杯水 但他肿起的嘴唇颤抖着 碰不到杯边 安德烈公爵仍旧悲伤地呜咽着 安德烈公爵有些弄不清眼前发生的事 他困惑地问着自己 但是得不到解答 忽然 安德烈公爵又想起了 纯洁可爱的童年世界 他想起了纳塔莎 此时出现在安德烈公爵脑海中的纳塔莎 就像1810年第一次在舞会上看到她时那样 细细的脖子 小小的手 又惊又喜 经常处于兴奋状态的脸 安德烈发现 此刻他对纳塔莎的眷恋和柔情 突然在心里空前强烈的觉醒了 然后安德烈公爵也终于想起这个眼睛浮肿 泪水盈眶的人是谁想起了他和自己的关系 安德烈公爵 安德烈公爵现在想起了一切 但他只感到幸福 同时心里充满了对眼前这个不幸的人的怜悯和友爱 安德烈公爵再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泪 他为别人 为自己 为别人和自己的一度迷雾流着泪 这是出于同情和爱的泪水 同情 博爱 恋爱 对恨我们的人的爱 对敌人的爱 啊 对了 这就是上帝在世界上宣扬的爱 这就是玛利亚教给我的爱 可是我一直不理解 不过现在我理解了 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的原因 我现在多么爱惜生命啊 要是我还能活下去 这将是我心中设下的唯一的感情 但现在 恐怕已经晚了 这一点我知道 战场上尸横遍野 伤员累累的惨象 自己头脑里沉重的感觉 二十名熟识的将军伤亡的消息 以及自己原来强有力的手臂 变得软弱无力的意识 这一切对拿破仑起了意料不到的作用 拿破仑一向爱看伤亡的景象 以为这可以考验自己的意志 他自以为自己具有这种力量 因而高人一等 但这一天 战场上的可怕景象 却压倒了他的精神力量 拿破仑骑马匆匆离开战场 回到什瓦尔基诺图港 他脸色枯黄 浮肿 阴郁 眼睛模糊 鼻子发红 声音嘶哑 他坐在折椅上 情不自禁地听着炮轰 却没有抬起眼睛 他怀着病态的忧郁 希望尽快结束这场 由他挑起 而他却无法制止的战争 人类共同的感情 刹那间胜过了长期追求的生活幻象 拿破仑亲身体验到了 他在战场上看到的苦难和死亡 此刻他头脑沉重 精神压抑 想到了他自己也可能遭到这样的痛苦和死亡 在这一刹那 他既不想要莫斯科 也不再想要胜利和荣誉 他拿破仑还需要什么荣誉呢 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休息安静和自由 不过当他来到谢妙诺夫高地 炮兵指挥官要求 他再调几个炮兵连到高地 以加强火力 对付聚集在科尼亚兹科夫的俄军使 他又同意了 并命令向他报告 这些炮兵连发挥了什么作用 副官骑马跑来说 奉皇帝圣旨 调来两百门炮 攻击俄军 但俄军仍坚守阵地 我们向他们开了排炮 但他们仍没有动 他们还仙不够 陛下 您是说 他们还仙不够 那就再多给他们一些 拿破仑皱起眉头 吼了一声 声嘶力竭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 西窗书院制作 人类的共同情感 只在拿破仑的心中闪过了一刹那 让他有想休息安静和自由的希望 但随着指挥官和副官的报告和请示 拿破仑很快又开始发布命令 他想做的事没有他的命令 人们已经在做了 他之所以发布命令 是因为他以为大家在等待他的命令 于是拿破仑又回到原来妄自尊大的幻想世界里 又驯服地扮演起他那个命定的残忍可悲痛苦的 灭绝人性的角色 好像一匹拉着磨盘转的马还自以为是在替自己干活 面对残酷的战场 拿破仑这个人应付的责任比谁都多 拿破仑的理智和良心不仅在这一天 这一小时变得暗淡无光 其实直到他生命的末日 他都永远无法理解什么是真善美 也无法理解自己倒行逆施 灭绝人性的行为的意义 他不愿意放弃自己那受着半个世界歌功颂德的行为 他也就等于不得不放弃了真和善 放弃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 这一天他骑马巡视尸横遍野 伤员成堆的战场 他知道这是由他的意志造成的 但他看着这些伤亡的官兵 他还在说他要利用闲暇时光来祭述他的丰功伟绩 他这样写道 对俄战争是当代最得人心的战争 这是一场明智和有益的战争 是保障人类平静和安全的战争 这场战争完全是爱好和平的 是保守的 这场战争是为了实现伟大的目的 为了结束意外事件 为了开创太平局面 新的天地新的事业正在出现 全人类的安宁幸福和繁荣昌盛正在出现 新的欧洲秩序已经奠定基础 只需要进一步加以确立 只要这些重大问题得到解决 到处都安定下来 那么我也就有了自己的国会和自己的神圣同盟 这些思想他们是从我这里盗用的 在这次各国伟大君主的聚会上 我们可以像一家人那样讨论我们的利益 并像帐房向东家交账那样 向人民交账 这样欧洲很快就能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 一个人不论到哪里旅行 都会觉得像在共同的祖国 我愿意宣布 所有的河流都对一切人开放 海洋是公有的 庞大的常备军要缩编成为各国君王的禁卫军 我要是回到法国 回到我那伟大强盛壮丽太平光荣的祖国 我将宣布他的国界永不变更 未来的任何战争都是防御性的 一切扩张都是反民族的 我要率领我的儿子一起管理帝国 我的独裁要宣告结束 宪政将要开始 巴黎将成为世界的京都 法国人将为各国人民所羡慕 然后我将在皇后帮助下 在我儿子受皇室教育时期利用闲暇和晚年 像一对乡村夫妇那样悠闲地巡视全国各地 接受诉状 平反冤狱 在各处兴建大厦 造福民众 这个人 他命里注定要担任各国人民的柜子手 这个可悲的角色 但他却自欺欺人地说 他行动的目的是为各国人民谋福利 他说他能支配千百万人的命运 并能依靠权力造福于人民 接着他叙述对俄战争 这样写道 在跨过维斯拉河的四十万人中 有一半是奥地利人 普鲁士人 萨克逊人 波兰人 巴伐利亚人 普腾堡人 梅克伦堡人 西班牙人 意大利人和大伯勒斯人 严格地说 黄军中有三分之一是荷兰人 比利十人 莱茵河两岸居民 皮埃蒙特人 瑞士人 日内马人 托斯卡纳人 罗马人 三十二师 布莱梅人 汉堡人等 其中说法语的 至多不过十四万人 所以远征俄国 其实是法国损失不到五万人 而俄军自维尔诺退至莫斯科 在各次会战中的伤亡人数 四倍于法军 莫斯科的大火使俄国损失十万人 他们都是死于树林中的寒冷和饥饿 最后俄军从莫斯科反攻到奥德河时 也同样因天气严寒而损失惨重 俄军在抵达维尔诺时只有五万人 而到喀利士时已不足一万八千人 拿破仑认为 对俄战争是凭他的意志发动的 但可怕的结局并未使他胆战心惊 他勇敢地承担这事的全部责任 但他那丧失理智的头脑还在替自己辩解 说什么几十万阵亡的人中 法国人少于黑森人和巴伐利亚人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 西窗书院制作 第五十八集 这一天 几万具尸体穿着各种各样的军服 以各种各样的姿势 躺在属于达维多夫家和官府农奴的田野上和草地上 几百年来 保罗金诺、格尔吉、史瓦尔基诺和西妙诺夫村的农民 一直在这片田地上收割庄稼 放牧牲口 现在在急救站周围一额母的地方 青草和泥土都浸透了鲜血 一群群来自各个兵种的负伤和没有负伤的士兵 带着惊慌不安的神色向后退去 有的退向摩扎伊斯克 有的退向瓦鲁耶瓦 而另有一些士兵他们又击又乏 却仍然由长官带领向前突进 还有一些士兵留在阵地上继续向敌人射击着 整个田野 原来在早晨的阳光照耀下 刺刀闪闪硝烟弥漫 曾显得那么壮丽 现在却笼罩在潮湿的烟尘里 散发出酸涩的硝烟味和血腥味 天空乌云密布开始下雨了 稀稀拉拉的雨落在死者和伤者的身上 落在惊慌困乏一律重重的人们身上 奚落的雨声仿佛在说 够了够了 人们快停下来吧 清醒清醒吧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 不管是法军还是俄军 那些忍饥挨饿 精疲力竭的士兵都开始怀疑 他们是否应该继续互相残杀 所有人的脸上都现出犹豫迟疑 所有人心里都产生这样的问题 为了什么 为了谁 我必须杀人和被杀 为什么 现在你们要杀就杀吧 你们高兴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我可不干了 傍晚 这种思想在所有人心里都成熟了 他们随时都会对他们的行为感到恐怖 随时都会抛下一切撒退逃跑 虽然在会战将近结束时 人们都已经感觉到他们的行为十分可怕 虽然他们都乐意罢手 但是还是有一种神秘的力量继续引导着他们 于是这些汗流加倍的炮兵虽然只剩下三分之一人员 却仍在硝烟和鲜血中磕磕绊绊地跑着气喘吁吁地搬运弹药 然后装上炮弹 瞄准点火 炮弹仍旧那么迅速而残酷地飞来飞去 炸碎人的身体 不是出于人们的意志 而是出于统治人类和世界的上帝的意志 要把那可怕的事继续干下去 凡是看到俄军后方混乱局面的人都会说 法国人只要稍微加把劲 俄军就会毁灭 凡是看到法军后方混乱的局面的人也都会说 俄国人只要稍微加把劲 法军就会毁灭 但法国人没有那么办 俄国人也没有那么办 于是战火就慢慢地熄灭下去 俄国人没有加那把劲 是因为不是他们向法国人进攻 会战开始时 他们的目的只是坚守通往莫斯科的大道 拦截法国人 会战结束后 他们仍守在那里 同开始一样 其实即使俄军的目的是要打退法军 他们也无法做出这最后的努力 因为俄军的部队已经全部被击溃了 没有剩下一支完整的队伍 俄军虽然仍坚守阵地 但已经损失了一半人马 法国人呢 他们记得15年来 他们所取得的胜利 相信拿破仑长胜不败 他们知道自己已占领了一部分战场 他们自己只损失了四分之一人马 他们还有两万完整无损的禁卫军 他们很容易加那么一把劲 法军攻击俄军的目的是要把他们赶出阵地 他们应该努力 因为只要俄军像以前那样挡住去莫斯科的道路 法国人的目的就没有办法达到 他们的全部努力和损失都会白费 但法国人没有做出这种努力 有些史学家说 拿破仑只要肯动用他那支完整的老禁卫军 这一仗就会打赢 但这样说 拿破仑要是出动老禁卫军将会有什么结果 就如同说春天要是能变成秋天 将会有什么结果一样 这是不可能的 拿破仑之所以没有出动老禁卫军 并非他不想这样做 而是他做不到 法军所有的将军 军官士兵都知道 这是办不到的 因为低落的士气 不允许这样做 不仅拿破仑一个人 有类似做噩梦的感觉 觉得他那强健有力的手臂 突然变得软弱无力 法国全体将军参战和未参战的士兵 都有类似的感觉 他们在经历过多次 只要付出十分之一的力量 就能迫使敌人逃跑的战斗之后 面临当前士气无比高涨的敌人 都产生了无力的感觉 因为这敌人虽然损失了半数人马 但战斗到最后仍像战斗开始时那样 威严的窥然不动 而作为进攻方的法军的士气 却已经消磨殆尽 俄军在保罗金诺的胜利 不是取决于夺获了多少那种叫军旗的 绑在棍子上的布片 也不是取决于部队坚守过和坚守着多少阵地 而是取决于士气 也就是说 俄军强大的精神力量压倒了敌人 让敌人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 法国侵略者好像一头狂怒的野兽 他在逃跑中受到了致命的伤害 他感觉到了自己的末日就要来临 但他却不能停下来 就像力量削弱了一半的俄军 也不能退让一样 在某种神秘力量的推动下 法军在受到重创之后 仍然冲到了莫斯科 但即使法国人到了莫斯科 即使俄国人不做新的努力 法国人也会因为在保罗金诺 受到的致命重创 而流血不止而自行灭亡 保罗金诺会战的直接后果 是拿破仑进入了莫斯科 又无缘无故地从莫斯科逃跑了 法军沿着斯莫勒斯科 故道退却了 是五十万法国侵略军的覆灭 和拿破仑法国的崩溃 在保罗金诺 拿破仑第一次遇到 士气更强大的敌人的沉重打击 拿破仑帝国就此走向崩溃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 列夫托尔斯泰 西窗书院制作 运动的绝对连续性 是人类智慧所无法理解的 人类只有从运动中 任意写取一些片段加以观察 才能理解运动的规律 把连续的运动分割成不连续的片段 这是造成人类大部分错误的原因 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古代诡辩数 阿卡留斯永远追不上前面的乌龟 虽然阿卡留斯比乌龟走得快十倍 因为当阿卡留斯走完他同乌龟之间的距离时 乌龟又走了这距离的十分之一 阿卡留斯走完这十分之一的距离时 乌龟又走了百分之一的距离 以此类推永无止境 古人得出阿卡留斯永远追不上乌龟的荒唐答案 历史学的第一种研究方法是 挟取一系列意志的连续性事件 孤立的加以研究 其实任何事件都不可能有一个开端 因为一件事总是连续的从另一件事产生的 第二种方法是把一个人 比如皇帝统帅的个人行为 看作众人意志的总和 其实众人的总和 从不表现在一个历史人物的行动中 历史学在本身的发展中 不但拿越来越小的片段进行研究 想以此接近真理 但不论历史学研究的片段多小 我们认为 承认与其他事情无关的孤立片段 承认任何现象的开端 承认众人的意志 可以表现在一个历史人物的行动中 都是完全错误的 任何历史结论 不需评论界费一点力气 就会被彻底推翻 化为乌有 就因为评论界 总是拿或大或小的孤立片段 来进行研究 评论界总是有权这么做 因为历史片段总是任意选取的 十九世纪最初十五年 欧洲发生了几百万人的不寻常的运动 人们放弃自己的日常职业 从欧洲的这一边跑到那一边 到处抢劫和互相残杀 欢庆胜利或灰心丧气 在几年里 人们的整个生活发生了变化 出现了一种先不断高涨 在逐渐衰退的剧烈运动 人的智慧不禁要问 这个运动的原因是什么 它是按照什么规律进行的 史学家在回答这个问题时 向我们介绍了巴黎一座大厦里 几十个人的言行 并把这些言行称作革命 然后介绍拿破仑和他的拥护者 与反对者的详细经历 叙述他们中一部分人 对另一部分人的影响 并说这就是发生运动的原因 这就是运动的规律 但人的智慧 不仅不相信这种解释 而且坦率地指出 这种解释方法是错误的 因为按照这种解释 极其微小的现象 可能被当作极其重大的事件的原因 而事实上 人们的意志的总和 造就了革命和拿破仑 也是这些意志的总和 容忍了他们 最后又把他们消灭 历史这样说 但每次征服都有征服者 每次国家发生革命 都有伟大人物 人的智慧回答说 不错 每当出现征服者的时候 就有战争 但这并不证明 征服者就是战争的原因 也不证明 从一个人的个人行为中 可以找到战争规律 每当我看见时针 直到时时 我就听见附近教堂 当当的钟声 但我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 时针的位置 就是大钟的原因 每当我看见火车头开动 就听见气笛声 看见阀门打开 车轮转动 但我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 气笛冥响和车轮转动 是火车头开动的原因 农民说 木春刮寒风 是因为栗树抽芽 的确 每年栗树抽芽的时候 总要刮寒冷的春风 虽然我不知道 栗树抽芽时 刮寒风的原因 但我不同意 农民所说的栗树抽芽 是刮寒风的原因 因为风力是不受抽芽的影响的 我只看见生活现象中某些条件的偶合 并且知道 不论我怎样长久仔细观察 表的指针 机车阀门和车轮 以及栗树的抽芽 我都不能知道出现钟声 机车开动和刮春风的原因 因此 我应该彻底改变我的观点 研究蒸汽运动 钟鸣和刮风的规律 对历史也应该这样做 要研究历史规律 应该完全改变观察的对象 抛开帝王将相 而去研究支配群众的同类无穷小的因素 没有人说得出 这样研究历史规律 人们能取得多大成就 但显而易见 只有用这种方法 才有可能发现历史规律 而人的智慧在这方面所花的精力 还不及史学家描述帝王将相事迹 和评论他们行为所花精力的百万分之一 1812年 欧洲12个民族入侵俄国 俄国军队和俄国人民为了避免冲突 先退到斯莫勒斯克 又从斯莫勒斯克退到鲍洛金 法国军队不断加速冲向莫斯科 冲向他运动的目标 越接近目标 这种冲力就越大 就像物体坠落 越接近地面 速度越大一样 法军背后是几千俄里饥饿的敌对的国土 而前面里目标只有几十俄里了 拿破仑军队的每个士兵都感觉到这一点 入侵就靠着这一股冲力向前推进 俄军越往后退 对敌人仇恨的怒火就烧得越旺 在后退中 队伍越来越集中 力量越来越强 保罗金诺战役后 双方军队都没有垮掉 但俄国军队在打完这一仗后 立刻后退撤走 就像一个球碰到另一个冲力更大的球 不得不反弹回来一样 那个猛冲的侵略的球 虽然在冲突时失去全部力量 却也还是能继续滚一段路 俄军后退120额里退过了莫斯科 于是法军到达莫斯科在那里停下来 此后的五个星期再没有打过一次仗 法军就在莫斯科停住不动了 他们仿佛一头负了致命伤 流血不止的野兽舔着自己的伤口 五个星期一直留在莫斯科 什么事也没有做 然后突然就无缘无故地往回逃跑了 他们直奔卡路加大道 没有打过一场大仗 就以更快的速度逃回了斯莫勒斯科 过了斯莫勒斯科以后 逃往维尔诺 又逃向别列金纳河 一直向后退却了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西窗书院制作 第二集 1812年8月26日晚上 库托作夫和全体俄军都相信 保罗金诺一仗已经打胜了 库托作夫就这样承报了皇上 并下令准备新的战斗以击溃敌人 他这样做并非要欺骗什么人 而是他知道敌人确实被打败了 而这一点每个参与战斗的人都是知道的 然而就在当天晚上和第二天 又传出损失空前惨重俄军伤亡一半的消息 因此要进行新的会战 兵力显得不足 俄军暂时无法投入新的战斗 但是就在会战后的第二天早晨 法军却凭着一股冲劲又向俄军推进 库托作夫想进攻 全体俄军也想进攻 但要进攻光靠愿望是不够的 还要有进攻的可能 但现在情报尚未收集 伤员没有运走 弹药没有补充 阵亡人数没有统计 补缺的新指挥员没有任命 士兵没有吃饱睡足 俄军没有进攻的可能 于是俄军被迫后退了一整天的行程 第二天又被迫后退一程 第三天再被迫后退一程 最后到了9月1号 俄军军队退到了接近莫斯科的地方 虽然俄军的士气有了提高 但战争的形势却迫使俄军继续后退 退过了莫斯科 把莫斯科放弃给敌人 有些人以为 统帅们制定战争和战役计划 就是坐在书房里 面对着地图指指点点 考虑和制定作战部署计划 于是这些人就会问 为什么库都作夫在撤退时 不这样做不那样做 为什么他不再到达菲利之前 占据阵地 为什么他不立刻退到卡鲁甲大道 放弃莫斯科等等 有这样想法的人 他们忘记了 或者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任何一个总司令 都不是悠闲地坐在书房里 根据确知的双方军队的数量 位置 地形 进攻时间 从地图上去研究一场战役 战场上的总司令 是处身在一系列 变动着的事件中间 每件事都是不知不觉 一瞬间又一瞬间地 逐渐形成的 在连续不断地事件的每一瞬间 总司令时刻都处在 错综复杂的竞争阴谋 忧虑 依赖 权力 方案 意见 威胁 欺骗之中 必须经常回答 向他提出的 无数相互矛盾的问题 摆在总司令面前的 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刻 往往不是一个方案 而是几十个方案 这种根据战略和战术 制定的方案 往往是相互矛盾的 而总司令的任务 只是从中选出一个方案来 并根据不断变化的 事件和条件 做出各种决定 但就连这一点 他也办不到 事情和时间不等人 那些不了解或忘记了 一位总司令采取行动 有其必要条件的人 他们责备总司令 并认为总司令 可以在9月1号 自由决定放弃 还是保卫莫斯科的问题 但事实上 9月1号 俄军离莫斯科 还有五俄里 不可能产生这样的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 是什么时候决定的 是在德里萨城下 在斯莫勒斯克城下 尤其明显 是24号 在什瓦尔基诺 26号 在保罗金诺 在从保罗金诺 向菲利撤退的每一天 每一小时 每一分钟里 做出决定的 俄军从保罗金诺车退 诸扎在飞里 伊尔摩洛夫奉命 视察阵地后 回到陆军元帅那里 总作 在这个阵地上作战 是不可能的 听到伊尔摩洛夫 这样说 库扎尔摩洛夫 惊奇地对他瞧瞧 要他再说一遍 等他说完 库扎夫向他伸出手去 把手伸出来 库扎夫翻过他的手 摸摸他的脉搏 你有病老弟 你想想 你说的是什么话 库扎夫在里 套洛格米罗夫门 六俄里的 波克朗山下了车 坐在路边凳子上 一大批将军 聚在他的周围 从莫斯科来的 拉斯托普京伯爵 也和他们待在一起 这些显要人物 三五成群地 谈论着阵地的 利弊军队的状况 提出的计划 莫斯科的局势 和一般的军事问题 虽然没有人说 这是开会 他们也不是奉命来开会的 但大家都觉得 这是一次军事会议 因为大家谈的 都是公事 即使有人谈到 或问到个人私事 也总是悄悄说几句 很快又回到公事上来 没有人说笑 大家显然都想保持 严肃庄重的神色 每一群人谈话时 都竭力想离总司令近一些 希望他能听见 他们的讨论 总司令听见了 有时会请他们 把话重复一遍 但他自己并不参加谈话 也不发表意见 他听了一群人的谈话 往往显出失望的神情 转过身去 仿佛他们所说的 绝不是他希望听到的 有人谈到阵地 但他们所批评的 与其说是阵地 不如说是选阵地人的智力 有人说 错误早就犯了 仗应该前天打 刚来不久的 穿西班牙军服的 法国人克洛萨尔 谈到萨拉曼卡战役 这个法国人 和一个在俄国服役的 德国亲王 研究了这次战役后 认为可以用同样方式保卫 莫斯科 拉斯托普京伯爵在第四群里说 他和莫斯科民兵准备在京城城墙下 为国捐躯 但他仍因当时不了解情况而感到遗憾 要是他早知道情况 局面就会不同了 第五群人炫耀他们深奥的战略思想 正在谈论军队应该选择的方向 第六群人谈的完全是废话 库托作夫的脸色变得越发焦虑和悲伤了 从所有这些谈话中 库托作夫明白了一件事 现在保卫莫斯科是绝对不可能的 要是有个疯狂的总司令发出作战命令 一定会出现一片混乱 而仗却还是打不起来 仗之所以打不起来 是因为高级指挥官不仅认为无法守住阵地 而且他们所讨论的只是阵地必然弃守候的局面 既然司令官们认为无法守住阵地 他们又怎能带领军队上战场呢 下级军官们甚至包括士兵也都在议论 也认为阵地无法守住 他们既然认为必败无疑 当然也就无法作战 如果说别逆省仍坚守住这个阵地 别人也还在进行讨论 那么这问题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 只是争论和阴谋的借口罢了 这一层库托作夫是明白的 别逆省选择了阵地 表现出热烈的俄罗斯爱国感情 坚持保卫莫斯科 库托作夫听到他的话 不能不皱起眉头 库托作夫对别逆省的用心了如指掌 如果保卫失败 就把责任退到库托作夫身上 因为库托作夫不战而退 一直退到麻雀山 如果胜利 那就归功于他编异省自己 如果编异省的建议遭到拒绝 那他就可以推卸放弃莫斯科的罪责 但现在老人家库托作夫 并不关心这个阴谋 他关心的是另一个可怕的问题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 西窗书院制作 第三集 库托作夫并不关心别逆省的阴谋 他关心的是另一个可怕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的答案 他没有从任何人的嘴里听到过 现在他心中只有这一个问题 难道真是我让拿破仑来到莫斯科的吗 我什么时候这样做的 这是什么时候决定的 是昨天我命令普拉托夫撤退时 还是前天晚上我打了瞌睡 吩咐别你剩下的命令 还是更早一些 但这件可怕的事 是在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决定的 不过 莫斯科不得不放弃 军队不得不撤退 这个命令 非下不可呀 老人家觉得 发出这样可怕的命令 等于交出军队的指挥权 库托作夫爱好权力 惯于当权 他自信他命令注定要做俄国的救星 因此才会违反皇帝意愿 遵从民意当选为总司令 他相信只有他一个人 能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统帅全军 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 敢于对抗 长胜不败的拿破仑 但是他一想到 这道不得不发的命令 就不禁毛骨悚然 但他必须做出这个决定 必须制止周围过于自由的谈话 库托作夫把几位高级将领 照到跟前 不论我的头脑是好是坏 我可不能再依靠谁了 他说着从凳子上站起来 就骑马到飞里去了 他的马车停在那里 下午二时 在农民萨夫斯基扬诺夫家 叫好的正房里举行军事会议 萨夫斯基扬诺夫一家老少 只好都挤在后房 只有六岁的小孙女 马拉莎留在正房的炕上 总司令很喜欢他 喝茶时还给了他一块糖 马拉莎又胆怯又高兴地 从炕上瞧着将军们的脸 军服和十字勋章 将军们一个接着一个走进屋里 分坐在圣像下的宽大凳子上 爷爷库托作夫 马拉莎心里这样称呼 库托作夫 单独坐在炕后的黑暗角落里 他身子深陷在折移里 不断倾着喉咙 拉着军服领子 领子没有扣上 但是仍卡着他的脖子 进来的人一个个走到总司令面前 总司令和他们握手 点头 副官凯萨罗夫想拉开 库托作夫对面的窗帘 但库托作夫生气地对他摆摆手 凯萨罗夫明白 总司令不愿让人家看见他的脸 农家的山木桌上摆着地图 作战计划 铅笔和纸 四周聚集了那么多人 秦武兵只得又搬进一条长凳 放在桌旁 伊尔木洛夫 凯萨罗夫和托里 就坐在这张长凳上 在前面 在圣像下面 坐着巴克莱德托里 他前额很高 秃头 脸色苍白 满脸病容 脖子上挂着圣乔治勋章 他发烧已有两天 此刻浑身发冷酸痛 巴克莱德托里旁边 坐着乌瓦罗夫 乌瓦罗夫迅速地做着手势 向巴克莱低声报告着什么 矮小圆脸的 陶霍多罗夫 扬起眉毛 双臂交叠在肚子上 留神地听着 另一边坐着 奥斯基尔曼托尔斯泰伯爵 他一手托着宽阔的大脑袋 眼睛炯炯有神 仿佛在想心事 拉叶夫斯基 现出不耐烦的神情 习惯成自然的 卷着两鬓上的黑发 时而瞧瞧哭得作夫 时而望望房门 克诺夫尼曾 刚毅俊美 而和善的脸上 浮起亲切而调皮的微笑 他遇见玛拉莎的目光 向他急急眼 引得小女孩 忍不住笑了 大家都在等待憋怡声 憋怡声借口 重新视察阵地 其实正在吃他那顿美味的午餐 大家从四点等到六点 在这段时间 大家没有讨论 只有低声的闲谈 直到别逆声走进屋里 哭得作夫才从角落里出来 坐到桌子旁边 但没有让烛光照到脸上 别逆声首先提出会议的议题 我们是不善就放弃 俄国神圣的古都呢 还是保卫他 房间里是长时间的冷场 人们个个脸色阴沉 一双双眼睛都望着库托作夫 在一片肃静中 只听见库托作夫 愤怒的喘息和干咳声 玛拉莎也望着爷爷 他最靠近爷爷 他看见爷爷皱着眉头 好像要哭的样子 这个局面没有持续多久 库托作夫突然说话了 他愤怒地学着憋怡声的话 介意引起大家注意 憋怡声的虚伪腔调 俄国神圣的古都 库托作夫笨重的身子 向前倾着看着憋怡声 对不起阁校 这话对俄国人可毫无意义 这样的问题不该提出 这样的问题毫无意义 我请各位来讨论的是军事问题 具体地说 拯救俄国要靠军队 我们是要冒着损失军队和莫斯科的危险 打一仗呢 还是不战 先放弃莫斯科更有力 我想知道 你们对这个问题的高见 库托作夫说完 往椅子背上一靠 讨论开始的 别尼省还不肯认输 他同意巴克莱等人的意见 认为不可能在菲利城下进行保卫战 但他充满俄国式爱国热情和对莫斯科的热爱 提出夜间把军队从右翼调到左翼 第二天进攻法军右翼 意见出现了分歧 对别尼省的建议 有人赞成 有人反对 耶尔摩洛夫 陶霍杜洛夫和拉叶夫斯基 赞成别尼省的意见 不知这几位将军是觉得 在放弃京城之前 有做一次自我牺牲的必要 还是出于其他考虑 但他们不明白 这次会议不可能改变事态的发展 莫斯科实际上已经放弃了 其余几位将军明白这一点 就不纠缠莫斯科问题 而去谈军队撤退时 应该朝哪个方向 马拉莎目不转睛地望着眼前的事 对这次会议有他的想法 他觉得事情就出在 爷爷同长袍两人之间 他管憋怡声叫长袍 看到他们谈话时相互发脾气 马拉莎在心里偏袒爷爷 后来他发现爷爷调皮地 向长袍瞟了一眼 接着他高兴地看到 爷爷对长袍说了些什么 长袍哑口无言 然后长袍突然红着脸站起来 怒气冲冲地在屋里走来走去 是憋怡声激动的原因是 苦涂作夫不慌不忙 低声分析了憋怡声建议 夜间把军队从右翼调到左翼 以攻击法军右翼的利弊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多播小说剧 战争与和平 原著列夫托尔斯泰 西窗书院制作 第四集 苦涂作夫不慌不忙 低声分析了憋怡声的建议的利弊 诸位 我不能赞成憋怡声伯爵的计划 在敌人鼻子底下调动军队 总是危险的 军事历史 请不吝点赞订阅